《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六十三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三。 请先开经本一三九页。 四,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 其无名,则受真如之勋。 其之见,则受佛智之勋。 世界的蒙佛如来加倍,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佛菩萨是怎样保佑众生,怎样加持众生。 这是我们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 否则的话,就变成盲修瞎恋,一味的迷信,那是得不到佛法丝毫的利益。 佛菩萨保佑我们,加持我们,是不是真有其事? 确实是真有其事。 那个是在哪里? 这一段文给我们讲的就很清楚。 若人能受持读诵此经,关键还是在,受持,两个字。 受持,第一,经里面所讲的意义明了了,纵然不能够彻底明了,也能够明了一个大概,其次是要认真努力去奉行。 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要在生活上去做到。 要是做不到,那不能算受持,一定要做到。 这不经最重要的,佛教给我们要看破宇宙人生,一切有畏法,如梦幻泡影,常常记在心里。 对自己,对人,对事,对一切万法,要常常如是观,观是观察,这一切有为法是假的,不是真的。 在行词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当中,要把烦恼,忧虑,牵挂放下,这才叫受持。 读诵这不经,为什么要读诵? 每读诵一遍,提醒我们一次,以免忘失掉了。 不常常读诵,佛的这些教训都忘掉了。 纵然没有忘掉,每读一遍就好像佛亲自给我们说一遍一样, 这里面自自然然有一种亲切感,佛当面对我说法。 所以每读一遍,无名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受真如的熏习。 什么是真如? 经典是真如。 可是经典是不是真如,究竟有多少力量,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关键完全是在受持。 你有一分的受持,就的一分的熏习,有两分受持,你就的两分熏习。 如果天天只念,念了也不懂意思,也不能依教奉行,那就没有什么大作用,熏习的力量非常的薄弱,所以关键在受持。 其知见则受佛智之熏,经典是如来智慧的显现,是金刚智慧。 我们读读一遍,我们的知见也不知不觉受如来之见的熏习,像,法华经,上所说的,佛之佛见,应魔所著,而身其心,是佛之佛见,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佛之佛见。 常常读读,常常受佛智慧的熏习,不知不觉入佛之见,这就是得佛如来的加持,这就是诸佛菩萨真正的保佑。 这不是假的,不迷信。 所以关键在,受持,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在本经里面重负了很多次。 世尊是唯恐我们疏忽,不断地在重负,这样自然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佛知道这个人,佛也见到这个人,使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心里面起一个念头。 佛菩萨都知道,有些念头不太强烈,所谓是维系的念头,可能起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诸佛菩萨早已经清清楚楚。 这个事情,大家读,无量寿经,应该有相当程度的感受。 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不是说阿弥陀佛,观音,是智,不是的。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移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能力几乎都恢复了。 他天眼动视,天耳彻听,动视彻听的能力比阿罗汉强得太多了。 阿罗汉的天眼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阿罗汉当中这是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而论,阿诺罗陀的天眼第一,他是修成的,他的天眼能量有多大? 他能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他能够见一个大千世界,比普通阿罗汉大的很多,普通阿罗汉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 可是诸位想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天眼动视,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差土,他都能看得见。 他们六通的能力,几乎是跟原教八的菩萨完全相同,真正不可思议。 一切诸佛都对阿弥陀佛那么样的尊敬,实在讲是有道理的。 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刚刚生过去的人,代业往生的人,神通的能力都跟八的菩萨一样大, 这是一切诸佛差土里面所没有的。 我们这个世间点点滴滴都瞒不过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那个人数没有法字计算,无量寿经,尚有比喻,诸位读了应该知道,无法计算。 等觉菩萨都算不出来,真正所谓,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我们今天很幸运,机缘太好了,的人生,闻佛法,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疏忽掉了,那真是非常可惜。 一定要把握住,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五,皆得,者,无论僧俗男女,凡能受持读诵,无不如是成就。 即不明义,但能读诵,亦必得知。 何以故?果具有真实信心,至成读诵。 先虽不解,后必开解。 接得者,无论僧俗男女,凡能受持读诵,无不如是成就。 此经所说的理语是,与,无量寿经,华言,法华,平等无二,确实是大成了义的经典。 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原理原则,都是第一等的,凡是就尽了义的代经,里面决定没有差别,决定是平等的,像,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诀。 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能够受持读诵,所得的功德利益,就像经中所说的,无不如是成就。 不是说出家人修行功德大,在家人修行功德小,没这个事情。 你这个想法,那叫做打妄想,不是事实。 功德大小不再出家,在家,与这个不相干。 与什么有关系? 与心地清净平等有关系,心越清净功德就越大,心不清净,出家也枉然,也没有用处。 所以,着重在受持上。 受持,我说个,心地清净,经上讲的,应摩索住,摩索住就是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执着。 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清净。 要看清净心的纯度,心越清净,功德就越殊胜,是这么个意思。 极不明意,但能读诵,亦必得知。 如果对于,金刚经,的意思不能明了,这个不明意,不是完全不明,不能够有相当深度的明了。 但能读诵,亦必得知。 这里面没有讲受持,只讲读诵。 在我们学佛痛修当中,无论在家出家,这个做法的人很多。 读诵而不明意,读诵而不能受持,这种情形很普遍。 如果他要不间断,每天读诵,也得佛力地熏悉,他时间长了,总会有领悟的一天,不过是比较慢一点而已,所以说亦必得知。 这样读诵的人,就跟我们念佛人里面,不懂的经意,无量寿经,弥陀经,的意思他都不懂,他就会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老老实时他也不打妄想,专念阿弥陀佛,他念成功了。 灵命忠实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瑞香非常舒胜。 你问他经意,他一无所知,他只晓得老实念。 这样的人读,金刚经,行。 他有功德。 他凭什么? 过去身中的善根、福德、姻缘,他是凭借这个。 他很老实,他念的时候也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他能够老实念,他能够得利益。 何以故? 果具有真实信心。 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条件,他有真实的信心。 真诚,我们俗话说成就灵,成就能够通达。 智诚读诵,先虽不解,后必开解,他用智诚恭敬心天天读,读久了会开悟。 这个开悟的道理并不难懂,第一个是自己心真诚清静,他没有妄想,没有执着。 第二个是每天受般若的熏习,他读一遍就熏习一遍,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想到经上的句子,每想一句也是熏习一遍。 常年累月不断地受般若的熏习,他怎么会不开悟? 不定遇到什么机缘,他开悟了,这个道理在此地。 这个道理很明显,并不难懂,这就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保佑,真实的保佑。 六,功德,指自立立他,少龙佛种。 皆得成就如是功德,明其皆得成菩萨,乃至成佛也。 总义劝人必须受持读诵词经,物词心性,全性起修,全修正性儿。 功德,指自立立他,少龙佛种,这两句话我们必须要把它看清楚,可不能把一丝错毁了。 经上有自立,在立他。 金刚经,的中心,是为我们讲不二法门。 经上一再告诉我们, 诸法如意,万法亦如,如果我们把自立跟立他看作两桩事情,你就没有般若智慧。 如果你真的般若智慧现前,你晓得自立跟立他是一不是二,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自立就是立他,立他就是自立,决定是一不是二。 要从哪里做? 要从立他那边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太重,如果从自己这边做,决定增长我值,增长我见,四乡破不了,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你怎么能破得了? 所以下手要从立他那个地方下手。 一位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久而久之,受斑若受持独诵的熏习,四乡不破,自自然然就淡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那就是自立。 诸位一定要记住,自立不是自己的明文力养,不是自己的种种享受,不是的。 自立是什么? 破四项,破四见,离烦恼,开智慧,这是自立,一定要从立他边下手,你才会真正得到自立。 如果你要是颠倒了,从自立这边下手,说老实话,你也没有办法立他。 你学了一辈子,还是一个自私自立的人,还是一个四相聚足的六道凡夫。 佛法里面常讲轮回心,菩提心,我们可以从这一句来把它区分清楚。 一切从自立下手,是轮回心,你造轮回业,一切从立他那边下手是菩提心,你造的是菩萨业。 不一样,这里唯恐诸位同修看到自立立他会错了一丝,损失真的就太大了。 能从立他那里下手,少龙佛种自然在其中。 可见得自立立他,少龙佛种又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 少,是继续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传宗接代,一代一代绵延下去,少是这个意思。 龙,不但一代一代要传下去,而且希望一代一代都能够发扬光大,龙是发扬光大。 佛菩萨祖师大德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今天接受,接受佛法的承传,我们不但要把佛法传下去,而且要把它发扬光大。 佛种,在此的就是指金刚般若,如果在一般讲,那又是另外的讲法,在此的就专指金刚般若,在净土宗讲,就专指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佛种。 接的成就如是功德,功德就是八个字,自利利他,少龙佛种。 明其接的成菩萨,乃至成佛也。 佛的种子,将来就成佛。 佛的种子是什么? 无助身心就是做佛的种子,就是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的人彻底放下,迷惑的人是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 迷、悟的区分就在此地。 什么是觉? 放下是觉,执着是迷。 这个意思也要常常想着,有个事情我们执着不肯放下,我怎么又迷了,还是放下吧,放下就绝了。 能够常常这样想,般若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生活里面就起了作用,时时刻刻提醒你,时时刻刻,我怎么又迷了,怎么又为自己着想,这叫用功,这叫功夫得力。 果然有这个现象,一天有个两次,三次,就很好。 三、五年之后你一定得好境界。 如果一天一次都没有,这个不得了,这就是业障很重。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那个般若光像闪电一样都没有闪过一次,这个问题很严重。 一天能够闪个两、三次,很好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讲的放光,真正放光。 总义劝人必须受持读读诵词经,物词心性,全性起修,全修正性耳,末后八个字,是大乘佛法修行的纲领,也是总纲领。 说的这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劝人必须,必须是非常的肯定,一定要受持读诵这部经。 关键还在,受持,这两个字,不仅受持是本经的关键,受持是一切经论的关键,佛在大小乘一切经上常常这样子教导我们,所以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就是依教奉行,一定要去把它做到。 能做就会开悟,就能够误入心性,宗门说的明心见性,教下讲的大开元解,都是这个意思。 能够误入,然后全性起修,这句话不好懂。 什么叫,全性起修? 性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是什么个样子? 体是空气,作用是无时无虚。 起修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整个的生活与无时无虚相应。 无论是自己私人的生活,从早到晚穿衣吃饭,乃至于你每天去工作去应酬迎兵接客,念念都与无时无虚相应,你过的日子不是凡夫的日子,你过的日子是诸佛菩萨过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你所过的这个日子,完全是金刚般若智慧,这叫全性起修。 谁能做到?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一开端所表现的,那就是做到了。 经典里面所记载的,华严经,上善才童子五十三餐,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做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表现的身份,就跟我们现前社会大众一样,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生活却确实实都是做到无助身心,都是展现出无虚无实。 他生活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这叫全性起修,全修正性。 正性,性就是法身,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完全显露在生活当中,眼所见的,耳所听的,身体所接触的,六根接触的境界全是真如本性,这叫正性。 由此可知,修根正是一不是二,修根正要是分了家,决定正不到,你那个修也没有功夫,不能分。 记住经上跟我们讲的,如来者,诸法如意,万法亦如,这是原教究竟的境界,圆满的境界。 凡夫修行为什么成不了佛? 为什么修行成就这样的艰难? 就是凡夫不能把万法归一,一定要在一法里面把它分成许许多多,样样执着,这是麻烦,这是病根。 这个病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不是的,自作自受。 所以还需要自己修,自己悟,自己证,自己得,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 因此,我们要仔细观察诸佛菩萨,从这里面得到启示,在这里面你真正学到东西,其次在看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所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样的榜样。 静待在中国,虚云老和尚,映光大师视现的好样子。 他好在哪里? 就是此的这两句话,他们一生所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全性起修,全修正性。 你若是粗心大意,你见不出来,你看不出来。 你要细心观察,你看出来,你一定会赞叹稀有老和尚,不是世尊,是老和尚,稀有。 就像须菩提赞叹释迦穆尼佛一样,被他看出来了,稀有世尊。 你会赞叹这些老和尚稀有,真是稀有。 人家是全性起修,我们今天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我们是具足烦恼在全修,我们过的日子是烦恼,过的日子是无名。 他们是全性,我们是全迷。 全迷所修的就是货业苦,迷惑造业搞六道轮回的果报,我们干的是这个,跟他这个完全相反。 他们是全修正性,我们是全修正迷。 我们所正的是无名,是妄想,我们搞的是这个,这个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 九七,极显经功曰身符显利欲。 极显经功,把这不经典的功德,功用,显示到极处。 第一段,曰身符显,这个经典能身符。 实在讲,符暴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因为被无名烦恼盖附住,称信的符暴不能现前。 这一不经能帮助我们破无名,断烦恼,使我们的信德完全显露,先从这一方面来说。 佛为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是能够肯定的相信,你会感觉到法位无穷,法喜充满。 自信本具的福报,就好像你家里面本来有的财富,你家里有金矿,银矿太多了,永远用不尽。 现在什么样子? 现在你很穷,因为你的矿没有开采,所以每天还必须去做零工赚一点钱生活,你说多可怜,家里金银七宝都没有开发出来。 金刚般若,帮助你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之后,再不要去受这个辛苦,不要去做小工,就这么个意思。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失,中日分父以恒河沙等身不失,后日分意以恒河沙等身不失,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不失。 一,显经功,即是显般若正智,此智乃是佛智,所谓无上正等正觉。 世尊历节以来,为众生故,勤苦修正所得,无实无虚之法。 经将此法和盘托出,而成此经。 未未见性者,是以真确之图案,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针。 以亲身经验告人,彼有所遵循故也。 显经功,即是显般若正智,此智乃是佛智,所谓无上正等正觉。 班若正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智慧, 磨所不知,磨所不能,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 世尊历节以来,为众生故,勤苦修正所得,无实无虚之法。 这里交给我们,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切为众生。 为众生,你自己一定得福。 为什么? 因为为众生是你信德现前,你真正破弥开悟了。 这是内在的轻因,外面的缘,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护法善神, 没有一个不赞叹你,没有一个不帮助你。 我们讲加持保佑,要用现在的话讲,帮助你。 协助你,这就是加持保佑,真正得到。 为什么要那么小心亮? 念念都想自己,依旧迷惑颠倒,这个太可怜了。 要学佛,佛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到自己。 若有一念想到自己,四相俱足。 我们读这部,金刚经,如果,金刚经,里面很深的意思,我们没有能够体会到,没能够懂,能记住这一条,你的一生就受用不尽,你慢慢的一定会开智慧,就如同经上所说的一样。 为什么我念念要想众生,要想别人。 破四相,破四箭。 四相四箭破除,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得能都现前了,功德利益在此地。 佛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永远生活在无时无虚这个境界当中。 这个好。 这是真实的境界。 无时无虚就是无助身心,就是经上所说的,应模所助,而行不失。 而行不失,无虚,应模所助,无时。 永远遵循这个教训去生活,决定不错。 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遵循这个原则,你就是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将此法合盘托出,而成此经,合盘托出是比喻,比喻什么? 毫无保留。 我连盘子都端出来了,全部拿出来,一点保留都没有,是这个意思。 释迦牟尼佛成佛,他成佛成的什么? 全部端出来了,连盘子端出来,是什么? 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如来世尊果地上所证的的,远远满满全部端出来了,就是这部经。 未未见性者,是以真确之图案,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针,没见性的,我们都没见性。 没见性的人读,金刚经,金刚经,就像一个图案一样,我们在这里面时实在在讲,得不到什么东西。 如果稍稍能够体会一点,才晓得这部经妙意无穷,声广无尽。 它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的总原理原则,总纲领。 任何一部经典,不但是大成经,包括一切小成经,都不能出这个纲领的范围。 换句话说,金刚经,就像大树一样的树根,一切经是这个树的枝叶花果,这部经是根本。 修行最可贵的,是把根本找到,从根本修,那个速度快,利益无边。 不要从枝枝节节上修,枝枝节节好苦,好麻烦。 会修的人从根本修,从根本修禅宗讲的最多,禅宗语录里面一提起,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心地 什么心? 无时无虚,这是真心。 金刚经,上讲的透彻,无助身心,身心无助,这是根本。 真的要把根本认识清楚,搞明白。 由此可知,落实的心不是真心,落在空的心也不是真心。 我们六道凡夫,欲界,色界落实,无色界落空,与无时无虚完全相违背。 所以纵然修道非想非非想天,还是出不了三界。 原因在哪里? 用的是轮回心。 落实的心,落空的心,都是轮回心,出不了三界。 怎样出三界? 无时无虚就出三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这个心。 无时是心地清净,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离开了,无虚是念念为一切众生。 我们学佛的人,为众生什么,这个要知道。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苦,什么苦? 今天他生活困苦,那个不是苦。 今天他没饭吃,没衣服穿,不算苦。 什么是苦? 搞六道轮回是真苦。 将来堕三恶道,这个不得了,这个太苦了。 这个世间小苦,我们不必去帮助他。 今天这个世间人,我们佛门里面,说实在话问题很多。 做一些慈善事业,帮助一些贫苦的人,只解决小苦,社会表扬赞叹,做了慈善家。 一表扬,一赞叹,果报马上就报掉,福报就曝光,做了等于没做。 我们查遍,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当年注释,没有做过这些慈善福利事业,没做。 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什么? 大慈善。 讲经说法,帮助一切人破迷开悟,这是大慈善。 今天大慈善没人做,做了也没人表扬你。 诗在讲,没有人表扬好,你的那个福报功德都在,没有露出去。 我们中国俗话常讲,基因德,什么叫因德? 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赞叹你,没有人表扬你,这叫因德。 因德基的后,后来果报不可思议。 发得大了。 扬善是什么? 你所做一点点好事情,外头都知道,报纸也登,电视台也广播,大家也称赞,曝光了,完全没有了。 你所做的那些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骂你,那个恶月积月后,将来果报也不可思议。 大家要晓得,好事不要让人知道,何必让人知道? 坏事要让人知道,人家看到你,这个人骂你一下,那个人瞪你一眼,恶都爆掉了。 好的留到不要爆掉,恶的要发露忏悔,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很快就爆掉了。 这一段是说我们的境界,我们没见性,金刚般若,就是图案,诱导我们开悟的。 金刚经,细讲一遍很不容易。 这个因缘非常稀有,因为讲一遍时间要很长。 古时候真的友善跟深厚的人。 古时候讲经不像现在这么普遍,都是老法师在寺院里讲经。 可是有一些人,远到听到某个地方在什么时候讲这部经,在家居室可以到庙里面去讨经丹。 讨经丹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听这部经,我要住在这寺庙里。 从前的寺庙有内院跟外院,内院出家人,外院就是这些居室们,让给他们住的。 他们讨经丹,当然寺庙里也分工作给他们做,像整理道场环境,有一些零碎事情分配给他们做。 讲经的时候,他们都入席来听经。 一部经听完了,他离开道场,他回去。 从前有这个制度。 一部经,法华,人言,要讲半年,华言经,一般是讲一年到二年,他能够住在寺庙里把一部经听完,每天受这个讯息,解形相应。 我们看,居士传,里面有很多开悟正果的,它是长时期不断地在熏习,所以得到这种效果。 由此可知,戴金讲一遍的确不容易。 因缘非常稀有,往后可以说越来越难。 我们整个世界,这个社会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走上工业时代,工商时代,大家工作非常的忙碌,却确实时事分秒必争,哪有时间来听戴金。 所以这个缘分越来越少,因此讲戴金这个机会越来越可贵,相当不容易。 以亲身经验告人,比有所遵循故也。 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从出发心到正果,亲身的经历。 他怎么成就的? 就是依循无时无须而成就的。 深深世事都不违背这个原则,所以他能成佛。 我们要是用无时无须这种心来生活,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往生,而且品位一定很高,往生一定很自在。 不仅是欲知实质,果然做到无时无须,可以说你已经的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极乐世界随时去,没有限制的。 你果然做到无时无须,因为你已经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 我们这个地方人生死有命,命是什么? 轮回心的命。 你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命运就超越了,命运再也不能够拘束你,你就在生死里面的大自在。 二,此经是佛佛传家法宝。 世尊应急欲传授家宝,急欲一切众生,皆知此经之大,不可思议。 正所谓开自信三宝,成常驻三宝。 这几句话非常难得。 若飞过来人,这几句话说不出来的。 我们这部经本,在封面上有一个小印,这几个字是,如来唯一真传。 我请台湾最有名的一个金石家替我刻的。 我请他替我刻了两颗,另外一颗印,诸佛真传之宝。 要晓得这部经典的可贵,真实不可思议。 佛佛传家之宝,说明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十方三是一切诸佛的传家之宝。 世尊也急着要找传人,你要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真正我们的生活契入到无时无虚,你就接受释迦牟尼佛传家之宝。 从此你的生活,生活在无时无虚之中,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生活在无上正等正觉之中,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你得到传家之宝。 很可惜,这样宝贵的东西,世间人不识货。 你把这部,金刚经,送给他,他不感谢你,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送一百万美金给他,他给你磕头,你是我的大恩人,这个不得了。 一百万美金算什么? 不识货,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 他为什么可怜? 真正的珍宝他不认识,送给他他也不要,这才可惜。 佛急着要传给一切众生,皆知此经之大,不可思议。 如果对这部经典的价值,意义不能稍稍体会,实在讲他得不到利益。 这部经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开自信三宝,开事开悟,就是,全信起修,成就常驻三宝,就是,全修正信。 三宝要说一说,最怕的是在这些名项上发生误会。 开经济的确是写得好,愿解如来真实义。 自信三宝,常驻三宝的真实义是什么? 如果错会一死,三世佛都喊冤枉。 佛没有说错,你把意思听错了。 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是自己真心本性本来有的,三宝,是觉,正,静。 觉,是般若智慧,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宝。 正,使正知正见,佛知佛见。 佛的知见是什么? 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就说尽了,无时无虚,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取余香,如如不动,佛知佛见。 僧,是什么? 僧是自信清静心,一臣不染。 臣是什么? 五欲六臣,自信清静心没有。 这叫自信三宝,佛是觉,法是正知正见,僧是清静不染。 臣常住三宝,常住三宝是什么? 跟我们一般讲的常住不一样。 我们一般讲的常住,寺庙供养的佛像是佛宝,经书是法宝,出家人是僧宝。 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这样会,你完全把意思会错了。 这是成就自己的常住三宝,不是别人的常住三宝,自家的常住三宝。 自家常住三宝是从相上讲,从用上讲的,开发自信三宝是从体上讲的。 这个说法诸位比较容易体会。 常住三宝是从生活上讲的,我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处事待人皆悟,觉而不迷。 什么视觉? 看破,放下,心里面一丝毫都不沾染,我在生活当中是这么做的,这是常住的佛宝。 法宝是什么? 正知正见。 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教化众生的。 善巧方便,无论在言语上,在形象上,在动作上,都给众生做好榜样,都帮助众生,启发众生破迷开悟,这是自己常住的法宝。 心清静,身清静,境界清静,我们住所清静,工作环境清静,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我们自己常住三宝。 这才是这一句的意思,正所谓,开发自信三宝,成常住三宝。 这个自立就是立他,立他就是自立,做表率,做榜样给人看。 明白这个道理,知道怎么个修法,我们个人要给一切人做好样子,我的家庭要给一切家庭做榜样,世界第一家庭,菩萨家庭。 你做生意开个公司,你的公司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公司都比不上你,你这个公司是一切公司的好榜样,同样一个道理,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金刚班若都帮助你达到巅峰。 你从政治里一个国家,你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好榜样。 这叫,开发自信三宝,成常住三宝,意思深广无尽。 不能看错,错会了佛的意思,那哪里是金刚班若。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小的道场,不管道场怎样,依照这个原理原则来修行,来教导,你这个道场就是所有一切道场的模范,典型。 三,能住持三宝者,就极低限度言之,一足以启发善心,挽回世运。 此经之最大宗旨也。 这就不再说大了,把住持三宝降到最低的水平,最低的水平也是劝人断恶修善。 人人都知道断恶修善,就天下太平。 今天这个世间,有不少人都在那里追求世界和平,世界和平要怎样才能达到? 要弘扬余佛法,劝人断恶修善。 首先,善恶的标准要知道。 实在讲,善恶是相对的,到哪里去找标准。 我们中国人以为善的,外国人以为不尽然。 譬如说,中国人红色是善的,大家看到都很喜欢,外国人说白色是善的,他们喜欢白色。 中国跟外国标准不一样,古人跟金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善恶标准到底从哪里去? 佛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凡是对于众生有利益的都是善,凡是对于个人有利益的都是恶,这是佛家的标准。 这个标准,要是说对一切众有利的都是善,大家会点头,可以同意,可以接受。 说对自己有好处的都是恶,很多人摇头不同意。 必须要把它讲解清楚,要说明白,为什么佛要这样说,佛说的有道理。 佛是教我们断烦恼,开智慧。 念念都有我,是烦恼的根源,是生死的根源,也是所有一切病痛的根源。 你为什么会害病,你为什么生活过得这么苦,病根就在,我。 如果能把,我,淡一点,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就会很快乐。 我们学佛的人,对佛法真正能深入一层的人懂得,能够同意佛这个说法,肯定佛讲的有道理,确实没错,是我们自己错了。 所以善恶要守住这个标准。 绝对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绝对的标准是,无时无虚,那必须是对宇宙人生有相当的觉悟,有相当程度的体会,他才能接受,他才能够学习。 纵然一般人达不到这个程度,总而言之,劝善是所有佛经最低的水准,都是归过劝善,确实能够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目标。 这是这部经最大的宗旨,就是很大的用途。 四,显经宫中,先显能生殊胜之福。 欲云一日三时,以不可数计之生命不失。 历时长吉,不失重吉,行愿兼吉,此菩萨之行门。 福德之大,岂可以数计,而不及闻此经而生性者,何故? 四里下详。 显经宫中,这一段闻也很长,先显能生殊胜之福, 先从这上讲,从身符讲。 佛用比喻说,云一日三时,古时候的印度,把一天分成六时,咒三时,夜三时。 经里面所记载的,咒三时就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 这是白天的三时,晚上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分六个时辰。 古代在中国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用子、丑、银、卯、成、四、五、位,来代表时辰的单位。 现代可以说是全世界,我们都采取西洋的分法,把一昼夜分成二十四个时辰。 我们中国叫小时,二十四小时。 外国人只说二十四时,没有说小时,中国人叫它做小时。 为什么小? 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现在的两小时,所以叫它做小时。 印度的时辰小时比我们中国大,它一个时辰是我们中国的两个时辰,是现在的四小时,这个诸位要懂。 你要不懂,你读经,经上讲的有很多就发生问题了。 像台湾这些年来,为了祈求国家平安,社会安定,每年都发起座人亡护国法会,这是好事情。 很可惜的,人亡经,里所讲的东西搞不清楚。 法会期间当中,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每天二十读诵讲解经典。 如果现在说是二个小时,那错到哪里去了? 二十是古时候印度的二十,一时是现在四小时,二十是八个小时。 能不能救国家? 真能救国家? 现在人亡法会,跟人亡经,里面的意思完全相悖。 经上讲请一百个法师,就请一百个法师来,每天把这个经念一念,这就能糊过了。 哪有这回事情,没有这个道理。 人亡护国班若波罗密经,的确是否看到这个地区有灾难,如何来挽救。 要从人心上挽救,要大家开智慧,不要迷惑颠倒。 在灾难期间当中要达成共识,要把自己的利益暂时放在一边,要团结起来,才能够救国,才能解决问题。 这不禁是这么个道理。 一百个法师,那个百不是数字,百代表圆满。 法师干什么的? 平常是教化众生的,每一个人教化一方,这个时候有灾难了,个人教化的也许不相同,理论方法也许都不一样。 有灾难的时候,这些法师统统集合起来,我们研究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应该要怎样教化众生,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见解统一,做法统一,说法统一。 他们在这里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分到各个地方去,就能够带动全国人,这才能救国,这叫人亡护国法会。 今天找几个法师每天敲着沐鱼念经,国家念亡了,还说佛菩萨不灵,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真正是误解如来真实意,天大的误会,佛不是这么叫你的。 一定要懂得,人亡护国法会是救国会议,国家有灾难召开这个救国会议,是把全国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如何教导全国众生,在这一个苦难阶段当中达成共识,所以佛法是真实的功德。 现代一般人社会上说我们佛教迷信,我们所表现的十足的迷信。 可是佛并不迷信,菩萨不迷信,我们这些人迷信。 造成这个社会的形象,我们十足的迷信,对于经义完全不了解。 诸位必须要晓得,经上所讲的一时,二时,一时是现在四小时,二时是八小时,一日三时。 以不可数计知生命不失,比前面的七宝不失殊胜太多了。 七宝是身外之物,容易舍。 这是生命,内财,这个难舍,难舍能舍。 不是舍一次,历时长疾,发这个心不容易,我们这个身体一世只有一个身体,只能不失一次。 无量百千万劫,诸位想想,生生世世舍身去不失,这很不容易。 这样的心真的是难发。 菩萨能发,菩萨为什么能发? 因为菩萨知道无时无虚,他就容易了。 众生为什么难发? 因为他落实,他坐实。 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在的,所以要叫他舍这个身,舍这个命,那难到极处了。 什么都肯舍,这个命他不能舍,他不晓得无时无虚。 懂得无时无虚,舍身就轻而易举,往生会自在,随时可以走。 就是因为什么? 你能够放下了。 你现在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 舍不得这个身,还不想离开他,不晓得这个身是累赘。 什么时候你能够舍身,那什么时候就能够往生了? 历时长急,不失重急,行愿兼急,兼顾到极点, 此菩萨之行们,这是菩萨行,我们要学菩萨就得学这个,生命尚且能舍,还有什么不能舍的。 佛这样教我们,中国儒家虽然没有这样究竟,他也教给我们舍身,世间善人并不把身体享受看得很重。 儒家有一句,安安而能迁,这是儒家教给我们的。 两个安,第一个是心安,第二个是身安。 身心都安乐,那多快乐,多自在。 国家,社会,大众有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把身心安稳放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跟这个意思一样,能舍。 所以说舍己为人,儒家这两个安,说得相当的具体。 有些人自己生活很舒适,他不肯舍弃,不肯放弃自己安乐的生活去奔波,去受些辛苦。 如跟佛都是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这是大教,我们中国人称为圣教,圣贤人的教会,能够舍身为人。 这就是菩萨行。 福德之大,岂可以数计,而不及闻此经而深信者,何故? 此理下详。 菩萨这样的不失,这样的行持,福德不可以称量。 但是他所修的福还比不赏文这个经典的。 这个经文在底下,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九八,显圣约福总是闻信极圣。 若富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比。 这个人的福报胜过前面无量劫无量生命的不失, 那个福比不赏文此经信心不逆。 这个我们能相信,一般人不会相信的,不能接受的。 原因在哪里? 下面这段经文要为我们说明,关键的字眼就在,不逆,这两个字。 如果做不到这两个字,你闻经的福报还是比不赏人家不失的福报,决定比不赏的。 如果是不逆的话,你超过它,真的超过它。 一,不逆,不为也。 闻此经,深信非依此行不可。 发起依依如法行之大心。 是为,信心不逆。 即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 不逆,不为也,决定照做,绝不违背,这才叫不逆。 闻此经,深信非依此行不可,这叫不逆。 我们听到这部经,读到这部经,有没有去发起这个心,非依此经的教会去做不可。 什么教会? 无时无虚,无助身心,身心无助,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去做。 发起依依如法行之大心。 是为信心不逆。 即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 他发的是这个心,决定依教奉行。 诸位要晓得,如果真正你发这个大心,决定依,金刚经,的教训去做,那你是什么人? 你现在就是原教初驻菩萨,从凡夫一下就入了法身大势之流。 这个功德不是前面修不施,什么内财,外财,比不上,没法自比。 信心不逆,太难太难了。 二,其福,正指下文和丹如来,当的菩提,果报不可思议。 故非他福所可比你。 那个福报是什么? 底下经文所讲,这个人和丹如来,就是续佛会命,继承如来度化一切众生的事业。 佛的事业是教化一切众生,今天佛不在世,他来承担教化众生的担子,那就等于佛了。 佛是法王,这个人就是法王子。 他当的菩提,菩提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当的菩提,就是他要成佛,果报不可思议。 成佛是世出世间究竟圆满的果报,一切菩萨所修的怎么能比得上。 这个人能够贺丹如来家业,续佛会命,少龙佛种,当的菩提,当然殊胜无比。 这是把理由说出来了。 前面所说的不失,实在讲,如果不见性的话,都是三界的福报。 财不失的财富,世间人不明佛理,不知道事实真相,人家发了财,很羡慕他,很嫉妒他,这造罪业。 一定要知道,财从哪里来的。 绝对不是他很聪明,他很能干。 比他聪明的人多的是,比他能干的人多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不发财,他发财。 他运气好,比他运气好的人也多的是,为什么那些运气好的人不发财,偏偏他发财。 唯有佛法讲的透彻,讲的实在。 钱是他修财不失多,他这一世的多财富。 他要是修法不失多,他有聪明智慧,这是果报。 他修无畏不失多,他的健康长寿,像这个舍身不失的,的健康长寿。 我们如果想财富,想聪明智慧,想健康长寿,你就修三种不失,财不失,法不失,无畏不失。 你一味努力去修,果报就会献钱。 你要不肯修,你这一生都受命运的支配。 命运从哪里来的? 钱是所修的。 钱是修的因,金生的的果报,点点滴滴都没有办法离开因果的定律。 学佛的人要相信夜报,夜报是命运真正的主宰。 你多做善业,不做恶业,前途一片光明,你的生活自自然然会改善,事业工作自自然然会顺利。 不要怀疑,真诚心,清静心,慈悲心去做,感应之快不可思议。 了凡四讯,把这些理根事都讲得非常透彻。 最近这边有两位同修,也是常常在这里听经的,他们两个发新疆, 了凡四讯,印了一万本,好像这两天就要印好了,印好之后拿到这边跟大家结缘。 我把书的题目换了一下,因为以前那个题目看到不醒目。 我换了八个字,书的题目叫,改造命运,心想事成,大家看了这个一定很动心。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六十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六月四。 请先开经本一百四十一页。 九九,迟说更甚。 何况书写受迟读诵,为人解说。 这一段课题,迟说更甚。 这是比较不失的福报。 前面一段试文信就胜过一日三十以及长的时间生命不失,福报比不上文此经典信心不逆,当然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福报当然超过前面。 一,发心即圣,正应其决定起行。 何况,这,显其更甚。 发心即圣,是指前面一段经文。 正应其决定起行,发心,为什么一发心福报就超过前面菩萨生命不失? 因为他发心里面有信心不逆,也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去做,已经决定了,非如此做不行,他有这样坚决的信心。 这一念信心,福得超过前面的不失。 何况者,显其更甚。 二,书写,为广遍法师也。 如今日发心弘扬流通,不失供养词经,无论印经,录音带,影带,电脑软件,CD等等,其功德与书写等同。 书写,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且现在比从前方便太多。 古时候写经,有钱的人家请这些会写字的人,写得很好的人,请他们带自己写经不失,拿金钱来供养,多半是一些比较清寒的秀才们,请他们来写经,当然费的时间长,分量也有限。 现在印刷数发达,成本低,数量也大,功德要比起古时候书写一定大的很多。 可是里面还有一点讲究,我们必须要知道,那就是真诚恭敬心。 今天虽然有钱去印经,一印就几万本,几十万本,如果真诚恭敬不如古人,那你得福还是有限。 古人虽然花的钱很多,时间很长,数量很少,他有真诚,恭敬心,所以他得福。 所以这是个关键,我们以真诚,恭敬心来修福,这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书写,为广遍法师也。 如今日发心弘扬流通,不失供养词经,无论印经,录音带,影带,电脑软件,CD等等,其功德与书写等同。 在从前只是书写,现在除了书写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流通法宝的。 三,受持,即是解行并尽,所行不外离乡施功,利益一切众生。 读诵,是熏习圣解,增长圣行。 为人解说,是行法师以利重。 此经甚深,发心为众解剖无谬,乐说无碍。 令闻者得名义去,启发其信解受持之心也。 足振其真是信心不逆。 发此心时,悲至行愿,依依俱足,故能喝丹如来。 受持是真正的关键,这事前面讲过许多遍。 受持即是解行并尽,所行不外离乡施功,利益一切众生。 前面已经说的很多,在此的就不必再啰嗦。 解释对于本经圣生意去,他的道理,他的功德,目标, 我们很清楚,很明白,明了之后,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做到。 做得总刚领,不外乎,离象,不施,供养。 施功是不施,供养。 一定要不者相才行,才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我所著,而行不施,这样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读诵是熏习圣解,增长圣行,这是为什么要读诵。 即使这一部经念得很熟,念得都能够背诵,每天还是要用一个时间来读诵。 金刚经,的经文不长,如果念得很熟,大概15分钟应该可以读诵一部。 一天至少要读诵三,五部才好,每天不能间断。 读三部,早晨读一部,中午读一部,晚上读一部,早,晚就再早,晚课当中,时间只需要15分钟不算太多。 每天念三遍,天天不间断,不知不觉就受金刚般若的讯息,会有这个力量,也会有这个效果,帮助你开悟,误入这个境界。 圣解,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开悟。 开悟有小悟,有大悟,还有就是大彻大悟。 每天读诵,必定有悟处,真正误入你才肯做。 圣行,圣是书圣。 什么书圣? 离乡不失。 离乡不失,菩萨行门当中无比的书圣,是指这个。 为人解说,是行法师以利众,这就是说的为别人讲解,金刚般若,的义去,若不能讲全经,佛在经里面屡次教导我们,为人演说,乃至四句计,讲四句或者是讲一句,都是法不失,利益无量无边。 此经甚深,发心为众解剖无谬,乐说无碍。 令闻者得名义去,启发其信解受持之心也。 足震其真是信心不逆。 发此心时,悲至行愿,依依俱足,故能喝丹如来。 这一不经经意确实很深,若从文字乍看,好像,金刚经,并不很深,里面也没有什么男字,我们看看都认识,可是意思太深了。 没有契入,没有领会,不晓得她的意思深。 越是误入,越感觉到她甚深,其深其广没有边际,为什么? 因为她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如来将她从初发心,一直到正的就近圆满法的秘诀和盘托出,统统说出来,丝毫都没有保留, 这是真实的法宝。 我们为别人说,没有说错,这个非常重要。 喜欢说,说法无有障碍。 实在讲,真正要发心红经。 无论是出家,在家,现在在台湾,在家居士讲经说法的比出家人多很多倍,在家居士讲经说法多。 居士当中有年岁大的,也有很年轻的,二、三十岁,男居士,女居士都有,热烈地出来讲经。 佛法式师道,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我们是凡夫,业障,习气深重,灾难重重,而消业障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发心修法不失,就是发心出来学讲经。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跟李老师是三十二岁,在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好像是七十一岁。 他遇到一些年轻人,他年岁大,看人看得多,看这个面相,短命的相,苦命的相,他劝这样的人,发心学讲经。 唯有这个方法,转业力转得最快。 真正发心舍己为人,我这个身体舍掉,放弃,我把身体献给佛菩萨,献给一切众生,不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命苦,短命,一切众生不短命,佛法不短命,奉献给佛法,奉献给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命马上就转过来。 这是消业障,转命运最有效的方法。 讲经这个事情难不难? 给诸位说,一点都不难。 如果要想学讲经,讲得很像样子,讲得很不错,叫听众听到都点头,都称赞,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 一个月就学会了,你不肯学就没有办法,如果肯学确实一个月。 我那个时候在台中,李老师劝我学讲经,最初也很害怕。 我到台中去听经的,没有说是去讲经的,没有想到一去到台中,李老师就要我去学讲经。 我到他们班上一参观,觉得的确是不难。 我们的进度是一个月学一部经。 那个时候,我没有出家,我跟他老人家一年三个月,就是十五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十三部都能讲。 所以以后一出家,离开台中就出家,出家我就叫佛学院,我有十三部经,一个学期叫一部,他们三年才毕业,六个学期,我十三部一半还用不上,所以非常自在。 一个月学一部,一个月学一部,这实实实在在的。 所以你们如果真正肯发心,新加坡讲经说法的人就多,佛法就会兴旺起来,要大家真肯发心。 乐说,乐是欢喜,喜欢讲经,喜欢为人演说。 无碍,是你对于经意很通达,很明白,没有障碍。 你说我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学过,没有学过的最好,保证成功,以前学过一大堆的很难教,那个很麻烦。 我们老师教学生,找学生,就是要没有学过,他最欢喜。 一张白纸,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规规矩矩,很好教。 学过,他满脑袋很多成见,老师你这么说,那个法师那么说,那个书上那么讲,这个麻烦大。 老师哪有多时间跟你辩论,他也不喜欢跟人辩论,你要说一大堆,他就对你一问讯,他说你不错,你很好,你到别的地方学去,我这个地方不行。 不适合你的程度,你的程度太高,请你到别地方去,不教了。 这个事情不难,难在什么? 发心,发得真诚心。 令文者得名义去,叫人家听到,金刚般若,听一句也好,两句也好,一首记也好,真正把他的意思听懂,听明白了。 明了之后,他就觉悟了,他相信佛讲的话有道理,他自自然然发心去做。 班若真的像,心经,上讲的,能度一切苦恶。 事出世间,无论什么样的苦难,有了班若,问题马上就解决。 这不经还没讲完,大概讲了一半,就在这一半当中,我相信不少同修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领会,肯定我这一句话没说错,决定能够帮助我们解除一切苦难,你真正听懂,真正依教奉行。 族正齐真是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要真的,不是假的。 一定要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做,一定要把这个方法以种种善巧方便,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 我开悟,离苦了,希望一切众生人人都觉悟,人人都离苦,这才是菩萨心。 所以发这个心的时候,悲至行愿,一一具足。 这个心一发,这四个字都有了。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悲心。 以,金刚般若,的意趣来介绍他,这是智慧。 自行化他,就是行愿。 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何丹如来。 何丹如来是法王子,是菩萨,担负起弘法利生的使命,这是如来加业,如来加业就是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这个工作,不讲求任何形式。 在路上遇到朋友,也可以跟他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到处都可以讲。 他喜欢听给他讲,不喜欢听也给他讲,不喜欢听,讲了他也听进去,一粒耳根,永味道种。 种子也是强迫把他种进去了,都是好事情。 不管他懂不懂,只要我们没讲错。 所以,没有一切形式,一切实,一切处,一切人,乃至于一切畜生。 遇到这些畜生,甚至于小虫,你都给他讲,你劝他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这是给他受三归依,然后跟他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给他说法,他有感受。 真诚,陈泽灵。 怎么样跟他沟通? 真诚。 因为真诚心里面没有界限,感应就通达,有妄想,分别就有界限,这就讲不通。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一切众生我们都能够跟他讲得通。 四,若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 则佛法就近义不明,佛种便有断绝之余。 此中关系,极其重大。 则信心不逆之人,岂彼但知常劫苦行者,所能及哉。 若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凡事不能信心不逆,这部经里面的义去没搞懂,没有明了。 他真正明了的话,一定是信心不逆,决定他从看破,放下下手。 为什么,得自在,消业障,断烦恼,开智慧,他为什么不干。 一定他去干的。 若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这他做不到的,前面讲就是他做不到。 则佛法就近义不明,佛种便有断绝之余。 此中关系,极其重大。 则信心不逆之人,岂彼但知常劫苦行者,所能及哉。 这一段话意思很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因为不少人修行观念当中有问题,什么观念? 守旧的观念。 守旧有的时候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未必正确,得要看什么事情,得要看十节因缘,必须要有智慧。 佛法要弘扬,特别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最大的特色是严简易改,它的好处在此地。 文字少,只有五千八百多个字,义理非常丰富,非常完整,这是难得的。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不能超越,金刚经,理论的范围,所有的行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也不能超越,金刚经,行门的原则,这是这部经不可思议之处。 所以这部经一定要弘扬,一定要常常读诵,如其不然,佛总就有断绝之余,于是顾虑,换句话说,佛法会在这个事件断灭掉。 你弘扬一切经论,你没有抓到中心,换句话说,你没有能找到根本。 弘扬很好看,像花五彩缤纷。 花是什么花? 插在花瓶里面的花,梅根。 是好看,过两天就死了,哭死了,不是活的。 金刚经,是根本,没有金刚般若,弘扬所有一切法门,说的天花乱坠,都是花瓶里面的花。 诸位想想这个道理,想想事实的真相,你要是真明白,那个弘扬不行,那个弘扬法不能消业障,不能断烦恼,不能开智慧,无济于事。 将来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那怎么行。 死中关系,极其重大,因此信心不逆之人,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不是长解苦行能够跟他相比的。 每天入定,一盘腿面壁就坐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出定,就佩服得不得了,但是他不能弘扬佛法,不能开人智慧,不能令人觉悟,这个不行。 因此解跟形一定要相应,有形无解跟有解无形都不行。 清凉在《华言经书超》,经题里面说得很好,有解无形,增长邪见,有形无解,增长无明,一个跺在邪见,一个跺在无明,都没有办法出三解,都无济于事,一定要解形相应。 信心不逆,他能够书写,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解形相应。 五,观行二门,虽然病重,而以观慧为主。 而观慧要在实行中见。 经中处处已不失与无助并说,即明此意。 观行二门就是解形二门,观是解。 二门虽然病重,但是要以观慧为主。 在佛法里面,大小乘佛法的差别就在此地。 大乘佛法是以观为主,行不能没有,决定要有行,但是解形以解为主,小乘是以行为主。 观行两个,大小乘他们的重心不一样。 大乘法门着重在智慧,所以大乘法成就快。 智慧能够断烦恼,能够破无名,成就快。 如果没有慧,单有行,行修定也能够把烦恼断除,但是诸位要晓得,定是扶烦恼,把烦恼控制住,没有办法断它,那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 灭断要靠智慧,没有智慧没有办法。 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 而观慧要在实行中间。 你的智慧用在哪里? 用在生活上,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世待人接物当中,充满了智慧。 它表现出来,智慧表现出来的,我们经上讲的字句简单,但是意思之广真的是没有编辑。 经里面处处讲不失,不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不失是做,做出来。 你活在这个世间,活得很快乐,很幸福,活得叫别人羡慕你。 为什么你这么快乐,这么幸福,这么自在? 因为你无助。 你要有助,你就不快乐,你就不幸福。 什么叫无助? 道场跟学校不一样,学校学生是固定的,天天就是那几个人,道场是流水席,天天都有新面孔,今天才来,前面就没有听到了。 不能细讲,也要略说说,否则的话就辜负你。 无助就是心地清净,没有牵挂。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心里面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乐不乐? 当然快乐。 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他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苦?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他不肯放下,那有什么办法? 这些牵肠挂肚的,就是他生死,烦恼,苦痛的根源。 谁给他,没有人给他,他自己要往里面揽,那有什么办法? 佛说这是错误,统统要放下,无助就是放下。 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妄想执着,这是无助的意思, 你的日子过得当然自在,当然潇洒,凡是与你相处的人,没有一个不羡慕。 佛菩萨就是这个生活,我们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凡夫心里面有助,佛菩萨心无助。 经上常常把这两桩事情连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无助是智慧,真实的智慧。 也有同修说,有许多事情,不行,我不能不想。 实在说,你想了能有用处吗? 如果你想了真管用,释迦牟尼佛都来拜你做老师。 所有一切想都叫妄想,不管用,妄想。 你以为我们想要多想,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越搞越糟糕。 很用心,很仔细去想,为什么事情还搞糟糕了? 因为你是妄想在做事,你事情怎么能做得好? 一切都不想,统统都放下,你样样事情都做好。 为什么? 智慧现前,心里面没有妄想,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一切事情,找得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错误。 妄想多了,常常把事情判断错误。 不打妄想,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了,这心清静了,智慧现前。 这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学了佛又不敢相信,还是犯老毛病,有事还是要去想一想,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样的人就不是信心不逆,真正信心不逆,不再打妄想。 可是又有一个现实问题,我不再打妄想,妄想翩翩起来怎么办? 我是不想打妄想,可是妄想翩翩就像泉水一样往外面涌。 这是什么? 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 用什么方法? 念佛或者是读经。 我读经的时候,妄想,念头就少。 平常我们读经,念佛,不能中断,就是把无始劫来的习气扶住,把它控制住,使我们常常有一个清静心现前,真实的智慧现前。 这个人才叫真正学佛。 真学佛的人不多,真学佛的标准就是此的讲的信心不逆,他真敢。 六,上来四次教显经功,四次增胜。 初次,三六节,生性文中,能生信心,以此为识。 乃至一念生尽信者,祈福圣一大千戒宝师。 以明其趋向佛制,便是成佛家业也。 二次,五四节,开解文出。 三次,七十节,开解文中。 经第四次,九七节,说在身解义去及自证之法后。 明其既能信心不逆,便不必经常识之苦行,便能如佛所证的者,而证得之。 上来四次教显经功,从世尊开始讲经到词的,教量功德的书胜,这个地方是第四次,我底下都注出来了,一次比一次书胜。 初次在经文第三十六节,我们每一段经文,都标上一个数字,这一段是第九十九节。 第一段,第一次是在三十六节生性文中,能生信心,以此为识。 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其福胜一大千戒七宝不施。 以明其趋向佛制,便是成佛家业也。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听到佛讲经,他能生信心,觉得佛讲的话没错,能肯定,能够接受,乃至于生一念尽信,他的福报超过大范天王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不施。 这是第一次。 他为什么能超过? 因为他能生信心,以此为识,这个人在般若上已经奠定了基础。 很可能在增进,那他的境界就殊胜,他这一生可能成就。 二次,五四节,开解文出。 三次,七十节,开解文中。 经第四次,九七节,说在申解义去及自证之法后。 明其既能信心不逆,便不必经常识之苦行,便能如佛所证的者,而证得之。 这个经典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高的一个层次,能够升起信心不逆,这相当不容易。 由此可知,他对于经中的义去,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否则的话,信心不逆是不能够升起来的。 这个心一生,他就能够贺单如来,就能够续佛会命,弘法立身,旧的三宝加持。 末后两句是赞叹的话,便能如佛所证的者。 佛所证的是什么? 无时无虚。 佛所证的究竟圆满,他所证的虽然不圆满,他分证,他证的一分,两分,那就非常可贵,能够证的一分,两分无时无虚,他信佛那是真信,他在行池上是真干,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肯定佛经上字字句句是真实语,只要照做决定正确,你要不照做,那就错了。 底下再解释信心不逆。 七,信心不逆,是依依如法。 由其已开会解,知非如此不可。 故能坚决其心,实行不为,正是所谓出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也,如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 虽上是凡夫,其功德以超常解苦行之菩萨也。 信心不逆,是依依如法,这一句解释得非常好。 但是说得太简单,恐怕初学不太容易领会里面的意思。 信心不逆,就样样都如法。 法里面有教法,有理法,理论,有行法,有果法,我们佛法里面常讲,教,理,行,果,一一都如。 教是教导,佛为我们说一切经,这是教导,我们从经里面觉悟了,这就是如理,理懂的了。 行是生活,是仪归。 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吃饭有吃饭的样子,做有做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依依要如法,这是在行法上讲。 理法上讲的什么? 无时无虚是理。 行,在世相上,样样都遵守规矩,佛门教已规,我们说通俗一点,样样都合乎规矩,无虚,心里面若无其事,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无实,这就如法。 穿衣,吃饭,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都要如法。 所以这四个字里面,含义就太广了。 事出世间法里面,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从事于什么样的行业,工作,都不出这四个字,一一如法。 尤其已开慧解,知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就是信心不逆,一定要照这样做。 故能坚决其心,实行不为,正是所谓出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也,如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这是举一个例子,这一发心就成就。 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过,婆罗门女要救她的母亲,这一发心,她母亲就离地狱了。 还没有修行,没去做,发的心,她那个心是真心,后面一定真干,不等到她修行有成就,她母亲先离开地狱,伸刀利天。 由此可知,发心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心是真心,不是说发了之后又忘掉,就不干了,那个没有用处的,发了之后真干,一发心这功德就不可思议。 我们在经上看到,婆罗门女跟光木女用什么方法度她的母亲。 她们的母亲在世间,都造极重的罪业,堕阿比地狱。 她们所用的方法是念佛,她不是念阿弥陀佛,她念的是绝华定自在王佛。 一样,这是念佛。 念佛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有效? 我们静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一心不乱。 她念了一天一夜,定中到地狱里面去。 由此可知,能够在定中去访问地狱,地狱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那个鬼王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到这个地方来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来受罪,一个是菩萨来寻视地狱的,来参观地狱的,他能够去,就是菩萨了。 换句话说,最低限度她念道是一心不乱,她念到这个程度,她才有能力去参观地狱。 她进去一打听,问问她的母亲,鬼王告诉她,你放心,你的母亲三天前到刀利天去想服去了。 三天前,她刚刚发心。 你就晓得,刚刚一发心,那个功德就现前,不可思议。 这里面有个道理,你要不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对于超度的事情,你会感觉到很茫然。 我们念几卷经就能把人超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婆罗门女的母亲为什么能够从地狱伸刀利天? 凭什么? 就凭她叫她的女儿做菩萨,她要不堕地狱,她的女儿也就不认真去修行,换句话说,她就正不了果。 她女儿之所以能够成为菩萨,超凡入圣,谁帮她的忙? 她母亲帮她忙,这个功德多大,她当然要生天享福,凭这个。 所以超度,超度的人真的超凡入圣,那个被超度的人得福报。 如果我们去给人家超度念经,有口无心,嘴里念的经,脑子里胡思乱想,一点用都没有。 假如我们在那里念经,恍然一下开悟,正果了,这个人立刻升天,道理在此地。 你细读《金刚经》,就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 光木女她也是念佛,她的功夫比婆罗门女要次一等。 为什么? 她是梦中见佛的,她不是定中。 梦中见佛,我们凡夫诚心诚意有感应,可以得到,定中我们就没有把握。 梦中见佛,我们可以说她至少也念道功夫成片,真诚心,梦中感的佛菩萨把这些事情告诉她,都是真感。 要是没有真诚的心如法修行,提升自己的境界,被超度的人凭什么? 如果说是我们对地藏王菩萨恭敬,天天拜她,天天拿香花,水果供养她,她就来保佑我们, 那的藏菩萨不是接受你的贿赂吗? 哪有这种道理? 那人家供养再多一点,败得再多一点,的藏菩萨跑到她家去了,不跑你家了。 没有这种道理。 诸位熟读,地藏菩,你就晓得那个超度它真有效。 为什么有效? 就在此地。 我们如果给人做佛事,这个东西很难,一卷经念下来,自己有没有误处? 没有误处就白读了。 一卷经读下来,自己真的有定,有惠,定会增长,被超度的人就得利益,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他只能得一分。 现在一般人超度,请七个法师,七个法师念,他也可以得一分,每一个人分一分给他,他就得一分。 七个法师真的念得有定有惠,才行。 他如果没有定会,那就很难讲了。 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要懂,懂得之后就不会毁谤,不会疑惑,要真正明了。 所以会解非常重要,智慧现前,真正明了事实真相,才晓得确实非这么做不可。 为什么? 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都是这么修成的,现在这些诸佛菩萨,也是这个原理修成功的,将来一切佛菩萨,也没有一个事例外。 离开这个原理原则,决定不能成功,这才晓得非依照这个方法不可。 不能不放下,不能不看破。 虽上是凡夫,其功德以超常解苦行之菩萨也,常解苦行的菩萨,我们常讲全叫菩萨。 在四教里面,藏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别教的菩萨,他们的确常解苦行,原教的初学者,初性位的菩萨,超过前面那些菩萨多多。 原因在哪里? 那些菩萨智慧没有开。 你要问,他们有没有听过,金刚经,在我想,一定听过。 这不经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宣扬,哪有不听的道理? 听了怎么样? 没懂,没肯做。 听了没有懂,等于没有听,听了要没有做到,也等于没有听,一定要做到才算数。 真正弃入无时无虚,真正做到无助不失,这个人才算是通达般若。 修行不管修学哪个行门,八万四千行门,无量行门,他都是从根本修,他把根本找到了。 行门不一样,那就是方法不相同,方法无量无边,原理原则是一个,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成就非常之快。 八,信的信心轻尽则生时相,信的应生轻尽心。 岂非正念真如之之心乎。 信的利益一切众生,应空有双离,行不失六度。 岂非乐极一切诸善行之身心,拔众生苦之大悲乎。 则信心不逆者,原具三心也。 信的信心轻尽则生时相,信的应生轻尽心。 岂非正念真如之之心乎。 这是讲发菩提心。 大乘佛法发心第一,菩提心这个名词我们都知道,都会念,也都会讲,但是什么叫做菩提心,不知道。 天天嘴皮上在发菩提心,实际上也不晓得菩提心是什么。 以为我念一念,我发菩提心,真的就发了,哪有这回事情。 菩提是梵语,觉悟的意思,菩提心是觉悟的心,绝而不靡。 马明菩萨在,大乘其信论,给我们解释,菩提心的体是执心,菩提心的像是身心,是大悲心,大悲心可以说是它的作用。 像是身心,用是大悲心。 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也给我们讲菩提心,菩提心之体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它的像是身心,是回向发愿心。 我们把这两个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比较明显。 它的体是真心,不是妄心,真诚到了极处。 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我的心很真,很沉,已经到了极处,那这个没有法子。 真诚标准在哪里? 清朝末年,陈国藩先生对于成字下了一个定义。 这是读孔子书,孔子书里面也讲到,格物置之,诚意振心,也讲到诚意,跟我们佛门的菩提心意思非常接近。 什么叫成? 一念不生是未成。 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一个妄念没有了,那个心是成心。 我的心很沉,这就是一个妄念,哪里沉? 沉在哪里? 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有一物就不沉,就不是真沉心。 由此可知,真心难。 执心,古人的解释,执心是正念真如,没错。 这个解释很准确。 正念真如就是曾国藩先生讲的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是正念,一念不生,真心现前,那个真的使正念真如。 可是凡夫做不到,如果你做到,那恭喜你,你是原初著的菩萨,超越阿罗汉, 辟知佛,全教菩萨多多,你超越了,华言经,上讲,法身大事,那不是普通人,可以参加世尊的华言法会,有资格。 在别教士出的菩萨,出的菩萨断正跟原初著是相同,就是,破一品无名,正义分法身,但是别教出的菩萨的智慧,比原教出著就差很多, 他没有原初著智慧那么样的圆满,智慧比不上。 观行,原教观第一,别教世行,着重在行上,观比较差一点,所以他定功可能很殊胜,但是会解救差很远。 就像,冷言经,里面妇楼那尊者,怀疑阿南。 世尊讲,冷言,讲到第三卷阿南开悟了,说了很长的寄送,也赞佛,真的开悟。 妇楼那在旁边听了觉得奇怪,阿南是出果,他是四果罗汉,所以提出质疑。 这什么原因? 阿南所知仗轻,所以他一听经开悟,烦恼仗众,所以他定力不如人家,烦恼没断,烦恼仗众,所知仗轻。 妇楼那正好跟他颠倒,妇楼那是烦恼仗轻,所以他正得九次地定,正得阿罗汉果,他所知仗众,听了半天没开悟,没听懂。 仗有二种,个人不相同。 由此可知,凡是原教根性的人,所知仗轻,烦恼仗众。 像别教,小陈,他们是所知仗众,烦恼仗轻,所以他修定容易的定,他容易成就,众生这两种根性不相同。 但是开悟的人快,他断烦恼,破无名,他用智慧断,他不用定功,定功是福,很苦,很不容易。 智慧马上就解决,快得很,真叫快刀斩乱麻。 尤其是金刚般若智慧,开这个智慧那还得了。 烦恼,无名,习气很快就断掉。 这事讲,岂非正念真如之之心乎,只要你能够信的,真正信的过,信心清净则生时想。 好像我们也信,真的信了吗? 不见得,仔细想想不见得。 为什么不见得? 因为你没有到信心不逆。 如果真的信了,你决定修清净心。 为什么? 因为修清净心,金刚智慧就开了,金刚智慧是如来果地上就尽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一开。 是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达,你再不会搞其他法门去了。 如果说我相信,可是还是胡思乱想,还是是非人我,还是贪甜吃慢,那你与这一句根本就不相应,你完全没有相信。 性的应身清净心,那就是执心正念真如,换句话说,菩提心的本体就现前,你就得到。 性的利益一切众生,应空有双离,行不失六度。 岂非乐极一切诸善行之身心。 身心是相,菩提心的相。 菩提心的相是什么? 不起心动念则已,起心动念就是要令一切众生的究竟圆满的利益,它没有别的心,就是这个心。 究竟圆满的利益,一定是空有两边不住。 我们在一生当中,一切识,一切处,一切都奉献给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就是乐极一切诸善行,身心是这个意思。 身心是什么? 喜欢善行。 乐,是喜欢,这个不念乐,念,要,乐是爱好。 即,就是我们讲的机功类德,跟机的意思是相通的,修集一切善行。 善行不是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叫身心。 拔众生苦之大悲乎,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大悲心。 执心,身心,大悲心,圆满的菩提心。 则信心不逆者,圆距三心也,所以一发这个心,非这样做不可,菩提心就圆圆满满的现前。 执心,身心,大悲心,根,观经,所讲至成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悲心。 三心圆发,圆满的发心,这真感。 一开端,信的这两个字就是信心不逆,信心不逆后面一定有这些现象。 九,此经观形,极圆极顿。 果能生解义去,信心不逆,其为圆顿根气无疑。 而圆顿人乃是一位设一切位,且可一超直入。 为在当人始终不逆,何单起来,决定当的无上菩提也。 此经观形,观门,行门。 极圆极顿,圆满到了极处,顿式顿超,快速,没有次第。 小成人修行有四果四项,是次第。 大成菩萨修行有五十一个阶级,是次第。 金刚经,上讲的,没有次第。 大方广佛华严经,还是有次第,他有次第,有圆容。 清凉大师所说的,行步不爱圆容,圆容不爱行步,行步是次第。 立根的人学,华严,顿超,顿根的人学,华严,就次第,都能得利益。 可是本经里面没有次第,所以是圆极顿极。 果能生解义去,信心不逆,其为圆顿根气无疑,我们在这个经里面,也能够勘验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 如果根性差一点,不怕,可以培养。 只要你对这部经典有兴趣,就像前面讲,你真的能够信得过,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只要肯努力,不断地熏修,会把我们自己这个根性变成圆顿,都是要在认真实行上,真做,点点滴滴去做。 首先,就是要发心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下手,肯牺牲自己,肯帮助别人,要发这个心。 这个心发了之后,一定要遵守无时无虚。 为一切众生做再多的好事,心里面若无其事,绝不放在心上,这是无时,又肯认真,努力去帮助别人,这是无虚,这就受持,金刚般若。 真正能这样做,又能每天读诵,假以时日,那就看你个人的根性,有些人三,五年开悟,这一悟就是圆顿根性,也有人十年,八年入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的根性可以转变的。 要懂的理论,要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修学,改造命运。 我们是个顿根,可以把它改成立根。 由此可知,顿见根性,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是会变的。 而圆顿人乃是一位设一切位,且可以超植入,圆顿根性的人,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一级一切,一切级一。 譬如我们这里讲的发心位,这是最低的,初发心,发心位。 发心位是初柱,初柱叫发心柱,菩提心刚刚发出来,三星原发。 他的果报,功德一直上书到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的功德,受用,他能够享受得到。 所以一个位次就设一切位,五十一位通设。 在上位的,譬如等觉菩萨,他也一直设原初诸位,原初诸所修学的,等觉菩萨不能不做,他天天要做。 初学要守的那些规矩,等觉菩萨还是要照做。 我们在本经一开端,看到释迦牧尼佛,入设位大臣启实,这一,持波,这一,持波是初学人学的,你们刚刚受戒就学了。 释迦成佛了,他也每天按照这个规矩,一点也不乱,他有次第。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集一切,一切集一,的确一位设一切位。 不但如此,而且可以一抄直入,这是讲原顿根性。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净土。 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净土法门跟这里讲的完全一样,净宗的确是大臣至原至顿。 我们这样一品烦恼没断,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你如果讲,华言,法华,一定要,金刚经,这个标准,要有这个标准才行。 我们念佛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让佛力加持,也能够得到这个标准。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我们要晓得。 真正是经上讲的,无量杰来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生当中成熟,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为在当人始终不逆,何丹起来,决定当的无上菩提也,末后这一句,虽然是勉励的话,他不是随便说的,也是真实语。 我们有缘分读到,金刚经,有缘分听到,金刚经,就跟,弥陀经,上讲的没有两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个地方是的深净土,我们这个地方,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你能够闻说,金刚斑若。 你要是善根福德因缘少,这个听不到。 大家细细想想,我们讲堂寺周围邻居有多少,他为什么不来听? 他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 你们还从很远的地方到这儿来听经,他就在隔壁他都不来。 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一点都不能勉强。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不是一佛,二佛,三佛,五佛所种善根,无量劫来,善根非常深厚。 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了解事实真相,承认自己确实有深厚的善根福德,遇到这个机缘。 今天关键就在底下这一句,始终不逆。 我们今天听到这事开始,在这一生当中要能够保持,在我们全部生活当中,依教奉行绝不违背,这就是信心不逆。 发这样的心,发这样的愿,三种菩提心你就圆满,执心,身心,大悲心都圆满。 何担起来,要把叙佛会命,弘法立身的责任,自己担当起来,我们要真干。 这样的人决定当的无上菩提,将居是在经上劝勉我们真正这样干,将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决定往生,不但往生,高品位的去往生。 十,信心不逆中,即聚三星,即是聚足三聚境界。 执心便是社律一界。 身心是社善法界。 大悲心是社众生界。 由此可悟经出言持界修复者,于此张聚,能生信心,以此为时之所以然矣。 欲于此经信心不逆,绝当从持戒修复作起。 信心不逆中,即聚三星,三星聚足。 三星是菩提心,执心,身心,大悲心,三星聚足。 即是聚足三聚境界。 往往一般人疏忽了,以为大成对于戒律好像疏忽了,好像不太重视,其实不然,大成人的戒比小成人还要清静,还要严格。 但是大成人并不表现在世相上,小成人在世相上非常执着。 在古代,还有一桩公案,我们佛门叫公案,一般人叫故事,有个故事。 唐朝时候,钟南山的道宣律师,他专门修戒律,戒律经研,感应的天人送饭。 他每天日中一时,他那个饭天人供养,天人尊敬他,戒律经研。 有一天窥姬大师从钟南山下面经过,顺便去拜访道宣律师。 道宣律师知道窥姬学问不错,教理通达,讲经说法,玄奘大师的得意门声, 但是在戒律、规矩上,他比较随便一点,对他就轻慢,尤其人家称他三车法师,对他并不怎么尊重。 道宣律师想趁机会来教化,教导他。 用什么方法? 天人供养叫他看看。 我一天日中一时,天人送供养给我,叫窥姬法师看到生恭敬心,生惭愧心。 哪里晓得那一天,天人没有来送供养,道宣法师目的达不到。 窥姬法师下山之后,第二天天人又来送供养了, 他就责备,你昨天为什么没有送来,那个天人就跟他讲, 昨天山上有大臣菩萨在这里,全山护法神护卫着, 我进不来,道宣法师听了,一身流冷汗,惭愧。 这才晓得,人家外表随便,心地清净,才知道自己不如。 一个是重行事,一个他不在行事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信心不逆里面就具足三具境界。 直心便是涉律一界。 身心是涉善法界。 大悲心是涉众生界。 由此可悟经出言持界修复者, 于此张具,能生信心,以此为时之所以然矣。 欲于此经信心不逆, 觉当从持界修复作起。 三星就是三具境界。 无量寿经,经题,清净,平等,觉, 是界定会三学。 清净这两个字就是具足重界, 平等是定,心平等就是定,定教等持, 等是平等,觉是智慧。 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学, 不但是三宝,是三学。 从这里能看得出来, 一法里面的确设一切法, 法法圆容。 经初所说, 持界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到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我们更清楚, 更明白。 如果不清楚, 不明白, 受持的心发不起来。 受持就是依教奉行。 这个心很难发起来, 必须真的透彻,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知道非这样做不可。 十一, 执心是断德, 成法身。 身心是智德, 成报身。 大悲心是恩德, 成应化身。 信心不逆, 成就如是种种功德, 祈福之书甚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也。 执心是断德, 断就是断一切恶, 断烦恼, 断无名, 断德。 成就法身, 就是正的圆满的法身, 要靠断德。 身心是智德, 成报身, 身心是智慧, 唯有真实的智慧, 才肯断恶修善, 才肯利乐友情, 所以他成就报身, 报身是智慧之身。 大悲心是恩德, 对于一切众身大慈大悲, 帮助一切众身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成就应化身。 报身是自受用身, 应化身是他受用身, 像, 普门品, 里面所说, 应以什么身的度, 就献什么身。 信心不逆, 成就如是种种功德, 祈福之殊胜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也, 全在, 信心不逆, 这一句。 真的是信心不逆, 菩提心献前, 三具境界圆满, 圆设三具境界, 将来的果报一定是正三德, 成三身, 他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 果报是成无上菩提, 所以说不可思议。 100, 举药别名曰教义名。 虚菩提, 以药言之, 是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这是从教义上来说的, 也就是讲从教学的义趣里面来讲。 一, 不可思议, 执法身严, 即是体也。 性体空计, 离名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故必须离相自正。 不可称量, 只报身化身严, 报化即是相用也。 不可思议, 执法身严, 即是体也。 本经处处都讲到, 法身理体, 真如自性。 性体空计, 离名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故必须离相自正。 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体会到, 为什么佛教给我们要无助身心, 那么样强调无助, 无助就是理相。 心要是有助, 法身理体决定透不出来。 佛法的修学, 不仅仅是禅宗, 任何一个宗派, 任何一个法门, 它的目的都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是佛法修学真正的目的, 要见性。 为什么不能见性? 因为你心里面有执着, 有妄想, 所以你就不能见性。 你有执着, 你决定离不开六道轮回, 你有妄想, 你决定脱不了十法界。 诸位要晓得, 十法界里成佛, 那个佛没断妄想, 那成的是什么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十法界里面的佛。 妄想断掉了, 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就到一真法界去了。 一真法界里面两种人, 原教出著菩萨, 别教出的菩萨, 别教登了的, 这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他才叫真佛, 分正佛, 天台嘉奖的分正佛。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在, 金刚经, 里面叫诸佛, 金刚经, 上, 诸佛, 诸佛是讲哪个? 就是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他是真佛不是假佛。 由此可知, 非离乡不可, 你不离乡你不能见性。 我们念佛人, 你要不离乡, 不能念道理一心不乱。 如果要念道理一心不乱, 这是用金刚般若来帮助我们念佛, 念道理一心不乱,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 那个成佛太快, 太快了, 实在不可思议。 凡夫成佛, 成原教就进原满佛,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 同样的, 往生难不难? 你果然能够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你不肯放下, 难在这个地方。 果然现在就放下, 现在就往生, 佛就来接引。 这些道理事实真相都要知道, 你都明了了, 你心里还有什么恐怖。 心经, 上讲的, 度一切苦恶, 所有一切恐怖你都没有。 纵然是三次世界大战, 那个原子弹掉在空中, 你看到, 放烟火一样的, 你往生了。 你说多自在, 一点恐怖都没有, 看热闹。 看完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来接引了, 多么殊胜, 多么庄严。 所以一点恐怖都没有, 恐怖是什么? 恐怖是放不下的人。 放不下, 往生一点把握都没有。 彻底放下了, 往生是上上品往生。 明子像要离。 今天下午有一个童修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很烦恼, 他念, 无量受惊, 大概念了不少遍。 他的日子不好过, 人家骂他, 他为什么难过? 折了名字香, 每一句骂他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 他都放在心上, 好难过。 你说这有什么法子? 如果真的懂得, 凡所有香, 皆是虚妄, 他骂他的, 骂几个终点骂累了, 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那多自在, 不就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我跟他讲, 你功夫不得力, 念经, 念佛都白念了, 真正功夫得力的话, 哪里有这个现象? 这香, 这就苦恼。 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源像。 心源就是心里面的攀缘, 怎么离? 心里面一切执着, 忧虑, 牵挂统统放下, 都没有了, 心源像就离了, 这个离得干净。 这个事情必须要离向自正, 这是人家帮不上忙的。 诸佛如来大慈大悲, 也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忙, 一定要我们自己离, 自己正。 佛只能够把方法教给我们, 把理论讲清楚了, 方法教我们了, 要自己去做。 佛能够加持我们的, 保佑我们的, 帮忙我们的, 就是这些。 不可称量, 只抱身化身炎, 抱化即是相用也, 我们讲体, 相, 用, 法身是体, 抱身是相, 应化身是作用。 抱身不可称量, 是从受量上说。 法身无始无终, 是体, 本体, 抱身有始无终, 真的是无量寿, 应化身有始有终,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因此应化身无量无边, 特别是身在极乐世界。 如果身在他方诸佛世界, 还是有范围的, 一个大千世界, 两个大千世界, 乃至十个, 百个, 千个大千世界, 还是有范围。 唯独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净虚空, 变法界, 没有范围的。 哪个地方众身有感, 他就在哪个地方现身, 作用就跟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 所以不可称量。 要什么样的身份才达到这个目标? 下下品往生的人, 带叶往生下下品同居土, 都是这样的。 这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 道理在此地。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六十五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五。 请经本第一百四十四面。 二, 无边, 以明示修, 离四句之意。 公, 为一钞直入。 德, 为体用元章。 是此经教义, 理事双荣, 信修不二, 能以一钞直入之修功, 成就体用元章之信德者。 此事将无量无边功德约自行者说。 若严厉他, 则有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 以利益众生, 同振菩提。 这一段意思说得很圆满。 世尊在经上就教义这一方面来说, 这不经, 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说了三句。 无边是说明是修, 在世相上的修持, 这不经教我们在世相上, 世相就是指日常生活, 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也就是我们生活全部的活动。 行门的纲领就是无助身心, 无助就是离相, 离一切相, 这个地方用四句就全部都包括。 这四句是, 有相, 无相, 无相就是空相,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这四句就把一切法相全都包进了。 功, 是讲功夫, 我们修行的功夫。 实在讲功夫就是离相的功夫, 都是离相, 真的有浅身次第不同。 在这不经上尤其说的明显, 从小成出果须佗环就离四相, 这是功夫浅的。 到等觉菩萨, 他们修的还是离四相, 这是古得叫人放下, 放下再放下, 我有放下, 还要放下, 就这个意思。 有功夫浅身不一样。 一直到等觉菩萨, 要不要放下? 还要放下? 放下什么? 最后一品身相无名, 那个放下才成功。 由此可知, 金刚精, 却确实实叫单刀直入, 直结了当。 菩萨行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你能放下一分, 你就多看破一分, 多看破一分, 你就又多放下一分。 看破根放下相辅相成, 它是循环的, 互相帮助的,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一抄直入, 抄, 抄越次第, 入, 得就是入, 入如来果的的境界。 得, 就是得到, 你一分功夫, 你就得一分。 得的什么? 体用原章。 由此可知, 得就是禅家所讲的见性。 见性, 体是性体, 用事性的作用, 真心本性的体用, 远远满门都显露出来, 章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像是迦牧尼佛在经初给我们所示现的, 这一, 持播, 就是体用原章, 被虚菩提尊者见到。 虚菩提能够见到, 我们要晓得虚菩提入了这个境界, 他要步入这个境界, 他怎么会见得到?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 我们没入这个境界, 我们没入这个境界。 所以, 入这个境界就见到了。 这一不经的教义, 是, 理事双容。 理事无助, 事事身心。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事意不事而。 理根是融成一体, 性修不二。 性德跟修德, 性德是理体, 修德就是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都是属于修。 能以一超植入之修功, 修行的功夫, 一超植入的修功, 就是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就是这一句。 成就体用原章之性德。 华言, 经体讲的, 大放广, 无量寿经, 经体讲的, 清静, 平等, 绝, 都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无遗。 这些话, 都是讲无量无边的功德, 从自己修正这一边来说的, 自受用。 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 方法去修行, 自己得到的受用。 如果要是说利他, 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若言利他, 则有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 怎么利人? 利人有两种方法,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为人演说, 演示表演, 我们做一个榜样给人看, 那叫演, 说是解释。 这是两种方法, 诸位要晓得, 演说是两种方法, 不是一种。 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幸福美满, 他看到一定生仰慕之心, 他很想学习。 在学习当中, 他免不了有疑问, 有疑惑, 他来向你请教, 你一定要详细给他讲解。 如果他没有向你请教, 你看出来了, 知道他有疑惑, 也知道他有能力接受, 愿意来修行, 不等他说, 我们也要找他来解释。 这就是戴经里面常说, 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 他没有来请教, 就要主动地给他讲经, 成就他的无边的三身, 能成就别人法, 当然也成就自己的法, 报应三身。 自己三身没说, 但是前面讲体用元章之信德, 这一句话里面就含着有三身。 以利益众生, 同振菩提, 自他不二, 这是从教上来说的。 101, 约元启明。 如来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这是讲元启。 金刚经, 对象是何等的人物, 这一小段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由此可知, 我们读诵, 金刚经, 修学班若法门, 自己觉得不得受用。 这一部经, 诸佛赞叹, 诸菩萨赞叹, 历代的祖师大德, 无论是哪一宗, 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 普遍的赞叹,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我们不得力? 读到这一句应该觉悟, 我们没有发大臣。 大臣是什么? 菩提心, 我们没发菩提心。 也许同修觉得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那是你自己以为发的。 菩提心是什么? 不知道。 菩提心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发的是什么菩提心? 菩提心如果具体来说, 是静夜三幅。 三幅最高的那一层是菩提心。 由此可知, 菩提心是有基础的, 底下没有基础, 菩提心怎么能发得起来? 我们细心, 冷静地观察, 偶一大师在, 要解, 里面, 虽然说得很简单, 真心发愿, 一心求生净土,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样的人有没有具备底下的基础? 具备了。 凡是这样的人, 你去观察他, 他孝顺父母, 他尊敬师长, 他有慈悲心, 他不伤害一切众生, 第一条符具足了。 第二,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仪, 他也具足了。 他没有受过三规一, 行事的三规他没有, 他真的回过头来, 专门依佛陀的教会, 他真归依。 他没有行事, 他有实质。 他心地清净无染, 没有恶意, 那个界就具足了。 他能够老实念佛, 老实, 威仪就具足。 可见得前面两幅, 人家圆圆满满的具足了。 我们自己冷静反省反省, 我们有没有具足? 还真有问题。 我们有没有做到孝养父母? 不仅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的心, 养父母之志, 孝养的意思很深, 很广。 奉事师长, 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有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认真努力去做, 那才是奉事师长。 不是对老师很恭敬, 样样都把他伺候得很周到, 老师不要求这些。 老师是传道者, 你真正能够接受, 真正能把道发扬光大, 老师欢喜。 是不是真正具足慈悲心, 真正去修实善业道? 这是第一符, 基础的基础。 学佛从哪里学起? 从这里学起, 不从这里学起不能成就。 一、发大臣, 为发行菩萨道之心。 发最上臣, 为发少龙佛种之心。 发大臣, 为发行菩萨道之心, 这是发大臣。 一四红士愿, 修六度万行, 这是发大臣的人。 什么叫发最上臣? 发最上臣, 为发少龙佛种之心, 这是最上臣。 一四红士愿, 修六度, 未必发心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未必发这个心。 假如要是发少龙佛种的心, 少龙佛种就是讲的佛祖, 就是佛菩萨, 祖师大德, 代代相传大臣佛, 佛法, 今天传到我这里, 我一定要继续把它传下去, 要把它发扬光大, 这叫少龙佛种。 继承佛祖的家业, 发这个心, 四射, 六度自然在其中, 你没有四射, 六度, 你这个做不到。 所以这个比四射, 六度更要殊胜, 更是难得。 佛这不经, 是为这种人说的。 为什么为他们说? 因为这种人至大, 心大, 佛要不为他说一抄植入的根本大法, 佛就对不起这一类的根基。 佛说法应激而说, 有这种根基的人, 佛是一定要说, 帮助他满他的愿望, 这些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二, 如来继位如是发心者说, 则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之人, 其发心可知。 其开佛之见可知, 其为少龙佛种意可知。 则为发心圣, 根基圣也。 如来继位如是发心者说, 则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之人, 其发心可知, 这就是发大臣的。 发大臣一定是信心不逆, 一定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 其开佛之见可知, 这种人的佛力的加持, 他独经开智慧, 他听经也开智慧,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开智慧。 为什么?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他把经典的理论, 方法统统做到。 所以在生活里面会开智慧, 在待人接物里面都开智慧, 处处有误处, 时时有误处, 开佛之见。 以前为什么不开智慧? 以前没有发大心, 其心动念都自私自利, 其心动念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这叫大障碍, 把你自信里面般若智慧, 无量得能障碍住了。 现在你依佛在, 金刚般若, 上讲的方法去修行,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那就不一样。 这个障碍放下了, 所以时时处处都有误处。 我们读经便便有误处, 为人演说次次有误处, 这才得法系充满, 得真实受用。 所以, 其为少龙佛种亦可知, 这样人确确实实有能力, 有智慧, 有因缘, 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则为发心圣, 根气圣也, 根气说在发心之后, 他不是说, 根气圣, 发心圣也, 他不是这么说法, 这个句子如果一颠倒, 意思都不一样了。 如果说, 根气圣, 发心圣也, 我们想想没指望, 我们的根气不圣。 他说, 发心圣, 根气圣, 我们还有指望, 我们只要发心, 我们的根气从列就变成圣。 这就是充分说明, 静随心转, 相随心转, 一切法为心所变, 这句话里面充分说明了。 所以我们不怕自己业障重, 不怕自己书念得少, 学历不够不怕, 怕的是自己不发心。 念到大学毕业, 念到博士学位, 他不发心, 有什么办法? 这个人小学也没有毕业, 他真发了心, 他一发心他的根气圣, 他就能够续佛会命, 就能够弘法立身。 发心第一, 佛法的缘不在别的, 就在发心。 102, 约赫丹明。 这是第三段, 就, 和丹, 来说明。 和事负贺, 我们今天讲负起这个责任, 弘法立身的责任, 续佛会命的责任, 单事担当, 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若有人能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成就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如是人等, 则为何丹如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段经文是从正面来说, 有正显当然还有从反面说明的。 我们先看这段经的意思。 一, 发心修行之凡夫, 其福甚彼常解苦行之菩萨者, 因其发少龙佛种之心, 修少龙佛种之行故也。 何丹如来, 证明其能少龙佛种也。 这一句的意思, 这一小段, 意思是无限的声广, 绝不能够粗心大意这样看过, 那就太可惜了, 不但你辜负了世尊, 你也辜负了将居士的美意。 佛在这部经上所显示的, 出发心的人, 前面已经四次较量功德, 我们是伯的凡夫, 烦恼一品都没断, 但是你要真正发这个心, 你的功德超过长劫, 长劫那是不晓得他修了多少劫, 那种苦行的菩萨, 你超过他。 你要问你凭什么超过他。 这些长劫修行的菩萨, 还没有发心丹起如来弘法利生的担子, 他没有发这个心。 诸位想想, 长劫修行的菩萨都不如, 我们修这一点界定会算什么。 那怎么能跟人家比, 这才知道发心和丹如来, 功德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佛慈的暗示我们, 你如果想你的功行要超过长劫修行的菩萨, 有没有方法? 有, 你发这个心就超过了。 也许有人问, 这个心我发了, 我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这个发也是空的, 那你不是真心发的, 你要真心发, 那个智慧, 能力很快就得到。 怎么知道? 大家都晓得, 佛门有一句俗话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谁不舍一人。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你看看这里, 你只要一发这个心, 如来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十方如来都看到, 都见到了,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这个心一发, 心里面放无量的光明, 这个光明跟十方诸佛的光, 光光相应, 立刻就得佛力的加持, 怕的是你不肯发心, 你就没办法。 佛一定加持你。 那就跟, 普门品, 里面所说, 应以什么身的度, 诸佛如来就化身来指导我们。 来协助我们, 满足我们续佛会命, 和丹如来的愿望。 可见得, 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发心, 不是真正发心, 那个不行。 怎样才叫真正发心? 其实这部经上讲的已经很清楚, 很透彻, 一定要信心不逆, 一叫奉行, 那就是真的发心。 我们再把这一段的教义, 落实在生活里面来说, 大家就更容易明了。 你有没有真正孝顺父母? 真发心的人, 一定是真的孝顺父母, 他尽心尽力去做, 那是真发心。 诸位要晓得, 佛法的修学是从, 孝卿, 尊师, 这里下手的。 真正奉事师长, 对于师长的教训, 对于师长的教会, 不但是念念不忘, 而且真正去做到。 从这里面, 才真正看到信心不逆, 看到一叫奉行, 这才能得诸佛如来明显的加持, 明家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 佛保佑你, 显示非常显著。 譬如你自己已经觉得烦恼轻, 智慧常。 从前头脑好像笨笨的, 现在聪明了, 这都是好现象。 以前心中烦闷, 现在心胸开阔, 以前看人, 看事, 都看不顺眼, 现在看人, 看事都很欢喜, 境界在转变。 这世的佛力加持, 业障消失, 智慧, 得能的增长。 这说明这个人确实他有能力和单如来, 证明其能少龙佛种也。 二, 修学必须明了教义, 云和的明。 多读大臣以广其心, 情修观行以消其障, 长求加倍以开其会。 以如是增上元熏席之力, 久久自明。 修学必须明了教义, 这是修学的根本。 教义不明, 你从哪里修起? 一定先了解佛教给我们那些道理, 那些方法, 这个很重要。 云和的明, 教义怎么明? 多读大臣以广其心。 先要把心量拓开, 从前心量自私自利, 要多读大臣经, 大臣经心量大。 情修观行以消其障, 障是业障。 业障要怎么修, 怎么去掉。 要情修, 真修, 认真努力绝不放松。 修观是修正我们的见解, 思想。 修行是修正我们的言语, 造作, 我们生的造作, 口的言语, 这是属于行。 观行简单的讲, 就是包括见解思想, 言语行为, 包括这些。 要认真努力依照佛的教会, 把一些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 这就消业障。 常求加倍以开其会, 求佛菩萨加持, 不求佛菩萨加持, 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得到。 但是求佛加持不是在口头上, 口头上求佛求不到的, 要在行动上, 我真的照做, 你不必要天天去求, 佛自自然然加持。 如果一位在菩萨面前, 供养, 祷告, 祈求, 思想, 见解, 行为还是常常犯过失, 那个没有用的, 那一种求是不会有感应的。 感应道教, 我们以思想, 行动来感, 佛菩萨自然就有应, 这才能得到保佑, 得到加持。 以如是增上元熏席之力, 久久自明。 熏, 是比喻, 像熏香一样, 不能够中断, 习, 是要实习, 也就是在生活, 工作里面, 认真努力去做, 一定要把它做到。 时间久了, 自然就开智慧, 明示智慧。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出世法的大道理, 自然有误处, 自然能够明达。 三, 利益众生为, 功, 常养菩提位, 得。 无边功德四字, 总明示经教义, 有正体启用, 便满无边法界, 利益众生, 同正菩提, 无量无边之功德也。 利益众生为功, 常养菩提位得, 功德两个字, 含义也是无有穷尽。 从大体上来说, 功是修行的功夫, 得是你修行的成就。 在此的说, 利益众生是功。 大乘法里面, 佛教导一切菩萨起心动念都要为众生, 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 不可以的。 有一念为自己, 以, 金刚经, 的标准, 你就不是菩萨。 你还有一念为自己, 你已经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你四相聚足, 佛不承认你是菩萨。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弘扬佛法, 我们要存这个心。 这个心是菩萨心, 这个心才叫发达成者。 能发这个心, 能照这样去做, 你的功德利益是什么? 烦恼天天清了, 智慧天天增长, 得能天天增长, 这就是常养菩提, 你的的是这个。 智慧, 得能天天在增长, 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做得更多, 更圆满。 你做得更多, 更圆满, 你善根, 福德就越来越大, 越大, 为众生服务的就越多越广, 相辅相成。 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果的, 就是这么一桩事情。 无边功德四字, 总明是经教义, 有正体启用, 便满无边法界, 利益众生, 同正菩提, 无量无边之功德也, 这几句话, 如果不是在此的说的, 我们听了很难接受。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听了这几句话, 大概不至于反对, 也能够点头, 肯定。 这个说法是事实, 不是虚假的。 无边功德这四个字, 是说明, 金刚经, 的教义, 金刚经, 上所讲的理论与方法, 却确确实实有另一切众生正性, 禅宗里面讲见性, 启用。 正体, 体根性是一个意思。 体性是什么? 我们读这部经也应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体是无时无须。 佛教给我们无助, 无助是正体, 身心是启用, 而行不失是启用。 不失代表六度万行, 代表我们生活的全部。 变满无边法界, 利益众生, 同正菩提。 我们自己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也帮助一切众生如法修行, 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所以说无量无边的功德。 真能叫一切众生同正菩提, 这个地方同正菩提就是原成佛果。 死的的菩提是无上菩提, 就是令一切众生各个成就尽圆满的佛果。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为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原理原则, 就是彻底明了通达, 认清了事实真相是无实无虚。 我们在这一个事实真相里面, 怎样过日子, 怎样生活, 遵守着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与无实无虚完全相应。 相应就叫称性起修, 就叫全修在性, 性修不二, 就是这个意思, 远远满满的, 一丝毫的缺陷都没有。 大家也都听了, 这样的话在, 金刚经, 里面听了很多很多遍, 为什么还用不上? 还落在虚实里面, 还以为这五欲六成, 自己的色身, 受, 想, 行, 实, 还以为都是真的, 以为都是实在的。 原因在哪里? 这不经意虽然读多遍, 听多遍, 还是没有会进去。 你如果要再问, 为什么还领会不进去? 训习的力量不够, 你还是没有觉悟。 有些人听到, 明白了, 觉悟了, 那是叶障轻的人, 我们讲是所知障轻的人, 他明白, 所知障重的人, 他没有办法明了。 诸位要是了解这一个情形, 你就晓得修学成功关键在, 缘。 如果讲因, 我们每一个人在因都具足,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佛性是成佛的真因, 我们都具足。 因要能变成果, 当中要缘。 善导大师在, 观无量寿佛经, 注解里面讲得真好, 他说我们凡夫往生四土, 三倍, 九品,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都在欲缘不同。 这个话我们听了, 所有一切疑惑都断掉了。 换句话说, 我们要遇到缘好, 上上品往生我们有分, 都在一个缘。 最甚的缘是什么?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把这部经典给我们讲解分析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全搞清楚了, 这个缘甚。 若非真正善知识, 虽然给我们讲解介绍, 含糊笼统, 我们对于教义不能够透彻明了, 甚至于半信半疑, 甚至于相信他自己都不清楚, 总是像隔一层的样子, 这就是缘比较差, 缘不舒胜。 所以第一个是要遇善知识。 第二个要有好的同参道友, 在修持过程当中, 互相的警测, 互相的勉励, 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个就是有清静道场, 没有人来障碍, 没有人来打闲叉, 这都是属于缘。 这三个缘要具足, 大概这个人一生当中决定的身。 缘从哪里来? 实在讲要靠佛菩萨帮忙, 我们果然发真诚之心, 佛菩萨会照顾。 这个也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你真心去做, 真正发心, 就有佛菩萨, 就有护法神, 在那里帮助你。 这个功德, 因为无时无虚,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你这个心是清静, 平等, 心里面不但没有执着, 也没有分别, 所以他这个心那个力量是尽虚空, 变法界, 利益众生太广大了。 利益我没看到, 虽没看到, 他这个能量达到了, 根虚空法界一切诸佛菩萨, 就像那个灯光一样, 光光护照。 这一支灯光不晓得这一支灯光, 那一支灯光也不知道那一支灯光, 但是确实光光护照。 一盏灯里面有一切灯的光明, 一切灯里面有这一盏灯的光明, 这入华言境界。 用金刚经, 入华言境界, 太简单, 太容易。 这真正是一钞直入。 金刚经, 讲的是原理原则, 落实在世相上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大乘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跟, 华言经, 无二无别, 古人称为中本, 华言, 阿弥陀经, 是小本, 华言。 把无时无虚,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落实在世相上, 就是这个华言三经。 把这个合起来讲, 意思就非常的圆融, 真的是便需空尽法界, 利益众生, 同振菩提。 这个功德不要说是凡夫没有法字说得出, 诸佛如来也说不出, 跟普贤菩萨赞如来的功德海一样说不出。 四, 虚知因形同, 因心不同, 果报自然不同。 欲成辩界分身, 普度寒食, 不可量之化身。 必当发利益一切众生, 以拔一切苦之大悲心。 发如是心, 必正如是果。 虚知因形同, 因心不同, 果报自然不同。 因形同, 譬如说两个人同样持戒, 戒行都非常经严, 这是两个人修得相同。 可是两个人的发心不同, 一个人发心求自立, 一个人发心求利他, 那果报不一样了。 虽然修得行门相同, 果报不一样。 欲成辩界分身, 普度寒食, 不可量之化身。 必当发利益一切众生, 以拔一切苦之大悲心。 发如是心, 必正如是果。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明因形同, 因心不同, 果报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要想成就变法界分身, 即击呼呼跟如来果地上的德能无二无别, 尽虚空变法界的化身, 不是如来做不到。 即使是如来, 都成了佛, 都圆满菩提, 智慧德能完全都一样, 有一些佛的确是 尽虚空变法界分身, 有一些佛只是一个大千世界, 两个大千世界, 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十个, 百个, 千个大千世界, 并不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分身, 尽虚空变法界, 它有没有能力? 有能力, 有能力为什么没有献这个香? 因地当中没有发这个愿, 果地上献的像就不一样。 唯独阿弥陀佛, 他在因地上发的愿, 就是要度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因此成佛之后, 他献出果报超过诸佛, 是这么超过的。 我们常讲, 佛佛道同, 为什么这个不同? 阴形同, 阴心不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 的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尽虚空变法界化身。 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我们阴形不同,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阴心同。 形式不同, 我们跟一切诸佛菩萨差远了。 我们心跟阿弥陀佛的心同, 所以的佛力圆满的加持,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变法界分身, 这里面趣味无穷, 一里深广。 普度寒食, 寒食是一切众生, 特别指六道众生。 食就是八食当家, 没能够转食成智。 寒食里面, 包括的是六道凡夫, 二圣, 全教菩萨, 还没有破无名, 正法身的都是寒食, 去度这些人。 不可量之化身。 现在, 我们要做的是些什么? 我们想有这样的成就, 像弥陀一样有这么样的成就, 现在要发一个心, 要发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心发了一定要有行, 如果没有行, 你这个心不是真的。 发了心后免一定做到, 要做利益一切众生之行。 哪一种利益当前最需要? 新加坡这一块净土, 人民生活很富裕, 物质上不需要, 需要的是精神, 需要的是觉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破迷开悟的范围很广, 方法无有穷尽, 我们念念之中, 时时刻刻要随缘随力去做, 我们发的这个心是真心, 不是忘心。 目的是拔一切苦, 是为这个 不觉悟, 苦。 迷惑颠倒之苦, 妄想烦恼之苦, 生活工作当中产生错误的苦。 我们要怎样帮助众生开智慧?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劝人学佛, 以种种善巧方便劝人学佛。 可是你要劝人学佛, 你自己先要学佛, 自己不学佛, 劝别人学佛, 别人很难接受。 譬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你自己要孝顺父母, 你自己要奉事师长, 你要做出来给人看, 然后你劝人, 人家相信, 人家会受感动, 自己做不到, 单单是言语上劝人, 没有用处的, 先要自己做到。 我们今天劝人学佛, 这个工作做得很多, 但是效果不大。 原因是什么? 我们自己没做到。 我们自己要是真的做到, 效果就不可思议。 先从本身做起, 劝人听经, 我自己要听经, 我自己不听, 劝人家听, 你为什么不听? 没有理由的。 特别是此的所讲的和单如来, 去佛会命, 你要发这样的心, 你就不能不听经。 你发心将来要红法立身, 要讲经说法, 法师讲经你不听经, 将来你讲经也没有人听你的, 因缘果报, 果报不可思议。 事出世间一切法, 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 这个要知道。 我希望我讲经时, 大家都非常认真来听, 真正得到法义, 别人讲经我去听就要认真, 果报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大乘法里面常说, 不但是菩萨, 诸佛如来不清初学, 这是, 华严经, 的教义。 华严经, 是一位摄一切位, 等觉菩萨不敢轻慢初学。 初学人来讲经, 他也恭恭敬敬地来听, 也如理如法不失威仪。 这一桩事情, 我们过去在台湾, 李炳老常常赞叹周邦道居士, 他却确实时做到不清初学。 周先生他是大学教授, 他曾经做过教育厅长, 主持一个省的教育, 一生从事于教育事业, 晚年跟李老师学佛。 我们这些同学初学讲经, 程度里面几乎一半是小学程度。 我们在台上讲经, 周老师在下面听, 不但恭恭敬敬地听, 他还拿笔记本做笔记。 他不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 每一堂听经他都带笔记本, 所以李炳老对他多次的赞叹, 他是我们最好的修学榜样。 他的夫人感应的藏菩萨现身, 的藏菩萨的化身, 有这么一段缘分, 可见得那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英语果我们一定要重视。 现在这个世间, 大家对于英果疏忽了, 以为这是迷信, 他不知道这是事实。 佛在大成经上常常说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就是实法界一正庄严, 他的真相就是 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生心, 要生善心, 要生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不能生自私自利的心。 生自私自利的心, 要知道那叫轮回心, 把自己舍掉了,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菩萨心。 一个轮回心, 一个菩萨心, 一念之间, 就看你怎么各传法。 念念为一切众生, 这是大悲心。 发如是心, 必正如是果, 因果丝毫不爽, 发什么样的心, 后面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 五, 欲成福慧庄严, 相好无边, 不可称之报身。 必当发广修六度万行, 乐极一切善法行之身心。 前面这一段, 讲求的是无量无边的分身, 就是硬化身, 你应该怎么各修法, 要修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起心动念都要利益一切众生。 如果要想成就自己的报身, 怎么修法? 修身心得报身, 修大悲心得硬化身, 修直心正法身。 菩提心里面讲的三心, 直心, 身心, 大悲心, 这三心正三身。 必须三心原发, 我们的三身才原正。 明了这个因果, 我们自然就会认真努力地去做。 福慧庄严, 相好无边, 经上常讲三十二项, 八十众好, 那是硬化身的佛, 硬身佛, 相好无边, 这是讲报身佛。 观无量寿佛经, 赞叹西方世界阿弥陀佛,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相好都说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相好从哪里来的? 身心来的。 身心是什么心? 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好心, 好心旧的好香, 旧的好爆。 什么样的心才算是好心? 好心这里有标准, 广修六度万行, 这是好心。 行门, 行门是什么? 我们生活行为。 生活行为无量无边, 从早到晚,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 从我们出生到报净, 这一生就数不净, 那要说到过去无量节, 哪里能说得净? 无量无边的生活行为里面, 统统遵守六度的纲领。 不施, 舍己为人, 这个意思要懂的。 不施是舍己为人, 念念为一切众生, 这是不施。 持戒, 样样如法, 守规矩, 守法度。 忍辱, 无论大小事情有耐心, 有毅力, 没有耐心, 不能成就。 精进, 是不断在改进, 改过失就又进一步, 改了就进步, 不断地在改进。 禅定, 是你心里面有一定的方向, 有一定的目标, 不会杂乱, 一杂修, 一乱修就不能成功。 禅定, 心有主宰, 不为外境所动, 不但不为五欲六成所动摇, 不为一切法门所动。 华言经, 上财善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表演这个法门, 实在讲善财童子所做的具体内容, 五十三餐就是六波罗蜜。 他每参访一位善知识, 到后面是炼得理词。 炼得理词, 是什么? 是不施波罗蜜。 不施是什么? 放下! 我很感谢你, 你教导我的, 你的法门我不学, 我再去参访别人。 他自己修学的什么? 念佛法门。 谁教他的? 根本的那个老师教他的。 他没有改变初衷, 他的根本的老师是文殊施力菩萨。 文殊菩萨, 我们在经文里面没有看到他教他念佛法门, 经文字面上没有, 这意思有。 意思在哪里? 文殊菩萨发愿求生净土, 他是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 你想想看文殊菩萨教他什么? 如果不教他念佛法门, 哪里是入世弟子? 他就不是入世弟子。 意思有, 老师是求生净土, 老师知道这个法门第一, 一定是传他第一法门, 不能把第二法门传给他。 这是意思按中有, 你要能从这上面去看, 去体会, 经文上没有, 但意思有。 可是经文上明显的也显示出来了, 第一个参访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 这是明显的意思, 暗显, 明显都出来。 到最后菩萨菩萨时大愿亡倒归极乐, 那就整个拖出来, 原来善才是修这个法门。 参访总总法门, 一切法门他都知道, 他没有一样不晓得, 你要问他, 他都知道, 你要想学, 他都可以教给你, 但是他自己不学, 练得理词。 理词的意思很深, 放下了。 不但是原放下, 佛法也放下, 真正是一门深入。 禅定波罗密, 班若波罗密, 都在这里显示出, 他没有智慧, 他不敢放下, 唯有高度的智慧, 真正的定功, 他才不为一切法门所动摇, 所以班若智慧 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我们要乐极, 乐是欢喜, 欢喜积极一切善法行, 这是身心, 这叫好心。 心里面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 念念是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事, 总是怀了一个利益的心, 决定没有一个不利之心。 这样的阴行的的果报, 就是相好无边, 不可称良的报身, 报身是这么修来的。 要想到一切诸大菩萨们, 都是这样修学的, 没有例外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 从现在就要发心, 发心是越早越好, 心一发就干。 要认真努力, 要毫无保留, 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不能有丝毫的保留。 保留是什么? 是吝啬。 财物保留, 吝啬, 法要留一点, 叫吝啬。 吝啬的贫穷果报, 吝啬的愚痴果报, 我们不要贫穷, 我们不要愚痴, 财, 法都不可以吝啬, 尽心尽力去修布施, 去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身心。 六, 出发时, 尚未断念, 只有向身灭门中, 精进情修不着相, 不坏相, 普立一切之六度。 且无使来妄想, 非力是恋心, 绝不能除。 此阶学佛之锦要关键。 出发时, 尚未断念, 这个都讲到老实话, 落实在我们现实的基础上, 我们的烦恼未断, 之见不圆。 要不要修? 要修。 只有向身灭门中, 精进情修不着相, 不坏相, 普立一切之六度, 我们先这样做法。 什么叫身灭门? 不必去理会。 身灭门所讲的就是这个念头,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身灭门里面, 没有办法断妄想, 分别, 执着。 但是有路可走, 要紧的是, 精进情修, 这四个字。 特别是经, 经就是经一, 纯一, 专一, 才叫经。 经的反面就是杂乱, 杂修, 乱修, 那就不经。 竟是进步。 进步大家都在求, 很努力的在求进步, 但是他进步是精纯的进步, 还是杂乱的进步, 那个果报完全不一样。 精纯的进步, 给诸位说, 你能够的三昧, 你能够明星见性, 也就是你能够开班弱智慧, 利益在此地。 如果是杂净, 乱净, 你也有进步, 你的进步将来的什么果报, 可以成为全世界的佛学博士。 你将来可以著作等身, 讲得天花乱坠, 但是你的烦恼不能断, 你的妄想不能断, 你将来还继续搞六道轮回, 佛门里面所果正的这个事, 与你没有分。 这个利害得失我们要搞清楚, 关系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砸不得, 乱不得。 我们学佛的人, 念念要利益众生, 不能害众生。 害众生, 你多学己门好, 那是害众生, 那不是利益众生。 到什么时候再劝他, 你要多学。 他已经得定, 已经开智慧。 在我们大乘佛法的标准,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生, 这个时候广学多闻。 为什么? 四红誓愿的, 烦恼无尽誓愿断, 你断了。 剑丝烦恼断, 沉沙烦恼断, 无名破一品, 你有资格广学多闻。 所以, 华严经, 是佛讲的第一步经, 是我们大乘修行的范本, 典范。 善财童子在文书菩萨这一回上, 的根本质。 什么叫根本质?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生, 这是根本质。 没有这个程度, 不可以离开老师, 要受老师的照顾。 你智慧没有开, 邪阵, 真假, 厉害, 得失, 你没有能力辨别。 反正我现在也不错, 什么妖魔鬼怪, 我一看就清楚, 可以辨别, 你要把, 冷眼睛, 里面五十种阴魔拿来看看, 你就傻了。 我们凡夫看完全是佛境界, 百分之九十九跟佛境界一样, 里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越是高级的魔, 不得了, 它也是金色深, 也放金色光明, 你怎么能辨别那是魔, 那不是佛。 丝毫不一样就不相同。 我们所晓得的, 佛的金色光明跟佛的光明一样大, 但是魔的金色光明, 它那个光刺眼睛, 像太阳一样刺眼睛, 光强烈, 而佛的光明是柔软, 不刺眼睛。 除这个之外, 你根本就不能够辨别。 一定要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冷言经, 上五十种阴魔你有能力辨别, 一接触就明了, 这样才可以出去参学。 所以他一出去参得云比丘, 他就是原教初主。 每参访一位善知识, 他的菩萨位次升高一级, 五十三参他就圆满成佛。 他参访哪一位善知识, 那个善知识代表哪一个等级的菩萨果位, 善才就达到他的果位, 就达到这个等级, 所以是一身圆满成佛。 华言, 讲得详细。 我们现在用功夫, 就是在不着相, 不坏相, 不着相, 无助, 不坏相, 身心。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你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持戒也好, 学教也好, 决定不能把这个原则忘掉, 就是,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这个原则是通一切法门的。 无论大小成, 无论险教, 密教, 统统通达, 没有一个法门能够违背这个原则, 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的, 一定要遵守, 能在这个地方生起信心不逆, 非依照这个方法做不可, 你能够有这个坚定的信心, 有这个真切的认识, 你这一生决定有成就。 普利一切众生之六度, 六度是以, 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做基础, 这才能成就。 且无始来妄想, 非利是恋心, 绝不能除, 无始劫来的妄想, 分别, 执着, 怎样除掉。 要在世相上锻炼, 才真的放下。 如果不在世相上磨炼, 你的放下是假的, 不是真的。 大臣菩萨修行, 要接触群众, 不能躲在深山上学小臣, 小圣是摆脱社会的清净心, 大臣是在红尘里面修清净心。 他要在五欲六臣里面舍五欲六臣, 心地义丝毫不沾染, 这叫真功夫, 不是离开, 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能够出头的都成菩萨, 失败的都被五欲六臣卷下去, 都堕落。 小臣虽然不及大臣, 小臣有好处, 就是避开, 我没有这个力量对付你, 我躲你。 小臣人堕落的很少, 大臣人堕落的很多, 道理在此地。 大臣人成就, 小臣人是妄臣莫及, 可是淘汰率, 大臣淘汰率就太大太大。 真的像佛在经上讲, 末法时期修学其他法门, 一亿人修行难得有几个人成就。 为什么? 都被淘汰掉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甚至于高位的菩萨, 什么菩萨? 我们在经上读过, 八的菩萨才不退转, 才真的不动的, 由此可知, 七的以前都保不住, 这才知道真难。 七的之前保不住, 有的时候遇到境界还会退转, 八的才保住, 不动地。 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阿维悦智菩萨, 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 使我们得到像阿维悦智菩萨一样不退转。 阿维悦智是什么? 八的。 李老师在注解里面注的七的以上, 七的以上, 那就是八的菩萨。 这是讲一定要立式练心, 但是你要真练才行, 你不能随着境界走, 随着境界走就坏了。 真的在这里面练清静心, 无量受精, 的精提, 练平等心, 练绝而不靡的心, 练这个。 实在说清静, 平等, 绝就是三宝。 我们一入佛门寿三规一, 三规一就是绝, 正, 净。 无量受精, 上经提, 清静, 是森宝, 平等, 是法宝, 平等是正, 绝, 是佛宝。 经提上三宝具足, 三学具足, 清静是界学, 平等是定学, 绝是会学, 界定会三学具足。 我们受三规, 到哪里去归一?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看看我们绝不绝, 静不静, 正不正。 点点滴滴上都是绝正静, 这才叫真正三规一。 不是在佛菩萨面前, 有口无心地念念三规的文, 那个没有用处, 那是假的, 行事。 一定要认真去照做, 这才叫你真的回头, 你真的依靠三宝。 这就是在一切事相当中去练,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 是不是在绝正静里面, 如果不在绝正静, 那一定就是弥邪染。 弥邪染是轮回心, 还是搞六道轮回, 绝正静是菩提心, 这就是做佛, 做菩萨, 心不一样。 所以在立世练心当中, 才能把妄想, 烦恼磨掉。 此皆学佛之紧要关键, 真的。 真正是紧要的关键。 七, 住相以形不失六度, 一欲障缘, 必至退心。 当之妄想未歇, 其念变者。 于四句中, 必这一句。 故欲的不着, 四句皆离, 必须五年。 住相以形不失六度, 一欲障缘, 必至退心。 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同修退心, 发心出来讲经说法的法师退心了, 退心的原因, 这里说出来了。 原因是什么? 住相, 就试着相, 他有执着, 有执着一遇到障碍, 当然就退心。 当之妄想未歇, 其念变者, 哪有不住的道理? 一定会住。 你妄想没断, 分别, 执着不断。 于四句中, 避着一句, 空, 有, 亦空亦有, 非空非有, 一定落在一句里面。 可是这四句, 诸位要晓得, 落一个, 四个都具足, 就像前面讲的四箱一样, 只要落一个箱, 全部都落。 故意的不着, 四句接离, 必须无念, 这个事情又难了。 无念, 我们哪里能够做得到? 做不到, 做不到也要做, 不做不行, 不做, 不多久就又要落轮回, 非干不可。 怎么做?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原则, 我们不能做得很彻底, 很圆满, 很究竟, 能做各一分, 两分就不错, 不能完全不做。 这个意思就是叫你看破, 放下, 你能看破一分, 放下一分, 得一分的受用, 能看破两分, 放下两分, 你就得两分受用。 读这不经真的会开智慧, 恭恭敬敬地读, 诚诚恳恳地读, 自由勿处。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待人皆悟, 常常想到, 无时无虚, 常常想到,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帮助你放下, 帮助你无助。 然后寄取佛的教训, 念念当中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身心, 身心时就是无助时, 无助时就是身心时, 这是一不是二, 这个境界就好。 能这样修, 能够这样念佛求生净土, 功夫得利, 不是这样修法, 的确功夫很难得利。 功夫得利那个样子是什么? 自在往生。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几年决定不碍事, 生死自在, 来去自由。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那其他的叫鸡毛蒜皮, 那不成问题了, 的大自在。 你这一生的生活, 真的是究竟圆满, 幸福, 自在, 真得到。 由此可知, 将居是在柱子里面为我们说出, 这是如来究竟圆满的法宝, 在班若会上为我们和盘托出。 我们这个经文越读越觉得将居是这一句话真实不虚。 果能依教奉行, 必定的如经中所说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六十六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六。 请先开经本一百四十六面。 八, 无论僧、 俗、 男、 女, 但能信心不逆, 莫不如是成就。 三心齐发, 少龙佛种。 便是何丹如来无上菩提。 从这一段文当中,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佛法是平等法, 无论是在家、出家, 无论是男、女、老、少, 没有不平等的。 越是上上乘佛法, 越是平等。 为什么? 高级的佛法莫不适, 称性起修, 全修即性, 心性是决定平等的。 在本经上, 但能信心不逆, 莫不如是成就, 成就就像是尊在经中为我们所说的, 尤其是四次较量福德, 成就的功德无量无边。 往后在下半部还有较量, 一次比一次舒胜。 三心齐发, 三心是菩提心,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发无上菩提心, 必定是, 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这就是, 少龙佛种。 如果觉得我们学佛, 非这么学不可, 非这样做不可, 这就是信心不逆。 以无比的信心来受持, 读诵, 为人眼说, 这就是承担如来的家业, 就是自行化它, 无上菩提。 这段里面关键的字, 就是, 信心不逆, 少龙佛种, 这八个字。 九, 如来为信得原名之人。 无上菩提, 为绝王独阵之法。 许其何单词二, 即是许其为成绩佛位之人, 堪认绝王之法也。 如来西之, 西见, 游言长继光中, 应许之矣。 如来为信得原名之人, 原是原满, 明是明显。 由此可知, 如来以下的菩萨, 乃至于声闻, 原诀, 他们信得也透个几分, 总是不原, 一定要到如来果地上才圆满。 六道凡夫虽有信得, 完全被烦恼, 妄想概付住, 一分都透不出来。 佛在班若会上, 无非是教导我们如何破除妄想, 分别, 执着, 使我们的信得, 本来原名的信得透露出来而已, 这就是佛法的教学。 无上菩提, 为绝王独正之法, 无上菩提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二圣, 身闻, 原诀, 全教菩萨, 他们所证的的使证诀, 简别凡夫的不诀。 原初诸以上, 破一品无名, 证一分法身, 华严经, 上称之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这些人使正等正觉, 还没有到无上。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没破, 不能称无上, 还是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同修也要把它记住, 这是佛学常识。 原教初诸以上, 破一品无名, 证一分法身, 才叫正等正觉。 阿罗汉没破无名, 辟知佛, 全教菩萨都没有破无名, 没有破无名的叫正觉, 不能叫正等正觉, 破无名之后, 才叫正等正觉。 无上是无名破境, 如来果的, 所以称之为绝王。 身闻, 原觉, 菩萨都觉, 但是不圆满, 圆满的觉, 我们就称之为王, 这是尊称他。 绝王独正之法, 绝王就是称的如来。 许其何单词二, 这是如来许可的, 不是别人许可的。 前面所讲的少龙佛种, 何单如来, 这是原教果佛允许的, 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此的给我们受祭。 即是许其为成绩佛位之人, 堪认绝王之法也, 这个经义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无论在家, 出家, 无论僧俗,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你具备两个条件, 信心不逆, 三心原发, 少龙佛种, 这一段经文就是如来给你受祭, 同意你赫丹如来无上菩提。 如来西之, 西见, 这个地方的如来, 统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不是一尊佛。 一切佛都见到了, 都看见了, 都知道你在这里发心。 这一句就像常说的, 常济光中, 应许之以, 如来在常济光当中给你印证, 许可, 你可以担当弘法利生的重任。 换句话说, 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 有没有在这一悔里面真正做到信心不逆。 由此可知, 诸佛如来不是不保佑我们,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接受佛力的加持。 果然是信心不逆, 果然是三心齐发, 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 你就都能接受到了。 这两句我们做不到, 怎么求佛菩萨加持保佑, 我也是枉然, 所以一定要真正去做。 这段经文是从正面上来说的, 下面一段从反面来衬托。 请看经文。 103 返显 何以故? 须菩提, 若乐小法者, 者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则于此经, 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解说。 一, 小法, 为小惩罚, 兼止不了义法。 正是无上身经反面。 乐小法, 又是文词经典, 信心不逆之反面。 世界反面以显正面之意也。 反过来说, 对于, 金刚般若, 不能产生信心, 也不会以此为实。 这是哪一类人? 小根性的人, 喜欢小法。 小法为小惩罚, 兼止不了义法, 不了义是人天法。 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常常听到, 许多人在那里标榜人间净土, 劝人修行不要往生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很渺茫。 劝他来生还做人, 出家的来生还当法师。 这样的论调, 在现前社会上也很普遍。 甚至于我还听说过, 你是某一个道场的信徒, 来生之后还到这个道场来当信徒, 生生世世护持道场, 还有这么一说的。 我在, 金刚经, 上看到, 这都是喜欢小法的, 这是不了义法。 正是无上身经反面, 我们晓得, 净土三经, 跟, 大放广佛华严经, 无二无别, 真实原顿大法。 不但是真实原顿大法, 随唐古德赞叹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乐意中之乐意, 专中之专, 这样的赞叹, 赞叹到了极处。 此的讲的, 无上身经, 是指的什么? 没想到我们天天读诵接触的, 就是一切佛法里面无上的身经。 他要是不接受, 对这个怀疑, 不肯认真学习, 这些人就是, 乐小法, 者, 乐自念, 要, 破音字, 当作喜欢讲。 他喜欢小成法, 喜欢人天法。 乐小法又是文词经典性, 信心不逆之反面, 他听了不以为然, 你觉得非要这么做不可, 他摇摇头不以为然, 那就跟这个恰恰相反。 这是, 借反面以显正面之意, 意思显示的更为圆满了。 二, 心若有取, 谁使之取也? 非他, 我也。 不过叫凡夫之我执, 有粗细之别。 何尝尽绝根诛哉? 心若有取, 谁使之取也? 非他, 我也。 取就是这香, 乐就是取, 你对这个生欢喜心。 故无论取法取非法, 皆为这我, 贪爱世间五欲六成, 贪爱天人的福报, 欲戒天, 色戒天, 贪爱天人的福报, 都是这有, 取法相。 厌弃身体, 不喜欢要这个身体了, 这有相当觉悟了。 知道什么? 身为苦本。 没有身, 什么苦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有身老病死? 有身, 没有身哪来的身老病死? 高级的凡夫, 他觉悟身为苦本, 身不要了, 不要身, 这非法相, 这空了。 他将来到哪里去? 他到四空天去往生, 身四空天, 不能出轮回。 由此可知, 取法相, 取非法相, 这有, 这空, 这个念头都是轮回心, 轮回心当然造轮回业。 所以无论是取法相或者是取非法相, 皆为这我。 不过叫凡夫之我执, 有粗细之别。 何尝静觉跟诸哉? 比起六道下面的凡夫, 比起人道, 畜生, 恶鬼, 地狱, 他是好的多了。 这个人能够升天, 升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是不错了, 他的心没有清净, 并不清净。 即使修学小陈法, 全教菩萨法, 超越三界了, 他没见性。 虽然破除剑丝烦恼, 成沙烦恼没断尽, 无名烦恼一品也没破。 这些圣者, 这是讲超越三界的, 比六道三界众生, 那是要清净多了, 但是要跟法身大事相比, 他的心并不清净。 这一段是说的这个意思。 三, 前云我相, 此云我见, 无论住见者相, 者则成并, 视之为同。 然应有能取之望见, 乃有所取之幻相, 顾着见, 视者相之并根, 视之为义, 由是观之, 但之浅相, 宫行有浅, 必须浅见, 宫行乃生, 望见不除, 并跟人在, 幻相即不能尽除, 前云我相, 前面是蒋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此云我见, 见笔相要来的为戏, 无论住见者相, 见就是有这个念头, 念头还在。 这则成并, 视之为同, 同样的, 只要有这个念头在, 这就是并, 这是六道轮回的并根。 然应有能取之望见, 乃有所取之幻相, 所以见笔相要维系, 底下第四小段有一个简单的表解, 我们会说明它。 顾着见, 试着向之并根, 视之为义。 这讲我见跟我相差别之处, 不同的地方。 这就成了并, 这是相同的, 但是见跟相还有一些不同地方。 由是观之, 但之浅香, 功行有浅, 这是, 金刚经, 的上半部。 佛教给我们离香, 若是在佛菩萨整个修行历程之中, 离香的功夫不是很深的功夫, 离见那就深了。 必须浅鉴, 浅是把它舍掉, 念头都没有。 不要说香, 那个香的念头都没有。 功行乃生。 望鉴不除, 并跟人在。 幻香即不能禁除。 这是说明我鉴比我像要生得多, 这是确确实实的。 四, 此经前后所明, 只是一意。 不过前半亦浅亦深, 后半有深无浅。 自正分。 见分, 能见香, 转香, 本经后半部曰心明无助。 香分, 所显香, 进戒香, 本经前半部曰静明无助。 此经前后所明, 只是一意。 前半部跟后半部所说的, 是一桩事情。 虽是一桩事情, 它有浅深不同。 不过前半亦浅亦深, 后半有深无浅。 讲义, 第四卷, 第五卷属于后半部, 前三卷是属于前半部。 前半部的精义有浅有深, 后半部的精义有深无浅, 后半部是从四剑上来破除。 剑, 香, 我们在此的简单列一个表解, 诸位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法香为十宗里面, 讲宇宙人生的根源, 演变, 发展, 结果, 都讲得很详细, 讲得很清楚。 华严经, 是法香宗重要经典之一。 香宗总共有六经十一论, 六部经十一部论是他们立宗的基础, 华严经, 是六经之一。 香宗说四分, 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自正分就是真如本性, 是性体。 正自正分, 就是本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证明这个本体。 这个话也很难懂, 不容易体会。 我们举比喻来说, 自正分好比是灯, 正自正分好比是光。 灯在哪里, 什么样子? 那个灯光照着自己照得清清楚楚的, 自己照自己。 自正分, 正自正分, 它们两个关系就像灯与灯光一样。 我们有自体, 有自正分, 我们正自正分没有, 所以自己虽然有真如本性, 不知道真如本性在哪里, 也不知道真如本性是个什么样子。 咱们这个灯没点燃, 没放光, 就这么个意思。 自正分是真如, 大成经上说, 真如不守自信, 于是生起无明, 无明就是个动向。 无明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念西求的念头, 这个念头非常非常的细, 我们凡夫决定觉察不出来, 它还在三细相之初。 八的菩萨见到三细相, 它是三细相的根源, 八的菩萨也见不到。 谁见到? 等觉菩萨。 因为这一品叫身相无明, 这一品破除就原成佛道了。 一念西求的心, 求这个念头, 从细到粗, 细念到粗念。 我们讲粗念, 还不是我们能觉察到的, 比最维系的要粗了。 从一念不绝变成无明, 这就粗。 无明里面既然要求, 就变现出建分。 建分从哪里来的? 无明变现出来的, 变出建分来。 建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 这个心是属于建分。 现代科学家将我们一个人身体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精神。 精神这一分在我们佛法里叫建分, 肉体这一分我们佛法叫相分。 相分是物质。 精神这一部分建分, 现在科学家叫能量, 能建, 能量。 有个强烈的能建, 实实在在讲, 真性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确实没有物质, 由于能建这就变出一个幻想出来, 这就是我们讲的物质。 物质从哪里来的? 是从建分变现出来的, 也是建分为圆, 增上圆, 自正分变现出来的。 变现出来, 是虚妄的。 诸位要晓得, 见分是虚妄的, 能见是虚妄的, 所见的这个境界相还是虚妄的, 自正分中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得很详细, 很透彻, 一直到现代的科学家, 可以说把它证明了。 现代的科学家晓得, 宇宙当中没有物质存在, 所有物质现象是什么东西。 他们发现, 是波动的现象。 这就跟我们佛法讲得非常接近, 只是波动的现象, 确实没有物质存在。 本经里面佛告诉我们, 能见的, 能见就是你能执着, 你能取, 这都是属于见分, 见分的作用, 这个东西是心法。 佛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见空。 三心不可得, 这个意思不算太深,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已经过去, 再也不会回来, 未来还没来, 你怎么能得到, 说现在, 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 这个意思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点。 所得的, 所得的是物, 一切万物。 佛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万物是因原生法, 包括佛法, 佛法也是原生之法。 凡是因原生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换句话说, 你所得的也不可得, 也是一场空。 能得之心, 所得之法, 全是空的。 要是从这个地方觉悟, 你那个正自振分的般若智慧就现前, 你就能见到自振分。 自振分就是宇宙万法的本体, 真如自信。 我们简单说, 粗说, 把这桩事情就介绍到此地。 表解里面讲, 见分能见乡, 法乡宗也叫他做, 转乡, 他会转变。 就是因为他会转变,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 摩索住是真实的智慧, 身心是转境界。 你身的是善心就转善境界, 你身的是恶心就变成恶境界, 你身的是净心就变净土境界。 使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变。 我们会变, 刹那刹那在那里变。 相分所显相, 他使所变的, 变成境界相。 本经后半部曰心灵无助, 这个意思深了, 完全是从心性上讲无助, 而前半部是从境界上说无助, 这个意思来得浅。 境界上说无助, 我们也容易懂, 也容易下手, 从心理上讲无助, 是比较上要困难, 但是有前半部的基础, 入后半部也就容易了。 五, 应当发心依经实行。 发此心时, 便是何丹如来无上菩提。 以经中所说, 乃成佛之心要固。 这个地方是劝勉我们, 应当发心依经实行, 真真实时去做, 不做没有用处。 做到一分旧的一分受用, 做到十分旧的十分的受用, 完全要在明了经意, 经的意思不能不明了。 说实在的话, 我们听一遍能不能明了。 不能。 一遍听下来好像是明了, 其实没透彻。 只明了一个大概, 只明了它的表面, 没有能够深进入, 也就是我们讲不够深入。 要怎样才能够深入? 多听。 一遍一遍重负地去听。 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听法师讲经, 听了一遍, 法师这一遍我没清楚, 你再给我讲一遍, 不太可能, 哪有这个道理? 尤其这一部经要讲几百个小时,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方便, 有录音带, 有录像带, 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现代人有福, 一部经他可以重负一百遍, 二百遍, 他也能做得到。 果然肯一门深入, 一位重负, 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 才真正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重负地去听。 经要重负地去读诵, 读个一百遍, 二百遍不算多。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 我们听佛经, 为什么做不到? 做事行, 你不能实行, 你做不到, 说实在的话, 是你理解的不够透彻。 前面我们才念过信心不逆, 如果真的理解透彻, 你会感觉到我非这样干不可。 因此信心不逆是建立在原解的基础上。 我们常讲大开原解, 他真的懂得, 真的明白, 发心真的去做, 真得利益。 你要问的什么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大家天天想求的, 天天在希望而希求不到的, 这个利益是消业障, 灭罪业, 生智慧, 生福德。 不但生智慧, 还生福德。 可见得这个东西很现实, 佛不骗人, 你决定能够做得到,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做。 发此心时, 发这个心就是信心不逆, 一定要这样去做。 便是何丹如来无上菩提, 这个心一发, 如来西之西见, 佛就给你作证, 就给你受计。 以经中所说, 乃成佛之心要固, 这个心就好比讲的忠心。 要是经要, 最要紧的。 整个佛法, 是遵说法四十九年, 哪一部经是忠心, 哪一部经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 金刚般若, 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 发心一经实行, 我们要依照, 金刚经, 的道理, 原则, 方法去做。 做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样子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也就是, 净土三经, 做出来的样子, 原理, 原则在这部经上。 所以你要了解, 金刚般若, 你去看, 华言, 看, 无量寿经, 看, 阿弥陀经, 那个真的是般若味重重, 那非常有味道。 如果对于般若没有基础, 没有体会, 大放广佛华言经, 念不下去。 尤其是一开端十一卷半的经文, 从第一卷到十二卷的上半很难念的下去, 不知道经里面讲的是些什么。 那一段是描绘毗卢浙那佛华藏世界的一阵庄严。 菩萨, 天人, 主业神特别多, 所说的好像有很多重负的句子, 念到觉得枯燥无味, 讲解就更困难了。 你要是懂得, 金刚般若, 那里面味道就尝了, 就很有趣味。 才知道每个人讲的话一样, 意思不一样, 才能体会那个味道。 这不经确实是成佛之心药。 六, 欲求契入大法, 唯有听受读诵。 盖大开元解, 成为不义。 若常听生解者, 离乡离见甚生者, 知解说, 可以事半功倍。 欲求契入大法, 大法是指大成佛法。 唯有听受读诵, 我们从哪里入门? 入门就是要听经, 就是要受持。 我听懂多少我就做多少, 这就受持。 我听懂一句我就做一句, 我听懂一段我就做一段, 一定要解形相应, 才有用处。 解形相应了, 要读诵, 读诵是讯息, 每天不断地讯息。 现在有录音带, 有录像带, 每天听讲, 一遍一遍地听。 从前写这个书, 科技还没有这么发达。 江卫农居士写这个书大概在五十年前写的, 五十年前这些科技还都没有发明, 所以说听受读诵。 假如他是在今天写的, 那一定把录像带, CD都写进去了。 盖大开元解, 成为不义, 大开元解是交下的上乘功夫, 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 我们净土的礼仪心不乱,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 若常听深解者, 离相离见甚深者, 知解说, 可以事半功倍。 这就是常常读诵听文好处很多。 听久了养成一种习惯, 你的妄想, 杂念自自然然少了, 你的心慢慢就清静, 定下来了, 智慧就会现前。 尤其要听深解者, 讲经的人对于经本他理解的透彻, 他能够透彻理解, 他讲得当然清楚, 当然明白, 对于我们初学帮助很大, 所以可以收事半功倍之小。 七, 得此听受讯息之力, 加以读诵讯息之力。 将于不知不觉间, 三星齐发。 虽极顿根, 可便为上根立志。 经云, 佛种从缘起。 仗此甚缘, 何律之有。 得此听受讯息之力, 过去听受讯息只有一遍, 要听第二遍可能是不同人讲的。 我们在这一个道场听一个法师讲一部, 金刚经, 这个法师不可能一遍一遍重负讲, 以后别的地方可能有另外法师讲, 金刚经, 你到那边再听一遍, 很难得, 很不容易。 所以听受讯息之力, 多半只有一遍。 可以帮助我们的, 就是, 加以读诵讯息之力, 这个你只要有精本, 你每天可以读诵。 总没有现代人的福报大, 我们是得利于科学技术的帮助, 现在这个新的产品越来越进步, 价格越来越大众化, 换句话说, 学佛的缘分我们超过古人。 机缘我们是超过古人, 不如古人的, 实在讲是善根, 福德。 古人听了他就真正相信, 我们听了半信半疑, 这是善根不如。 古人听了就干, 我们听了不肯干, 福德不如古人。 所以善根, 福德, 因缘, 我们今天因缘超过古人, 善根福德不足。 将于不知不觉间, 三心齐发。 虽即遁根, 可便为上根立志。 经云, 佛种从缘起。 仗此甚缘, 何律之有。 这一条希望同修们要多多念几遍, 帮助我们产生信心。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很谦虚, 很客气, 我的根性很烈, 我不行, 太客气了。 这一条多念几句就晓得, 不行可以变成形, 极顿的根性可以变成上根立志, 能转变, 不是不能转变。 转变的方法就在熏习, 熏习的方法就在多听多读, 不在这上下功夫不行。 有空就听, 有空就读, 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工作, 工作的时候放下来, 不工作就听经, 就读经。 如果能这样修学, 那就是信心不逆。 古人常讲, 三年有成, 你果然干三年, 我相信极顿之根不能变成上根立志, 变成中等根性毫无问题。 古大德也常讲, 七年小成, 九年大成, 能这样分秒不舍地干九年, 大概极顿之根也会变成上根立志, 这是我们能够信得过。 所以熏习的力量非常非常之大。 底下引用这一句佛经事给我们做证明。 佛种从缘起, 我们听受读诵就是缘起。 仗此圣缘, 这个缘是无比的殊胜。 这样殊胜的因缘, 决定可以变顿根位上根立志, 这一句话里面就含着你的业障消除了, 罪业灭除了, 智慧开了, 才会变成上根立志。 现在为什么根性极顿? 业障太重, 罪业太深, 还不就是如此。 可见得受持, 读诵, 熏习的力量能消业障, 能灭罪业, 能开智慧, 这都含在这一句当中。 八, 欲除我见等虚妄之相想, 非与此一切无助之金刚般若性解受持, 必不可能。 以一切诸佛, 及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 皆从此经出故。 欲除我见等虚妄之相想, 相是四相, 相就是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是属于想。 非与此一切无助之金刚般若性解受持, 必不可能, 要想除四相, 要想除四见, 最好的方法无过于, 金刚般若。 金刚般若, 好在哪里? 他直接了当交给我们, 应摸索住, 摸索住就好了, 一切都放下了。 这一放下, 问题就统统解决了。 你今天所有的苦恼, 忧患, 从哪里来的? 放不下。 别人说一句话, 话要记在心上, 你说糟糕不糟糕, 看到别人做一桩事也要放在心上, 这个麻烦大了, 你的忧患烦恼永远离不开。 不但世间一切法, 不要放在心上, 心要让他清静, 心要让他无事, 你就快乐了, 连佛法都不可以放在心上,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听人家说话, 这个耳朵听了, 那个耳朵就出去了, 最好了, 不要放在心上。 佛在般若会上教给我们的, 就是教我们要修清静心, 清静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 经上教给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把虚妄的东西放在心上, 这不叫自找麻烦吗? 所有一切的, 一定要认识清楚, 他的真相是刹那生灭的夜因果报相续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 心多清静, 多自在。 如果这些事实要是真的, 我们放在心上, 佛不会怪我们, 佛也没有理由再怪我们, 假的, 能放的那个心是假的, 所放的这些境界也是假的, 都在那里搞的一场空。 你如果真的是有忧虑牵挂放在心上, 你就大错特错了。 换句话说, 你在六道里面轮回这么久了, 还继续不断地搞轮回夜, 凡是把东西放在心上, 都是搞六道轮回。 如果想这一生涌脱轮回, 不再搞六道了, 你的心就什么都不要牵挂, 单念阿弥陀佛, 只把阿弥陀佛放心上, 没事, 那是决定能成功。 实在讲的是, 要教你一切放下也很难, 做不到。 叫你抓住一个阿弥陀佛, 心里面有一个阿弥陀佛, 别的东西都不要了, 这个方法比较上方便一点, 心里什么都没有, 也很不容易做到。 以一切诸佛, 及诸佛无上正等正觉法, 皆从此经初故, 我们念佛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一定是一身圆满成佛。 我们要问问, 我们到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成佛? 还是金刚般若波罗密法, 还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 放下, 再放下。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教我们就是叫这个法。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再放下。 你把初柱放下就生二柱, 二柱再放下你就生三柱, 十柱放下, 你就是十行菩萨了, 十行放下, 你就是十回向的菩萨, 十回向再放下, 你就是十的菩萨。 无柱就是放下, 没有别的, 不能柱。 你住等觉, 错了。 等觉也不住, 那就成佛了。 你想想看,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是教的这个法子。 我们这个法子懂得了, 为什么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西方极乐世界保险, 我们这个地方寿命短促, 没有放得干净就要去搞轮回, 了一轮回, 这一生所修得忘得干干净净, 这个事情麻烦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最大的便宜是无量寿, 寿命长远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计算的。 今天全世界的电脑, 计算机统统来计算都算不出的, 不要说一家, 二家, 二家, 全世界拿来算都算不出, 这是真的。 无量寿经, 上讲的, 寿命长远。 由此可知, 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来学放下不难, 很容易成就的。 尤其是诸位真正是把金刚般若透彻了, 你往生品位一定高,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一定比别人快。 你要问什么原因? 因为你有金刚般若的底子, 对于阿弥陀佛的教导很容易接受。 这就是说明一切诸佛以及成佛的方法, 都在这部经上。 104, 解显精神。 须菩提, 在在处处, 若有词经,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知此处, 则为是塔, 接应供敬, 坐里围绕, 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这是显示经典的书圣, 只要有, 金刚经, 在的处所, 天龙鬼神都供敬供养。 诸位必须要晓得, 文字上讲的是处所, 实际上讲的是人, 那个读诵授持的人还得了吗? 所以你要想得到诸佛护念, 天龙善神时时刻刻保佑你, 你依教奉行就行了。 不必求, 诸佛就护念, 不要求, 一切善神就保佑。 你不能依教奉行, 天天供养香花, 水果去巴结佛, 佛也不会受你的贿赂, 没有那个道理的。 真正修行不必巴结, 你每天不烧香, 甚至与佛像都不公, 佛菩萨护念你, 善神保佑你。 你虽没有烧香, 你要晓得, 你的心清净, 放出来的是五分法身香, 那是真实的供养, 诸佛菩萨闻到, 你放的是金色光明, 诸佛菩萨看见。 心里起一个恶念, 放的什么光? 灰色的光, 黑色的光, 那个光不好。 心里面一念清净, 一念慈悲, 一念真诚, 放的是金色的光, 黄色的光, 白色的光, 这个光好。 尤其是独颂, 金刚般若, 信心不逆, 三心远发, 我们想想, 他放的光一定是金色光。 所以鬼神看到, 他对你恭敬。 一, 在在处处, 有应弘扬便一切处, 无处不在之矣。 一切世间, 未变法界, 尽未来, 一切天龙八部, 四身六道, 所应拥护。 供养, 表其拥护也。 所应, 者, 是名供养为一切众生之责。 故一切众生, 皆应极力弘扬, 令在在处处, 皆有此经。 在在处处, 有应弘扬便一切处, 无处不在之意, 世尊叫着虚菩提, 也就是叫着我们大众, 虚菩提是我们的代表, 叫他就是叫我们, 也就是嘱咐我们, 应该要将这个法门, 尽虚空, 变法界去宣扬。 一切世间, 未变法界, 尽未来, 一切天龙八部, 四身六道, 所应拥护, 实在说, 变法界, 尽未来, 这一句含义很深很广。 世间有三大类, 第一是智政觉世间, 第二是友情世间, 第三是弃世间。 这三种世间都有世主, 我们读, 华言, 就晓得。 华言, 一开端, 世主, 这是世间之主, 庄严世间。 经上所讲的树神, 花神, 山神, 河神, 海神, 这都叫做世间主, 这是弃世间主, 属于弃世间。 有情世间主, 像人间的国王, 我们现在讲的总统, 诸天的天王, 世主妙言品, 里面讲这些。 至正觉的世主是如来, 佛位世主, 至正觉世间的世主。 辩法界, 静未来, 这六个字里面包括无有穷尽。 底下这一句是讲天人, 阿修罗, 一切天龙八部, 一切天就是从欲界到无色界, 二十八层天。 八部鬼神是欲界天里面有的。 诸佛菩萨常常在人间, 天上讲经说法, 许许多多的鬼神都皈依三宝, 发愿做三宝的护法神。 所以只要你心在道上, 你一定有护法神保佑。 你不要畏惧, 不要恐怖, 不要害怕, 你知道诸佛护念, 龙天保佑, 决定得到的。 如果心里有疑惑, 这心里一有疑惑, 护法神就走了。 为什么? 你道心没有了, 你退了。 我想我们同修们有不少拜过, 三昧水颤, 读过, 三昧水颤, 的经本, 三昧水颤, 是唐朝悟达国师的故事。 悟达国师是时事高森, 很难得, 真不容易。 这个世间修行人, 能像他那个样子非常稀有, 真的是来生又做出家人, 时事都做出家人, 修行都非常好。 他有个冤家队友, 过去是被他害死的, 怨恨之心念念不忘, 总想要找他报仇。 但是鬼魂不能靠近, 他有护法神, 冤家寨主不能贴他的身。 到第十世, 修行也是累积的, 做了皇帝的老师, 国师。 当个国师不是一世, 两世修来的, 十世的高森, 当了国师。 皇帝送他一个城乡宝座, 那比我这个座位大, 这个座位不行, 太小了, 这个座位盘腿都不方便。 我们叫太师椅, 这个椅子差不多是三尺建方,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米建方, 盘腿坐起来就很舒服, 皇帝送他的, 城乡雕的。 城乡现在的价格不得了, 论两算的。 皇帝送他这个宝座, 他很欢喜, 升起了傲慢心, 这是国师了, 别的哪个法师也比不上。 这一念傲慢心升起来, 护法神走了。 为什么? 他退到心了。 于是冤家寨主就贴他的身, 他膝盖上常人面窗, 差一点把命送掉。 所以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到心。 贪, 甜, 吃, 慢, 疑, 动一个念头, 到心就没有了。 有很多人发心修行遇到挫折, 这佛法不灵, 于是乎就退心了。 佛法哪有不灵? 遇到挫折是业障现前。 正叫你消业障, 你能够忍耐, 在那里修订, 修会, 那业障就过去了, 就消掉了。 如果有疑惑, 业障又增长, 不但没有消又增加。 你怎么能得诸佛护念, 怎么能得龙天拥护? 诸佛, 龙天, 善神, 给诸位说, 没有人情面子, 不是说我天天供养你, 白白你, 巴结你, 还谈人情, 没有。 他完全看你有没有到心, 你修行如不如法。 你如法, 你不求他, 他也要来保佑你, 你不如法, 你怎么求他, 他也不来。 诸位在这个地方, 要细心去体会。 如果我们心不在道, 什么是道?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是道, 如果你心里面有助, 而行不失都不是道。 你也求诸佛护念, 也求龙天鬼神保佑, 结果一求都来了, 诸佛菩萨都来了, 护法神也都来了, 来的是些什么?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变成佛菩萨的样子来加持你, 妖魔鬼怪变出护法神来拥护你, 干这一套。 实在讲他来戏弄你, 来跟你开玩笑, 玩笑开玩他走了, 你跺地狱。 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 佛在, 《冷言经》上说的。 诸位看看, 《冷言经》, 末后, 后面的三卷有五十种阴魔。 我们得道互念, 得道互法, 想一想, 这个互念, 互法是佛还是魔, 自己一反省就清楚, 就明了。 供养, 表其拥护也, 魔有护法神, 魔的福报也很大。 现前这个阶段法若磨墙, 我们不必看别的, 想想自己就晓得。 我们已经出家, 我们修的是什么法? 我们对佛法能了解多少? 修学的多少? 我们做到了多少? 能在这个地方回光返照, 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哪里需要去问人, 一切要真干? 所应者, 是明供养为一切众生之责, 供养是一切众生的责任。 故一切众生, 皆应极力弘扬, 令在在处处, 皆有此经, 佛在此的这样嘱咐我们,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也在做, 做的时候有障碍, 障碍从哪里来? 心不清净, 心不真诚。 我们有一点力量, 或者靠自己或者靠大家, 我们提供一个道场, 现在大家都晓得, 海内外的人都知道, 弘法的人才快要断绝了。 老一辈的善知识, 我们常常听到, 常常见到, 培育身材, 续佛会命, 叫得响彻云霄, 没人做。 提供一个道场, 附带好多条件, 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个就难了。 所以修大福德, 一定要有大智慧的人, 这个才行。 有大福德, 有大智慧, 如果没有真正发心的人来, 也没有办法感应。 我们今天要讲, 真正是来造就弘法人才, 需要多大的道场。 这一个讲堂这么大就足够。 不需要五层, 这一层就足足够了, 但是就没有。 佛菩萨, 护法神为什么不送来? 佛菩萨, 护法神随时可以送来, 没人, 没人发心。 果然有个五, 六个人, 七, 八个人真的发心, 不要求人, 护法神就送来了。 为什么? 真需要, 他就真送来了, 现在你不需要。 有些人说, 我们想学没有地方, 这是假话。 真话是什么? 我还不真想学, 这才是真话, 他没真想学。 真想学,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你没有真的发心, 你发的那个心是假的, 遇到小小障碍, 马上就退心。 所以这些事根理都很深, 很细微,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二, 则为是他, 经即是他。 前言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此处比前一生, 应知此经为三宝命脉所观也。 以此经能成三德, 献三生而。 则为是他, 经即是他, 他是做什么用处。 供佛设立的, 经本就是如来的法身设立。 所以应经, 红经, 功德无量无边。 前言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此处比前一生。 这个地方, 则为是他, 这一句比前面的意思还要生。 应知此经为三宝命脉所观也。 以此经能成三德, 献三生而。 成三德, 献三生, 这个意思就是成就无上菩提, 成就如来。 成就如来的方法, 就在这部经里面, 所以他的意思生, 这是三宝命脉之所观。 所以这不经不细讲不行, 不深讲也不行。 痛修当中不少有非常殊胜的缘分, 这部经开讲以来, 一天都没有缺席, 这个圣缘, 殊胜的缘分不可思议。 如果能听了之后, 细细地去体会, 像前面所讲的, 体会到一分做一分, 体会到二分做二分, 经讲完了, 你却确实实转翻成圣。 这个话怎么说? 转六道轮回星辰三菩提心。 我这样讲大家就更容易明了, 真的是把观念思想转过来了。 这就是超凡入圣, 我们这一句佛号自然就能念得好, 自然功夫就得利。 三, 供养必用香花。 花, 表庄严, 香, 表清洁。 花, 为果之因, 散, 之, 表种福会双修之因, 正福会庄严之果。 又, 香, 为佛之使。 散, 之, 表三叶清静, 感应到焦也。 供养必用香花, 这是我们供佛最常用的工具, 表我们的敬意。 花表庄严, 香表清洁, 这里面有表法的作用, 一定要知道。 香花要尽心尽力去办, 尽我们的能力去挑选, 选好花, 选好香, 不在乎多, 要再好, 表我们的敬意。 佛菩萨对我们没有要求, 并不是说, 你供养很多好的就喜欢你, 供养差一点的就不喜欢你, 没有这个道理, 表我们自己的敬意而已。 一般在家庭里面, 你家里面如果有佛堂, 佛堂每天应当有供养, 记住这个原则。 现代一般人的家庭都是住公寓房子, 住在大楼里面, 楼房建筑都不太高, 因为它有空气调节, 都不太高。 香药烧多了, 满屋子乌烟瘴气, 很不卫生, 妨碍别人。 所以香不能烧很多, 一支好香, 清香, 大家闻了感觉的很舒适。 清香能提神, 香味能够月薪, 这样就好了。 花, 好花几支就好了, 就可以了, 不要供的很多, 像个神庙一样, 那个不好, 那不是我们学佛人所做的, 懂得表法的意思。 花为果之音, 花代表什么? 代表音形。 我们看到花, 就提醒我们要修六度万行, 花表这个意思。 在佛前面的花代表这个意思, 不在佛前的花也表这个意思。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到花就想到我要修六度, 我要修菩萨行, 它代表这个。 甚至于连衣服上印的花我们看到, 也表这个意思。 诸位要懂的, 不是说只供在佛前这个花, 是表这个意思, 佛堂以外的, 那就没有意思, 那你就错了。 一切时, 一切处, 见到花就想到修六度, 修菩萨行, 它提醒我们。 闻到香就表洁净, 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表这个意思。 佛前面总还有一个重要的工具是水, 要供一杯水。 水代表心, 心要像水一样的干净, 清净, 要像水一样的平等, 水是代表清净平等的意思。 一切地方见到水, 都要想到我们的心要清净, 要平等。 由此可知, 一切时, 一切处, 诸佛菩萨都在给我们说法。 西方世界六成说法, 我们这个地方何尝不是六成说法? 只是你自己不见不闻, 那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世间也是六成说法, 我们要晓得。 散之, 表种符会双修之音, 这是散花, 表这个意思, 正符会庄严之果, 所以你要真干。 由此可知, 并不是叫你每天拿着花到处去撒, 撒得一地上肮脏。 可能新加坡还要受处罚。 散花的意思在此的你懂了,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修六度行, 修菩萨行, 就是散花, 是这个意思, 不是叫你真的拿着花到处去乱撒, 那就搞错了, 你把佛的意思就会错了。 佛要看到你这样搞, 摇头。 错解如来真实意, 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佛不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懂得, 不能把这个意思搞错了。 现在有不少地方, 用塑胶假花供佛, 好不好? 好。 不必天天换, 也不必那么麻烦。 知道花是表法的, 提醒我们, 它的用意在此的, 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要明了表法的意思,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 得到真实的受用。 又相为佛之使, 使,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彼此联络的讯号, 现在我们大家彼此联络都用无线电, 很方便。 在从前联络用什么方法? 燃香。 因为香的烟很远地方看见, 就晓得有事故了。 在中国, 我想同修们不少都到中国观光旅游过, 中国最著名的名圣叫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每一段里面有一个烽火台。 那是做什么用的? 那就是香炉, 就是烧香的。 古代如果边关上有敌人侵犯, 要想把这个事情报告到后方, 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 要是派人来报告来不及, 就在烽火台上烧狼烟。 狼烟, 狼的粪便把它烧起来, 它的烟很浓, 风不容易吹散, 烧这个。 那边一烧, 这个地方看到, 这里又烧, 立刻就传递到北京去了。 从新疆那边一直传到京城, 大概十几个小时就传到。 从前用这种方法传递消息, 古代大概都用这个方法。 佛门里面用香。 天神也用香, 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刀立天王皇宫里面有庆典, 需要乐神, 乐队来演奏庆祝。 刀立天主就燃香, 香亦燃, 甘踏婆是乐神, 他们闻到这个香就来了。 香味佛式, 佛门里面燃香, 佛门里面燃香, 也是召集大众的意思。 像我们亦燃香, 菩萨, 身闻, 圆绝有通的这些人, 闻到这个香都来到场集会, 他有这个意思。 散之, 表三叶清静, 感应道交也,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四, 经所在处, 如是书胜。 则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之人, 其福得之书胜可知。 这一段真正的意思, 就在这一句。 经典所在就这么样书胜, 读诵这不经的人, 授持这不经的人, 演说这不经的人, 当然就更书胜了。 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法会, 现在在这个世间是稀有的法会。 讲这个书胜经, 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块儿听, 不可思议。 每一个人都得诸佛护念, 都得龙天拥护, 我们要相信经上所说的。 五, 经应供养。 则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者, 其为龙天拥护可知。 经应供养, 这是天龙八部, 鬼神应当供养。 则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者, 其为龙天拥护可知。 一个真正发心, 舍己为人, 舍己为法, 天龙鬼神没有不拥护的, 一切诸佛没有不互念的。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生信心, 不但生信心, 要信心不逆。 六, 行愿品, 云, 送此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应礼尽, 一切众生息应供养。 当之此二经, 亦表智, 亦表悲。 日以此二种味横刻, 正式福慧双修, 悲至合一, 功德无量无边。 行愿品, 云, 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末后这一章说的。 送此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应礼尽, 一切众生息应供养。 华严经, 上所赞叹的, 跟这不经所赞叹的没有两样。 本经讲的是原理原则, 华严经, 所说的, 就是这个原理原则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那就是, 华严。 原理原则在, 金刚经, 上, 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现在你工作当中, 处世待人皆物之中, 那都在, 华严经, 上。 华严经, 上, 宋慈愿, 这个愿是十大愿亡, 跟, 金刚经, 上, 三心原发, 信心不逆, 是一样的意思。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行是菩萨行, 把这个原理, 原则, 方法, 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障碍。 如果有障碍, 换句话说, 你的老毛病又发了, 你没有依教奉行。 教室什么? 教室教你一无所住, 你果然魔所住, 你有什么障碍? 你一遇到障碍, 你心里就有住, 心里难过, 难过就有住, 你又落在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里面去了, 你就不是菩萨。 我做的是好事, 自古以来就说, 好事多么, 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是做好事, 好事有障碍, 障碍是众生没福, 这不关我的事情。 我不是不愿意做, 有人障碍, 众生没有福报, 所以才有人障碍。 我要做, 还做得很累挺辛苦的, 功德才圆满。 我发心做, 人家障碍, 我得自在, 我功德已经圆满了, 不做就圆满了, 更应该欢喜才对, 心里还有什么难过的? 有难过, 你已经折香了。 没有人障碍你, 你想想看, 你要做, 做好了才算是功德圆满, 有人障碍, 一发心, 不做功德就圆满。 你们想想谁化得来? 都是把精益没搞清楚, 你才有障碍, 你真的搞清楚了,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这是比喻。 出于云溢, 云溢是障碍, 离开了云层, 月亮在天空显现了。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应礼尽, 一切众生吸应供养。 华言经, 上也这么说法, 跟本经所讲的真的是无二无别。 当知词二经, 亦表智, 亦表悲。 金刚般若, 是智, 是讲的理。 华言经, 讲的是大慈大悲, 如何将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上, 把它做出来。 日以此二种为恒克, 这是将为农居士的修行方法, 他每天修行就是, 金刚经, 跟, 普贤菩萨行愿品, 他每天是用这二步经作为客颂本。 正是福慧双修, 卑至合一, 功德无量无边, 但是诸位要晓得, 将为农居士试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 他老人家一身标榜的是, 教宗般若, 他在, 金刚经, 上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行在弥陀, 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 静代, 往生传, 上有他的名字。 我们平常念, 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是不是要换, 是不是要改。 如果你听了这个话, 要想换, 要想改, 你的信心就动摇了。 决定不能换, 决定不能改。 你有没有学, 金刚般若? 学了。 金刚般若, 是什么? 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 金刚般若, 你受持了。 不但世间一切万元放下, 所有一切佛法也放下, 金刚般若, 也放下, 放下你真的得到了, 因为, 金刚般若, 就是叫你放下。 把这, 金刚般若, 金本死死不放, 那你还是执着, 你还是打妄想, 所以要懂的。 般若经, 讲的理, 你掌握到了, 你真的受持。 死死抓着这个金, 死在世相里面, 那个不是受持, 金刚经,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金刚般若, 就是, 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修净土, 应魔所住, 是圆不住, 佛法也不住, 而生其心, 生念佛求生净土的心, 金刚般若, 源源满满的你受持了, 你真的是在受持。 我们用这个道理, 用这个方法, 老实念佛。 还是读, 无量寿经, 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 决定成就。 好,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六十七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七, 请先开经本第一四九年, 六, 行愿品, 云, 送慈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皆应礼敬, 一切众生吸引供养。 当知此二经, 亦表智, 亦表悲。 日以此二种为恒克, 正式福慧双修, 悲至合一, 功德无量无边。 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 要紧的是, 这个注解是将为农居士做的, 我们是从他, 讲义, 里面揭露下来的, 他对我们的劝告是不会有错误的。 这些劝告的话, 都是对于学教的同修们所说的。 如果是专修净土, 他就不是这样说法, 对你有特别的赞叹。 而在学佛痛修当中, 实在说, 对于经教有兴趣的人是占很大的一个数量, 特别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要劝他念佛, 他总觉得不太甘心情愿, 这一句佛号天天念,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味道, 不如许多经论, 那里面五花八门很热闹。 他这话是对学教人所说的, 告诉我们, 金刚经与华严经乃至于一切大臣经典, 有不能分割的关系。 我们在这一段时期当中, 也讲了好几部经, 都是大臣重要的经典, 虽然不算太多, 但是一死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得到, 这是相当的难得。 我们对于静宗法门, 静宗, 随唐古大德说, 这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乐义当中的乐义, 无上甚深经典。 这些话我们乍听起来, 好像是静宗的大德们, 自己夸耀自己这些言论, 未必能叫我们初学的人听了之后, 能够点头肯定地接受。 这什么原因? 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 知道不够深刻。 像静带应光大师所说的, 净土法门要不是深通教理之人, 他不会相信。 由此可知, 相信静宗他的条件是深通教理。 念佛真乐, 要不是真正下功夫的人, 你不晓得念佛之乐。 真正有功夫的人, 念佛乐, 非常快乐, 教法喜充满。 由此可知, 知识分子要想学佛, 从教理上, 经教上下手, 他才能够启发信心。 也有一些根本就不通教理, 听了静宗法门他就深信切怨, 他就真干, 这些人实在说也不在少数。 这是什么回事情? 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而是经上所说的, 过去身中善根服得非常深厚的一些人, 遇到这个法门能生欢喜心, 一生也一定有成就。 我们明白了, 对于这些现象就不会怀疑, 不但不怀疑, 看到之后, 心里面欢喜赞叹。 七, 善导大师云, 如来所以心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是,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实为诸佛如来普度法界一切罪苦众生, 平等成佛之第一法门也。 是由应知之者也。 这一段话, 我特别把它补充在将居士注解的后面, 对于念佛人会增长信心。 因为我们念佛的理论方法, 都离不开, 金刚般若, 可以说都是在实行, 金刚般若。 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 在传记里面说他是阿弥陀佛在来, 弥陀化身, 如果说弥陀化身, 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哪里会有错误? 他的话说, 如来所以新出世, 这个地方讲的如来, 意思是说十方一切诸佛差土里面的如来, 不是指一尊佛。 所有一切诸佛, 他们为什么要出现到世间来, 也就是为什么要映画到世间来。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这个意思我想同修们大多数都知道。 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度众生, 度众生要用什么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一切众生宣说, 弥陀本愿。 海, 这个字, 是比喻弥陀的本愿无限的深广, 比喻坐大海。 由此可知, 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 实实在在讲, 就是这一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 佛为什么又说了多许许多多经? 说那么许多, 是因为这个法门跟他讲, 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相信, 于是用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做方便, 来做引导, 引导一切众生同归弥陀怨海。 古德说,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归到哪里? 归到弥陀怨海, 这才知道静宗法门, 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是世尊在, 无量寿经, 上告诉我们的。 我们今天皈依, 皈依哪一个人? 当然是阿弥陀佛。 我们要做的是弥陀弟子, 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 你皈依哪个? 我皈依某法师, 没意思。 你问我皈依哪个? 我皈依阿弥陀佛。 我教导你们的, 统统都是皈依阿弥陀佛的, 你们不是皈依我, 皈依我, 你就错了, 那个麻烦就大了。 我们是皈依阿弥陀佛, 我们统统都是弥陀弟子。 这两句话很有名, 善导大师说的。 说弥陀本愿海, 就是说的, 无量寿经。 而, 无量寿经, 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下连居老居士为我们重新汇集, 真正做到尽善尽美的版本, 这非常不容易。 这不经会极流通到今天, 也不过是半个世纪, 五十年的样子, 不算太远。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苦, 比起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苦。 诸佛菩萨特别悲心, 为我们选择这样好的一部经典, 是末法时期的众生, 一直到佛法灭尽之后的一百年, 这一部经还存在世间, 度无量的众生。 只要有缘见到这部经, 能生欢喜心, 能信, 能愿, 他就决定的度。 实实在在是诸佛如来, 说诸佛如来, 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普度法界一切最苦众生。 一切最苦众生都能在一生的度, 善根福德具足的, 岂不是更容易的度。 此的讲最苦众生, 是讲造作五逆十二, 如果遇不到这个法门, 他这一生当中绝堕地狱。 这样罪业深重之人, 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都能得度, 不但能得度, 而且平等成佛, 这真正不可思议, 真正叫男性之法。 你说地狱众生得度还有人相信, 地狱众生成佛, 相信的人就太稀有了, 简直不能叫人相信。 所以这个法门是另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第一法门。 我们能够把它认识清楚, 真的知道, 明白了, 这就是大福德, 这个福德因缘不可思议。 八, 今世由印广卫弘扬, 令再再处处皆有此经, 则再再处处, 皆有三宝加倍, 天龙拥护, 即再再处处皆或安宁矣。 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但要知道, 而且要深深去体会。 佛法是平等法, 法是平等, 理事平等, 可是人情不平等。 人情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东西不平等, 不平等就造成佛法弘扬的障碍。 不单只现前的社会, 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真正是不辞辛苦, 在古印度, 我们想想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没有交通工具, 完全要靠走路, 世尊当年在世印度人没有穿鞋子的赤脚。 印度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赤脚走, 比我们现在不晓得辛苦多少倍, 我们今天走路还穿鞋子。 那个时候的弘扬顺不顺利, 不见得顺利。 社会上96种外道, 虽然这些外道都被佛降服, 所谓降服是辩论的时候他便输了。 有些不错, 这些外道的首领, 到底还是有修养, 他是真的佩服, 真的输了。 底下图众还有不服气的, 不服气是口里面没有办法, 不能辩论, 心不服, 于是极度障碍是不能够避免的。 这外面的环境, 这个社会环境, 佛的智慧大, 福报大, 虽有障碍, 还能够克服, 佛法的弘扬还算是顺利。 自己僧团里面,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二比丘, 经上记载的六群比丘, 常常在僧团里面捣乱, 给僧团带来麻烦, 这是僧团里面有一部分人, 也是极度障碍。 不过以后我们读经知道了, 世尊那一个团体, 无论是听话的, 老实修行的, 顽皮的, 调皮捣蛋的, 天天找麻烦的, 统统是诸佛菩萨来实现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实现调皮捣蛋? 在不实现那个, 释迦牟尼佛就不制定戒律。 戒律怎么兴起来的? 佛看了, 这个人做错事情, 定一条戒律, 以后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他是用这种方法, 使世尊制定戒律, 故意做这些破戒, 犯戒的事情, 以后才有一步完整的戒律。 统统是佛菩萨, 不是真的做奸犯科。 可是佛灭度之后到今天, 破戒, 犯戒的不是佛菩萨实现的, 那真正是造作罪业, 真的要剁三徒, 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 古人常讲, 好事多磨, 不要认为我做好事, 我存好心, 做好事, 应该就一凡丰顺, 不见得。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 习气霉断, 无量劫以来, 我们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 我们跟一切众生结下许许多多的冤仇。 这一生我们没做坏事, 前身, 在前身, 深深事事那保不住。 不要说做别的, 跟一切众生结别的恶缘, 我们举两个最简单的, 一个偷盗, 一个杀身。 我们能说我们没做吗? 偷盗, 没有偷大的, 人家这里一张纸, 一支笔, 我们拿来用一下, 没有告诉他就拿来了, 这都是偷盗。 用完之后我再放到那一边, 还算是偷盗, 偷盗的境界非常维系。 在日常生活里面, 对于工家的东西, 像在政府纳税, 总得想各方法能少纳一点税, 那都是偷盗。 没错。 有这个念头就是偷盗, 偷心。 你有偷盗的心, 虽然没偷盗的是, 你已经有偷盗的心。 杀身, 说我没杀身, 问你有没有吃肉。 肉要不杀身从哪来的? 吃肉就杀身。 在过去那个老老年头, 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这个年龄, 小时候我们住在农村, 农村里面吃肉很少的, 大概半个月才有一次。 几个乡村里面杀一头猪, 树上挂一个黄字, 晓得今天那个地方有猪肉去买了, 半个月才一次。 那个杀猪的人, 他在杀的时候, 提着猪的耳朵在念咒, 你们都不晓得。 他念什么咒? 他说, 猪瓦! 猪瓦! 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来我不宰, 你像吃的去讨债。 杀猪的人把责任统统推到吃肉的人上。 你不要怪我, 他们要吃, 我才杀你, 你向他们讨债。 欠的命债, 欠的钱财之债, 深深世事不知道跟多少人结冤结。 存好心, 做好事, 哪能够一帆风顺? 连释迦牧尼佛都没有办法做的一帆风顺。 这就是说明无量劫来, 你的冤亲债主不晓得有多少, 这个总得要晓得。 怎么样消业障? 凡是人家来找麻烦的, 都合掌阿弥陀佛。 为什么? 他来找麻烦的, 这一笔就勾掉了, 消掉了。 如果心里不服气, 还有怨恨心, 这没消掉, 不但没消掉, 还又加上一点利息, 这个事情麻烦了。 世间人谁不是这样搞法, 不明事实真相。 明了事情真相, 我们存好心, 做好事, 他来障碍, 阿弥陀佛。 这个障就消了, 逐渐逐渐消了。 所以学佛要有智慧, 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实时消业障, 而不再造业障, 这个就好。 所以红经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要有智慧, 要有耐心, 要有善巧方便。 有善巧方便, 你真的阻拦, 那个地方走通了。 尤其是现代, 没有地方奖金, 没地方奖金也没有关系, 我坐在家里一个人摆台录相机, 我录了之后, 带子可以分送, 还是红法力声, 还是普遍红阳。 许多人逼迫你没有办法, 我可以躲在家里写书, 书写了之后, 印出去也可以流通。 所以善巧方便很多很多, 不一定要有形式, 形式的确容易引起极度障碍, 极度障碍实在讲都是明文立养。 我们明文立养统统都不要了, 你要的我统统给你, 你不要的我来做, 这就没事情, 可以把障碍化减到最低的限度。 处处要学忍让, 知道自己业障深重, 不怨天, 不由人, 欢欢喜喜过日子, 这才是佛弟子, 才是真正依教奉行。 在这个时代, 今世, 为什么尤其应该广位弘扬? 古时候读圣贤书, 每一个人都有道德的观念, 伦理的观念, 纵然是为非作歹, 他的确有一个底线, 他守住一个底线。 所以强盗抢劫杀人, 他也是道义有道, 他也不随便杀人, 他也不绝人后路。 抢人的钱, 总还留一点给你做路费, 你能够回得了家, 那就是他的道, 他不会把你抢光, 抢光那是一点道德都没有了。 从前他懂的。 不像现在, 现在人没有伦理观念, 没有道德观念, 所以是天下大乱。 人造的业重了, 将来堕落, 感得抱非常非常之苦。 佛菩萨, 圣贤人他们看在眼睛里面,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红经重要, 要挽救现在这个时代, 实在讲离开佛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要用从前这些圣贤人的教会, 这世间人也常说,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要培养一个人伦理道德观念, 要从小, 至少要十年, 二十年的功夫, 是从小培养起, 还要家庭, 要社会来合作。 今天即使有这个环境, 从小来培养, 但是家庭不讲求这些, 社会也不讲求这些, 他在学校里学的, 回家再看看社会, 老师, 你教我这些东西没用, 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你教我这样做干什么? 你才晓得, 这才叫真正的危机。 所以今天实在讲, 只有用佛法, 只有用宗教来奠定基础, 然后再建立世间圣贤的教学。 今天除了这个办法, 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办法。 印光大师在, 文超, 里面, 几乎我们常常能见到老人家的呼吁, 劝人要深信因果。 如果人都能相信因果, 其实因果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骗人的, 不是约束人的, 它是事实。 善因一定有善果, 恶因一定有恶报。 如果能想到善恶果报, 大概人起心动念, 造作行为, 自己会收敛一点。 为什么? 现在造的事很痛快, 将来果报不好受。 能够想到将来果报, 不敢为非作歹, 所以因果能够救世间。 因果的道理, 唯有佛法讲的透彻, 金刚般若, 讲因果, 甚深的因果, 无量寿经, 讲因果, 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尤其是我们现在读的下老的会几本, 第32品到第37品, 这一段可以说是专讲因果报印, 它的内容不外乎五戒时善的果报。 持戒的善果, 犯戒的恶报, 这个地方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在此地。 现在这个世间, 什么人发心舍己为人, 就度众生。 发心出来弘扬佛法, 你就是做这个事情。 没有人干, 我一个人也要干。 除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没话说,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我一定要做。 能有志同道合的, 那当然更好, 会做得更起劲, 没有志同道合的, 一个人也要干。 我在许许多多地方, 地区弘扬, 无量寿经, 许多年来就是我一个人。 有讲, 无量寿经, 的, 但是用的不是我这个本子, 用下老的会几本, 就是我一个人, 所以以后碰到黄念祖居士, 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欢喜。 他在国内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他也没有遇到第二个, 没有想到跑到美国去还遇到一个, 所以他非常欢喜, 我听了也很欢喜。 这是我到北京看他一见如故。 能够有十个, 八个人一块发心弘扬, 这不经就能弘扬全世界, 我们认真努力的去做, 自行化它。 纵然不能够消除世间的劫难, 我们有信心, 这个劫难可以能够减缓, 或者这个劫难能够降低, 这是我们很有信心的。 所以应当要做, 应当要发心, 这一发心就得三宝加持。 另在在处处皆有雌金, 这不经硬的数量已经很大。 够不够? 不够。 全世界有四十多亿人口, 我们给他打各折扣, 算一成。 也应当有四亿多人能够接受佛法。 我们算他十分之一, 现在我们印的这一点经典不够用。 所以应当大量的去印, 大量的去流通, 大量的去宣传, 让在在处处都有这不经, 在在处处都有三宝加持。 经典所在之处, 就有龙天护持, 这是强调, 如果在在处处都有人读宋寿持, 都有为人演说, 这个劫运确实可以婉转。 天龙拥护, 即在在处处皆或安宁, 我们要求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细细去思维, 去想象, 这个方法应该是很有效果的。 九, 行者当发大心, 日日为在在处处读宋, 求消灾障。 其但在在处处可或安宁, 且在在处处众生, 亦必不知不觉, 发起信心。 此等感应, 真实不虚。 何以故? 亦真法借故, 一切众生同体故, 明勋之力及大故。 行者当发大心, 行者是依教修行的人, 或者是依, 无量寿经, 依, 阿弥陀经, 或者是依, 金刚经, 都好, 这都是一成就尽了义的大经。 日日为在在处处读宋, 求消灾障, 我们有没有这个念头? 我们每天读经是为自己读的。 还是为世界和平读的? 还是为国泰民安读的? 大概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读的。 为自己读的不行, 为什么说不行? 增长我见, 增长我值。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我每天读经是为我读的, 这就不行。 经是读的不错, 你也是读诵, 受持, 为人演说, 但是你不能破四乡, 不能破四箭。 你做菩萨, 这是全教菩萨, 决定不能做法身大事, 你要想做法身大事, 我每天读经为一切众生读的, 我每天受持为一切众生受持的, 我每天演说为一切众生演说的, 没有一念为自己, 那诸佛就赞叹你。 你不久, 四相, 四箭不要断, 自己就没有了, 无上菩提不求, 自然就得到了, 这个意思很要紧。 我们明白, 就是真的觉悟, 觉悟了不再为自己。 每天要不要读经, 更认真的去读经, 为众生, 为一切苦难的众生, 求三宝加持这些人, 加持这个社会, 加持这个世界。 求消灾障, 灾事灾难, 天灾人祸, 障事业障, 众生起的恶念, 造的恶业。 其但在在处处可或安宁。 且在在处处众生, 亦必不知不觉, 发起信心。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只要你诚心诚意去做, 所谓是诚则灵。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修了几十年, 这个地方人从来没有受我感动, 那什么原因? 你的心不沉。 你光看外面, 你有没有自己去反省, 为什么不能感动别人? 你不真诚。 你每天都在那里应付应付, 那怎么行? 这几天有一本, 了凡四讯, 在这边结缘。 这本书是我今年上半年, 我们第一次讲, 金刚经, 那个时候, 我在那时候写的, 后面有一部分是, 于静异欲造神迹。 诸位拿到这个书, 你先看后面那一部分, 看, 于静异欲造神迹, 然后就晓得, 我们每天干的, 是真干还是假干。 自己以为是真的, 不见得是真的, 这就是自己的标准靠不住, 一定要用佛菩萨那个标准来衡量, 才量得出来, 我们自己这个标准靠不住, 你读读, 于静异欲造神迹, 就了解。 我们不是真诚在干, 真诚在干没有不受感动的, 不但人会感动, 连植物,动物都会感动。 人心道志成, 这一切小动物都听话, 都能跟它感应道教, 我们的意思它懂得, 它的意思我们也能够猜想得出来。 我们看古时候的大德, 能够通鸟兽的语言, 这也不是假的。 易经的法师安是高就懂得鸟兽的语言, 它在行角的时候, 在路上听到鸟在树上叫, 鸟在那里聊天, 因为它们在很高的地方, 看到很远的地方, 它们在那里聊那边有什么人来了, 它在那里听, 它懂得, 还没有见到, 就晓得路上有几个人过来了, 那个鸟在聊天。 不但动物能通情, 植物也能通人情, 陈泽灵。 真诚太重要了, 没有不受感动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理在哪里? 理是, 净虚空, 变法界是一个自性变现的。 真诚就达到自性的深处, 自性变现虚空法界, 虚空法界里面动物, 植物, 矿物, 哪有不感动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真感。 假使我们在做这么多同修, 每天都能够这样做,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真诚心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念一卷经, 念的时候不能有妄想, 不能有杂念, 真诚心去念, 一个人一天念一步, 能够三年不间断, 这个世界众生的业力汇转, 就看我们在做同修发不发这个心, 有没有这个大悲心, 怜悯这个世界苦难众生, 真感。 他有效。 此等感应, 真实不虚, 这个话说得非常肯定。 何以故, 为什么? 一真法界固。 净虚空, 变法界, 是我们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 一切众生同体固, 感应道交, 却确实实是基于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 所以如果我们真诚作愿, 一定能够感动。 他自己不会修, 我们带他修, 我们帮他修。 明勋之力极大顾, 带他修, 为他修, 就在自己的真诚。 如果没有真诚, 那个没有用处, 那个没有效果, 要真诚的心才能够感人。 说到这个地方, 在世相上, 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 如果诸位同修留意的话, 我们接触一个人, 这个人真诚, 跟他接触, 气氛不一样, 虽然初次见面, 就有很深的感动。 我过去遇到的三个老师, 这三个老师当中, 最殊胜的是张家大师。 我们跟他接触谈话很少, 但是跟他坐在一起, 身心的感受不一样, 完全不相同。 现代人的术语, 现在人讲磁场, 他的磁场, 磁力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跟他坐一起, 我们的磁场跟他相结合, 得的感受力量很大, 在我们佛法说是真心, 诚心。 他的教导可以说字字句句都入到我们心上来, 让我们牢牢记住, 永远不忘, 而且还很会听话, 照他的话去做。 这是一般讲射受的力量非常强, 这就是真诚, 没有别的。 大师有这种射受力量, 我们为什么没有? 华言经, 上明明地说出,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乡, 我们怎么没有? 这就是属于德乡,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证得, 我们天天打妄想, 天天分别执着, 所以把我们的德乡埋没掉。 张家大师真诚, 虽然当年在世, 他是政府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人物, 政府里也有官位给他, 他跟我说过, 在私下谈过, 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被他们拉着没有法子, 只好去应酬应酬, 不得已去应酬的, 他心清净, 绝对没有这些虚荣的念头, 心地真正清净。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我们要相信的, 我们要认真去学习的。 知道这个明勋的力量, 我们也明勋, 我们为一切众生读经, 为一切众生修行, 授持, 读诵, 演说都为一切众生, 这个回向计回向, 是真的不是假的。 上报四重恩, 下计三图苦, 这不为自己。 明勋力量极大, 他怎么带到那种程度。 跟一切诸佛菩萨那个勋力相结合, 这个力量就大了。 前面说, 接得三宝加倍。 这个力量就大, 是这么一个道理。 十, 此经功德殊胜, 为十方三宝所护持, 一切天龙所功禁锢。 人能如是行之, 便是舍己利他, 便是以开道眼, 便是观照一真法界, 便是行利益一切众生之离相不施。 便是信心不逆依教奉行。 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何单如来? 其效力之大小持素, 全是当仁观行之力如何? 是发大心者, 当下便可起而行之也。 此经功德殊胜, 为十方三宝所护持, 一切天龙所功禁锢。 人能如是行之, 便是舍己利他, 便是以开道眼, 便是观照一真法界, 便是行利益一切众生之离相不施。 我们看这一段, 这里面的几句话都是真实的, 没有一句是赞叹鼓励人的, 不是。 你要这么看法就错了。 真实法里面没有客气的, 完全是给你讲真实。 这不经的殊胜功德, 前面说了很多, 他是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修学的原理原则, 就在这不经上。 而原理原则, 实在讲只有两句话, 印模锁住, 而生其心, 这是全经的核心。 我们在这不经上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从小成出果须佗环, 他修的什么。 不管修哪个法门, 理论依据就是, 无助身心, 一直到大成正的原教的佛果, 还是无助身心。 所以这不经是一切如来成佛的经药, 心药。 功德之殊胜, 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 所以是十方三宝所护持,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十方三宝护持的那个地方。 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是真正有大悲心, 你有亲戚朋友在外国, 在远方, 你把, 金刚经, 无量寿经, 寄两本给他, 那个地方不就有经典了吗? 他念, 不念不管他, 念更好。 不念, 那个地方也有佛菩萨守护。 常常存这个心, 这就是大慈悲心。 除非我们没有地址, 没有办法, 有地址我们都尽量去做。 现在还有更方便的, 我们的录音带可以寄。 有些人在国外住久了, 连中国字都忘掉了, 书寄去他看不懂, 但是录音带他会听。 我们书跟录音带统统寄去, 他可以听。 如果更有好的机会的话, 应当多多劝劝他。 不要劝他本人, 本人年岁大了不想学了, 他总有小孩, 哪一个做父母不爱护自己的子女。 你可以劝他, 劝他叫他的小孩在国外要学华语, 这是今天全世界几乎都公认的, 下一个世纪中国会强大。 中国有12亿人口, 中国的华语将来在世界上可能代替英语, 小孩不学华语, 将来会吃亏。 华语怎么学? 读佛经, 听录音带, 你华语就学会了, 中国字就认识了。 你用这个方法去教他, 你说, 你教小孩用这个方法来学华语, 一举四的, 一桩式情四种收获。 第一个, 中国话学会了, 第二个, 中国的文字认得了, 第三个, 不但中国文字认得, 经是很浅显的文言文, 文言文也学了, 将来连中国古书他都有能力阅读, 第四个, 开智慧, 学佛开智慧。 一举四得。 所以要常常想到哪些朋友在国外, 在远方, 把这个寄去, 顺便写一封信告诉他一举四得。 他要听了有这么多的好处, 他会叫他的小孩, 督促他的小孩, 真的用功去学习。 小孩要是学习了, 会影响家里人, 会影响大人, 明勋之力不可思议, 这是佛力加持。 一切天龙所功禁固, 天龙鬼神是护法神, 经典所在之处, 护法神护持, 护持这个地方。 哪一个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护法神一定保佑这个人。 这个人即使命里面有灾难, 那个灾难也会化解掉。 为什么? 他有大功德。 人能如是行之, 能够依照奉行, 能够这样去做, 便是舍己利人。 可见得舍己利人这事情不难做, 难在你常常有这个心, 有这个意思。 我们每年将这些经书总得印几百万册, 向全世界赠送, 只要有地址给我们, 我们一定送。 希望每一个同修都这样做, 那我们送的地区更广, 就送的更多。 经书运到这个地方, 大家拿到, 你多拿几本没有关系, 送给你们那些亲戚朋友, 我们这里不是限定一个人只拿一本, 多拿几本也没有关系。 送的地方越多越好, 送完了我们赶快就再印。 这是舍己利他。 便是已开道眼, 道眼开了, 不再自私自利, 他知道要利益一切众生。 便是观照一真法界, 也不限于我这个小地区了, 我们会把心量拓开, 要知道利益整个世界的众生, 还要利益尽虚空, 便法界的众生。 为什么? 我们这个地区很好, 我们四周围的邻居不好, 邻国不好, 邻国有难,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不舒服, 我们过得很好, 我们四零几个国家都很好, 我们过得很安心,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地球不好, 其他的星球发生变故了, 我们晓得这个地球会受影响。 必须其他的星球, 星系, 也都正常地运行, 我们此的才平安无事。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常讲到虚空法界, 虚空法界是一体。 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大, 放远, 观照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尽虚空, 便法界。 这就是真正在, 行利益一切众生之离乡不失, 真的离乡了。 不为自己, 我相没有了, 我见没有了, 为一切众生, 虽为一切众生, 没有执着一切众生的相, 人相, 众生相没有了。 虽然不断地在做, 念念相续, 没有执着相续相, 受者相也没有了。 这是离四相, 离四见, 真的是做利益众生不失工作。 便是信心不逆依教奉行, 信心不逆四个字要这样做才圆满, 才真的会做, 会修。 要用世俗人的言语来讲, 会过日子, 他会生活, 就是这个意思。 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何单如来, 虽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心里面若无其事。 虽然若无其事, 一切不执着, 但是却确实实那个功德存在, 不是功德没有, 他真有。 这样做是真正续佛会命, 真实的弘法力深, 这真感。 其效力之大小尺素, 全是当人观行之力如何, 这样去做, 有的效力很大, 很快就见到, 有的效力, 效果比较小, 而且时间很慢。 这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说的真诚, 完全在你心地真诚的纯度。 这个地方讲, 全是当人观行之力, 真诚在观里面。 观是观念, 就是你的想法跟看法, 形式你的行为, 你的做法, 你是怎么个做法。 我们今天, 实在讲现代科技发达得很快, 往后传播的速度跟面比现在更广, 更快。 现在电脑有国际连线, 有一些同修告诉我,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人做的, 大概我还有几部经, 他们送到国际网路上去了, 告诉我在全世界有五千万个单位, 可以收到这些资讯, 这是从前人无法想象的。 这的确是轻而易举就把佛法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方法我们要懂得, 我们的真诚心最重要了。 如果没有制成, 真诚, 推广推得再广, 感人的涉受力量薄弱, 就是人家接受之后, 他没有很深的感动, 很深的感动涉受力, 完全是真诚的利益众生。 是发大心者, 当下便可起而行之也, 发大心就是前面所说的, 发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的心, 那个心就是大心, 换句话说, 就是发度一切众生原成佛道之心。 发这个心, 你立刻就可以这样做, 不要再等待。 读诵, 受持没有问题, 为人眼说我现在还不行, 我对佛法之道还不多, 我还不能讲经说法, 这都是自己错误的见解。 佛在这部经上教我们马上就干, 而这部经是大成了一经典, 不是普通经,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法。 你全部经不能讲, 讲四句记。 四句记, 就是指这部经上任何四句的经文, 你懂哪一句, 你就讲哪一句, 不懂就不要讲。 叫你马上就做, 不可以等待, 马上就做, 你就得三宝加持, 你就开智慧, 就消业障。 如果还要等待, 现在不行, 要多学几年, 那个意思就讲, 我现在业障还不够深, 再生几年, 不就是搞这个吗? 这个念头错了。 不可以对自己有疑惑, 大成经上常说, 一位菩萨第一重障, 最重的障碍。 对自己不要疑惑, 要相信自己确确实实具足如来智慧德相。 为什么不能献钱? 贪, 甜, 吃, 慢, 疑, 这个东西把你盖住, 你智慧德能透不出来。 不要再疑惑, 断疑就生性, 信心清净, 则生石香, 金刚经, 上说的。 你要来问我, 你能不能学讲经说法, 我就问你, 你对自己怀不怀疑? 我想我不行, 我就点点头, 没错, 你是不行, 我怎么知道你不行? 你怀疑你自己, 你怎么会行? 如果你来跟我说, 我不怀疑, 我有信心, 那我会点头, 你一定行, 我的话没说错。 可见得这个问, 答在问的那一边。 这都是真实语, 一定要自己建立信心。 105, 约灭罪显标清贱之音。 父次,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词经, 若为人清贱, 是人先是罪业, 应堕恶道。 这是首先为我们说明修学大学, 修学了义的戴经, 还会被人清贱, 轻视瞧不起, 轻视你, 小看你, 或者是加以毁谤你, 击刺你, 侮辱你, 都包括在其中。 有没有这种情形? 有, 自古以来就有。 所以这一段话世尊一定要说, 一, 因教义书胜, 能灭先世重罪, 得无上菩提。 欲证菩提, 必先消除肃障, 福德方位圆满。 这是先把大前提为我们标示出来。 教义的书胜, 书胜在哪里? 书胜在灭罪。 这一段经文是从灭罪来显示的, 能灭先世重罪, 这个重罪就是阿比地狱的罪业。 灭罪才能得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是成佛。 在理上讲一点都不错, 在世上讲没那么容易。 理上是叫你放下, 叫你舍, 世上是放不下, 舍不掉, 难在这个地方。 舍了见思烦恼, 你才证阿罗汉果, 舍了尘沙或, 再舍一分无名, 这才能证得原初住的果位。 无上菩提是要把最后一品生香无名, 也要舍掉。 理论方法就是一个舍, 舍就是无助, 理论上没错, 事实上难。 如何把世上的艰难变成容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假如不能把这难事变成一事, 凡夫要成佛根本就不可能。 这一桩大事情, 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先想到了, 他是最先想到的。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 他在做凡夫, 做国王的时候, 遇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 老师为他讲解佛法, 他觉悟了。 他真的是信心不逆, 依教奉行, 他成就了。 他了解十方无量无边沙土里面, 罪业极重的众生不容易成就, 不但成佛难, 脱离三界轮回就不容易。 所以他把极难的事情, 要想各方法变成极容易的事情, 令一切众生各个的度, 这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恩德。 这样的大恩大德有几个人知道。 念佛人, 修净土的人几个人知道, 几个人能说得出来。 糊里糊涂的修,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也糊里糊涂的去了, 也很难得, 很可爱, 不容易。 到了西方世界你才真明白, 真晓得, 佛对我们恩德太大了, 粉身碎骨没有法字报答, 把极难的问题变成极容易。 所以一切诸佛赞叹他佛中之王, 这个话不为过。 这个方法, 灭罪的无上菩提,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没有念佛求生净土, 这句话是理论而不是事实。 欲证菩提, 必须消除肃障, 肃室的业障, 我们现在讲习气, 无始劫来的习气, 这个东西要消除, 消业障。 消业障用什么方法消最好? 念佛 金刚经, 上的原理, 应摩锁住, 摩锁住就是放下万元, 放下万元就是无助。 提起正念, 正念就是一句佛号, 那就是,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念阿弥陀佛的心。 迷陀经, 上讲的, 直持名号, 直持名号就是, 而生其心, 放下万元就是, 应摩锁住。 由此可知, 我们一个真正老实念佛人, 可以说他修的是圆满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 他用什么方法修? 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 圆满的, 金刚般若。 有一些人不明教理, 轻视念佛人, 以为念佛, 这一句佛号三岁小孩都会念, 有什么稀奇, 有什么乐不得。 这个人真叫不通之人。 这句佛号不简单, 一切诸佛都互念, 一切诸佛都赞叹, 哪有他说的那么容易。 这一句佛号把极难大问题简化了,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要是越细细去想, 越不可思议。 业障消除, 用这个方法消业障, 用这个方法断习气, 福德方位圆满。 这个法门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诸位同修必须要细细去思量, 真正是第一法门。 我早年在美国讲经, 有一位同修来问我, 他说, 法师, 假如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现在讲的, 大藏经, 只允许您选一部经, 您选择哪一部。 我说, 我没考虑, 我一定选择, 佛说阿弥陀佛经, 他当时也很震撼。 为什么我要选这部经? 这一部经是第一经。 为什么不说, 无量寿经, 是第一经, 阿弥陀经, 变成第一经? 诸位要晓得, 如果为自己来说, 越简单越好。 无量寿经, 的经文太长, 越简单越好。 连持大师念佛, 他教人念六个字, 他自己念四个字。 你要想成功, 越简单越容易, 越简单越得力, 大家要记住这个原理原则。 不是学的很多很多就好, 很多就砸, 就乱了。 佛法六波罗密是经经, 经是唇而不砸, 那个净才有力量。 你要是砸净, 乱净, 没有力量。 这个原理可以应用在 试出世间一切法上。 打仗用在兵法上, 兵力攻一点容易攻破, 那个力量强大, 如果把力量分散, 兵分散了, 全面去攻, 决定失败, 不能成功。 我们修学佛法也是如此。 江卫农居士四十年就一部, 金刚经, 所以他这个, 金刚经, 的注解, 讲义, 诸位可以把, 大藏经, 自古以来, 有一百多家的注解, 金刚经, 的注解, 你拿来看看, 比不上他, 他变成古经, 金刚经, 的权威。 你说为什么? 人家一门深入, 所以他有这个成就。 他要学各十部经, 二十部经, 他是平平常常, 没有可取之处。 可贵的是, 他就是一门深入, 他的成就。 民国初年还有一个人也了不起, 跟江卫农居士一样是周指燕居士, 他也是一生大概用了三, 四十年的功夫在, 班若新经, 他有一本, 班若新经全著, 可以说是集, 新经, 几百家注解之大臣, 他成功了, 成为这一部经的顶尖的人物, 这才可贵。 所以我劝勉同学们, 你们如果要做顶尖的人物, 将来真正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何单如来, 应当怎么做? 一步经, 一门深入, 你才有不可思议的成就。 也许你们会问我, 您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自己不能这样做, 不是我不想这样做, 我很想这样做, 十节因缘不同, 没法子, 讲经的人太少了。 如果有个法师讲, 金刚经, 的, 能讲得这么透彻的, 我绝对不讲这部经。 如果有人把, 华言, 法华, 讲得透彻的, 我也绝对不讲这部经。 我一生我会选择一部经, 我会选, 弥陀经要解, 简单明了, 我专讲这部经, 我也不会讲, 无量寿经。 现在无可奈何, 没人讲。 台湾有个开心老法师碰到我, 就劝我, 劝我讲, 华言经, 跟我讲了十多遍, 他说, 法师, 你要再不讲, 华言经, 以后没人讲。 我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 我说我会放在心上, 如果有机缘我会讲一遍。 我做这个工作是为后人。 而希望大家一个人专精一部, 三年就小成, 七年就大成。 七年你就是世界级的专家, 权威, 三年你可以在自己国家里面成为权威, 你是这部经的权威, 七年你变成全世界的权威, 我说的话都不是假话。 要专要经, 加上你真诚修持的功德, 三宝的加持, 真正不可思议, 却确实实能够救度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 今天这个问题, 就在你肯不肯发心。 在家的同修也可以做, 弘法力生人人有分, 也不要把责任统统推给出家人。 出家人不干, 在人家人一样干。 现在在这个世界居士们讲经说法的不少, 我知道的就有二、三十个, 比出家人多, 希望大家都能发心。 二, 为人倾鉴, 如善棒屈辱等。 广言之, 凡欲困难浮逆之事皆是, 是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 明其被人倾鉴之故也。 为人倾鉴, 如善棒屈辱等, 讽刺你, 讽刺你, 毁谤你, 侮辱你, 甚至于陷害你, 这些事情都有。 广言之, 凡欲困难浮逆之事皆是, 你遭遇到困难, 遭遇到挫折, 遭遇到障碍, 都是这一段经理念所说的意思。 是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 这是说明这一个人被人倾鉴的原因。 由此可知, 遇到这些仗难倾鉴, 正是为自己消业障。 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 决定有佛护念, 有护法神保护, 是替我们消业障。 业障消掉的时候, 自己境界又提升了一层, 这哪里是坏事, 大好事一桩。 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来亲见我们, 侮辱我们, 找麻烦的, 念阿弥陀佛谢谢他, 他替我消业障了, 决定不能有怨恨之心。 我做的好事, 好事在这个时候有人亲见, 当然是自己有业障, 消业障, 没错。 第二个, 众生的圆没成熟。 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讲经这个例子, 讲经好事情, 被人障碍不能讲经了, 第一个是自己有业障, 消业障。 假如众生文法的圆熟了, 有龙天保佑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找你麻烦, 阻挠的人也障难不住, 众生的福报太大了。 由此可知, 我们遇到障难, 一方面是自己有业障, 一方面是众生的圆没成熟。 所以好事一桩, 不是坏事, 众生的圆未成熟。 如果众生的圆成熟了, 就是道场都有佛菩萨来建立,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操劳经营, 佛菩萨会建立道场, 给你来弘法利生, 哪里要自己操一点心。 所以, 金刚经, 读熟了, 读通了, 就心开一解, 真的快乐无比, 纵然遇到极大的困难, 心里都是很快乐的。 三, 凡人造业, 无论善恶, 皆是熟者先迁。 前身造恶, 今身未堕, 呆诸后生者。 因其前身造有善业, 其果先熟。 或多生善果之于福未尽。 而恶果受报之时有未到。 所以今身尚未堕落也。 凡人造业, 无论善恶, 皆是熟者先迁。 前身造恶, 今身未堕, 呆诸后生者。 后生, 等到来世, 这一生没堕落。 因其前身造有善业, 其果先熟, 这是一个原因。 前身造了恶业, 但是这一生没有堕三图, 还得人生, 这是什么原因? 是我们前世也有善业, 那个善业先成熟, 先受报, 恶业还没报, 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就说明修学大臣, 舍己为人, 利益众生, 为什么还遭遇到不顺利这种种障缘, 这把原因完全说出来。 我们了解这个事实, 绝对不会怨天尤人, 只会生惭愧心, 欢喜心, 感恩之心, 会生这个心。 这是自己符会增长, 业障消除的现象。 如果遇到恨逆之事, 心里有不平, 那就叫业障现前。 最没有灭, 他所现的是业障, 心里面愤恨不平, 这是业障现前, 这个人没有符会。 有符会的人, 他那个心情态度不是这样, 他生欢喜心, 生惭愧心, 生感激之心, 这不一样, 绝对没有怨天尤人的念头。 这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心里有怨恨, 糟糕。 业障现前了。 怎么办? 念, 金刚经, 有好处, 金刚经, 多念, 念得很熟, 一遇到这个事情, 心里马上警觉到了。 正是所谓,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一念怨天尤人起来, 不怕。 第二念头就改过来, 不再怨天尤人, 晓得自己的业障, 众生福得因缘没现前, 是这么一回事情。 第二个原因, 或多生善果之于福未尽, 而恶果受报之时有味道。 这是第二个原因。 大概总不出这两个原因, 你过去生中修的善, 修基的很多, 在前一生虽然享福, 还没享完, 还有于福, 所以这一生当中又到人道来享受于福。 过去生中造的恶业, 恶业还没成熟, 就是受恶报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这一生修持遇到这么一些事情。 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这一段, 诸位同修来听的人, 都很有福报。 因为这个事情常常会遇到, 你要不晓得, 你不知道回头, 这个不得了。 你真的懂得, 明白了, 以后再遇到这些恨逆之事, 你的观念会转过来, 那你真的消业障, 增福会。 这一段经文不太容易听得到的, 所以你今天来, 很有缘分, 你也很有福报, 你能听到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导。 所以今生尚未堕落也, 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还没有堕落, 原因不外乎这两种。 这个没堕落, 实在讲是非常非常的侥幸。 虽没有堕落, 要知道我们现在脚步是踏在堕落的边缘上, 一不小心就下去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 真的是要牢牢记住, 回去多念几遍。 这个金本诸位家里面都可以拿一本带回家去, 已经拿回去的就不要再拿, 没有拿回去的带一本回家。 我这一次到这里来讲这部经, 经本是送来八千本, 应该是足够用的, 有八千本经本在此地。 回去常常念念, 常常想想经里面的道理, 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修行就是过日子, 修行就是你每天的工作, 待人接物, 把握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 守住这个原理原则, 你就是在修, 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中所讲的寿池, 读诵你做到了。 为人眼说, 我刚才教给你许多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法门, 经书, 录音带, 送给一些亲戚朋友, 这都是为人眼说那个意思, 就是要把佛法普遍广泛的介绍给一切大众, 这个面越广越好。 为什么? 经典所在之处, 诸佛护念, 隆天拥护, 却确实时能保平安, 却确实时能带来世界和平。 我们要有真诚坚定的信心, 才不辜负佛菩萨的教会。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六十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八。 请先开经本一百五十一面。 四, 有因必有果。 若非别造书胜之因, 宿正书胜之果者, 定业之报, 其何能免? 所谓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真来早与来至世也。 古德云,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此言万事皆空, 唯有因果在。 由事观之, 人生在世, 有何趣味? 这还是继续来探讨, 友善男子, 善女人受持读诵词经, 要是依佛在经上所说, 他一定得到诸佛护念, 隆天拥护。 为什么这样殊胜的果报, 他得不到? 他所得到的是为人轻贱, 这是恰恰得到一个相反的效果, 这里面必有原因。 佛为我们说, 这个人先是造的罪业很重, 应当要剁恶道的。 由于为人轻贱之故, 这个轻贱就是报, 换句话说, 重罪轻报,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情。 真正明理, 了解事实真相, 不但对于世尊的经教不怀疑, 不会生起疑惑之心, 而且知道这是消业障。 业障消除, 境界当然就提升了。 今天这一段小柱里面, 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 我们看大臣经典, 法华, 讲的是一臣因果, 华言, 讲的是五周因果, 一臣乐意的身经都不离因果, 何况其余。 这是我们首先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我们才有出路。 有因一定有果, 有果当然有因。 假如我们没有特别造书胜之因, 宿正书胜之果, 这一个人的一生就没有办法逃脱命运。 我们一般人讲, 一生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个话说起来, 我们听到也很沮丧, 听到很悲哀。 其实那是不知道怎样转变业因, 他一生就受命运的支配。 在这个世间, 像这样的人的确占大多数。 最近几天, 报纸上有个小小的新闻, 我那一天偶然看了一下, 最近的日本年轻人一窝蜂都很喜欢算命。 算命不是好事情, 迷惑颠倒, 前途渺茫, 精神生活空虚, 他才会去算命, 如果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生活很充实, 那要算什么命? 过去金山妙善法师常说, 他教我们不要去记挂着命运, 也不必去算命, 要紧的是懂得造业。 业是果之因, 命运是果, 命运从哪里来的? 命是你自己造作的。 你造善因, 你的命当然好, 你造恶因, 你想好也好不来,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懂得造因。 人有定业, 所谓定业是前世所造, 佛在经上告新我们,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这个话的意思是, 你要知道前世你造的是什么因, 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 我们的人生, 人生叫果。 我们过去生中, 大概五戒, 实善修得不错, 感得的果, 果是的人生。 虽得人生, 每一个人相貌不相同, 体质不相同, 我们讲健康状况不一样。 生活状况也不相同, 有人发财很富有, 有人非常贫困, 这叫做报。 果跟报是两桩事情, 有果有报。 果报都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 哪一个人没有定业, 哪一个人不是受命运的支配。 不但这一生, 可以讲生生世世都是受命运的支配。 为什么会受命运支配? 不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 这就是迷惑颠倒造业受报, 这就是轮回的业缘。 唯一的方法, 修书胜之音, 能够快速地去振书胜之果, 那就恭喜你, 你就超越了。 说到这一句, 我底下不讲, 大家心里也有数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 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佛教里面法门很多, 理论没错, 方法也不错, 你去修修看就知道了, 法门有难以的差别。 其他的法门要断见思烦恼, 我们想想能不能断得掉。 见思烦恼是些什么? 头一个就是我见, 起心动念执着这个身是我。 你什么时候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 你才能破见祸, 正须陀还果。 金刚经, 上讲的破四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小陈须陀还也做这个功夫, 他做的有成绩, 如果没有成绩, 他就不能正出果。 他做的有成绩, 所以他正果。 再把三界八十八品私货, 贪, 甜, 吃, 慢, 疑, 这五种断干净了, 这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不容易。 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头一个就是我, 从来没有把我忘掉, 你才晓得难。 其他法门要在一生当中成就太难太难了。 幸亏有阿弥陀佛, 给我们建立念佛代业往生的法门, 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就是代业。 代业是什么? 不要断见私烦恼, 就能够成功。 可是诸位在此的, 必须要搞清楚, 见私烦恼没有断, 怎么能往生。 这一句佛号有了功夫, 把见私烦恼控制住, 扶住, 烦恼没有断, 但是能扶住。 所谓扶住是什么? 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 大士智菩萨交给我们,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相继是一句接一句, 没有杂念渗透进来。 这个并不是一心, 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 他的力量能够浮烦恼。 只要烦恼能扶住了, 就能往生。 扶烦恼这个意思, 你如果还没有听懂, 我们再换句话来讲,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放下, 把你心里面牵长挂肚的事情, 你所忧虑的事情, 你所牵挂的事情, 统统放下, 单提一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这就服了。 如果一面念佛, 一面还在打妄想, 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往生。 我没有别的妄想, 我利益众生, 弘法立身, 行不行? 也不行。 弘法立身也不行。 诸位要晓得, 弘法立身你有这个心, 前面讲你心有所助, 而弘法立身, 这得到的果报是福报, 是人天福报, 那个不是敬业, 那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业, 还是在六道里面出不去。 弘法立身的事情要不要做, 要做, 要不要放在心上, 不能放在心上, 心里面只可以放一个东西, 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不放, 这样的人决定的身。 这是往生西方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就是造书圣之音, 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宿正书圣之果。 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 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业, 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这叫带业往生。 带到西方世界去了之后, 还要不要报。 不要报了, 到那个地方成佛了。 业到哪里去? 业还在, 转烦恼成菩提。 诸位要记住, 业并没有断掉, 转变了, 转成菩提。 你阿赖耶里面有这些善业的种子, 将来你到十方诸佛刹土, 三善道现身, 度身说法。 佛菩萨道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 也要有因缘的。 缘是什么? 缘是我们众生有感, 他就来因。 因是什么? 他过去生中有六道的因, 他能够到六道来现身, 过去是造的恶业, 他有能力到三恶道受生, 去度恶鬼, 畜生, 地狱, 如果他没有这些业因, 他哪儿也不能去。 由此可知, 善恶业习不是没有好处, 好处也挺多的。 就是到佛的境界, 他把他转成度众生的缘分, 转成这个, 转烦恼成菩提。 佛法里面常讲断, 其实断就是赚, 赚了之后, 的确他是没有报, 他凭这个去示现。 如果没有业因, 他就没有法子示现。 如果不能往生, 我们的定业决定没有办法来赚, 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谓, 善恶到头中有报, 为什么有来得早, 来得迟。 这个看缘。 佛在经上把这些事实, 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因要变成果, 当中一定要有缘, 如果缘没有, 没有遇到缘, 虽有因不能结果。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种瓜, 瓜是果, 瓜的因是什么? 种子, 瓜子是种子。 它必须要有土壤, 要有水分, 要有阳光, 要有空气, 它才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些缘都断掉, 把这瓜子装在茶杯里面, 装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果。 为什么? 缘断掉了。 所以佛法里面讲因果, 省略当中还有一个缘, 这是我们一般讲因果, 是因缘果。 而佛在经上常常对弟子们说法, 他不讲因果, 他讲缘身。 可见得, 缘, 真的是关键。 我们能够念佛往生成佛, 凭什么? 平缘。 所以果报来得早, 来得迟, 不是别的关系, 是缘的关系。 遇到缘 遇得早, 它就早结果, 遇得晚, 就晚结果, 但是那个因永远不会消失,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起心动念一切的造作, 自然就小心谨慎。 决定不能造恶因, 因虽然造得小, 必有果报。 古德云,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这是永明大师所讲的, 这个世间我们空手来的, 将来还是空手去, 一样都带不走。 说空手来空手去, 这个香已经讲得很粗很粗, 要是照, 金刚经, 前面的教义来说, 是万法原生。 它的真相刹那九百身灭香蓄香而已, 实际上,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哪里还要万般将不去, 还要说一个来去,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但是夜随身, 夜会跟着你, 遇到原他就献果报。 所以我们明白事实真相, 不要再问命运, 要问我们现在造的是什么业, 这才是真正聪明人。 我们在夜上转自己的命运, 这是聪明人, 这样的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改造自己命运, 创造自己命运。 学佛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们的佛教白学了。 世间人问你学佛有什么好处, 最低的好处, 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最低的好处, 我不受命运的摆布, 不受命运的愚弄。 我们能把这一点说清楚, 学佛的人就多了。 此言万事皆空, 唯有因果在, 这是一点都不错。 由事观之, 人生在世, 有何趣味? 这一句话, 的确是把人间看破了, 我们常讲看破世界。 这样说起来, 学佛的人不是很悲观吗? 人生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趣味? 也许有很多人听了这个话, 学佛很消极, 佛法是消极的, 殊不知这些话不是给学佛人说的, 是给没学佛人说的。 学佛的人不一样, 人生在世去为无穷, 他真的觉悟了, 他真的明了了。 没有学佛, 你被环境支配, 被命运主宰, 这个很可怜, 的确是没有意思, 学了佛之后, 我们支配环境, 主宰命运, 的大自在。 心经, 大家常常念, 观自在菩萨, 自在。 自在就乐, 不自在就苦了。 所以佛法给我们的是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这几句话纯粹是讲世间迷惑颠倒, 他们所受的果报。 五, 造业, 业障也。 堕恶道, 报障也。 不知罪业之不可造, 或障也。 虽大富大贵, 乃至升天, 到头免不了一个苦字。 凡夫不知此三, 皆是虚妄相想。 执迷不悟, 障其见道, 修道, 正道。 故谓之障也。 造业, 业障也, 造事造作, 生, 与, 亦都造作, 生是动作, 与是言语, 亦是念头。 一个念头善, 一个念头恶, 虽然没有变成生, 与的行为, 但是你已经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已经造业了。 在佛门当中, 大小乘戒律结罪就不一样。 小乘戒律结罪完全是讲事箱, 像我们世间的法律一样, 要拿出证据出来, 没有证据不能结罪的。 大乘戒律不一样, 大乘戒律在起心动念这个地方结罪。 小乘戒律论是不论心, 我恨这个人我要杀他, 但是我并没有碰到他一下, 这个不犯杀戒, 小乘不犯杀戒。 大乘法里面那就不行了, 起心动念想杀他, 你就犯了杀戒, 我没有杀他, 你已经动念头了。 所以大乘戒难持, 小乘戒好持, 小乘是论事不论心, 大乘是论心不论事。 在大乘法里面, 我恨那个人, 想杀那个人, 可是杀错了, 杀的那个人, 我没有起心动念, 那一边不结罪, 可是你起心动念想杀的那个人, 虽然没有杀他, 那一边结罪。 大小乘戒律在精神上不相同, 大乘戒难持, 论心不论事, 在起心动念上结罪。 所以, 起念动念就造业。 业他就是障碍, 障碍什么? 障碍智慧, 障碍清静心, 障碍界定慧, 所以叫作业障。 剁恶道, 暴障也, 造作的恶业, 当然他所感的果报在三恶道。 三恶道那个报也叫杖, 杖什么? 杖修行。 恶道众生修行, 比我们人道要困难的太多太多。 我们为一个人讲经, 或许他还能听得进去, 你去为一个畜生讲经, 他能接受吗? 他能奉行吗? 困难就多了。 所以为恶鬼, 为地狱弘法非常困难。 大家晓得, 德藏菩萨很慈悲, 常常化身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 他到地狱去度哪一种众生? 专门去度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老修行, 老修行他阿赖耶实里面, 佛的种子还有力量, 临终一念打了个妄想堕道恶道去, 不幸堕恶道去了, 这种情形说实在的话, 很多很多。 一般念佛人, 修行人, 临终之后他没有能力出三界, 必定还得要继续搞轮回。 在他神时没有离开他身体之前, 这是经上常讲的最低限度是八小时, 神时没离开, 家里人不懂得, 在他的旁边, 又去摸他, 又去推他, 又哭又提, 他生烦恼, 生田恨心, 这一念田兴起, 恶道去了。 田会堕地狱, 家清眷属不知道道理, 不晓得事实真相, 把他送到地狱去了。 可是这个人多生多劫他有修行, 他有念佛, 有善根, 的藏菩萨给他做善缘, 来度他超出恶道。 地狱道能够渡到恶鬼道就超生了, 那就是很大的利益, 是这么一桩事情。 所以灵中的人, 处理要小心。 从前红画摄印了二个小册子, 最早的叫, 赤中精良, 专门讲这个事情, 用文言文写的, 比较深一点。 后来依据这本书改写成白话文叫, 赤中虚之, 这个流通的很广, 我们要多看看, 知道遇到临终, 或者家清眷属朋友, 知道应该怎样如法的来处理, 非常重要。 所以报也是障, 障碍修行。 不知罪业之不可造, 或障也, 迷惑, 这个讲三障, 业障, 暴障, 或障。 我们回相纪里面常常念, 愿消三障诛烦恼, 哪三障。 不晓得。 不晓得这么个消法。 三障要晓得, 要知道怎么个消法。 迷惑颠倒他才造作罪业, 一个很清楚的人, 很明理的人, 他不会造罪业。 为什么? 他知道罪业果报太可怕。 宁愿我现在受苦, 我现在受苦无所谓, 时间不长, 如果造作恶业堕三徒, 麻烦就大了。 世间人虽然不晓得六道的状况, 但是我们常常听说人死了就做鬼, 六道轮回, 怎么人死了就做鬼。 他怎么不再做人, 他怎么不升天, 为什么偏偏就做鬼。 大家都这么说法, 自古以来就这么说法, 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 贪心变恶鬼, 贪是恶鬼的原因, 贪心重的人都道恶鬼道。 我们想想世间人有几个不贪。 贪心确实占很大多数, 那说人死了都道鬼道去了, 这就不能说没有道理, 贪心变恶鬼。 可是道恶鬼道, 业障, 暴障, 货障严重了。 人间的寿命很短, 恶鬼道的寿命很长。 恶鬼道他们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 恶鬼道里面十二天, 我们人间就一年。 佛在经上也用这个计算法, 一个月三十天, 一年十二个月。 贵的寿命多长。 最短的也要活一千多岁, 去不得。 你才晓得那个真可怕。 佛的话我们要相信, 佛在这个经上说的,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不要轻易地把佛所讲的话荡而戏, 是真的, 是事实。 由此可知, 多道恶鬼道想出来, 不是容易事情, 时间多长。 地狱更不能去, 而地狱也因很复杂, 佛在, 冷言经, 上把地狱道讲得特别详细。 我们通常讲六道, 讲五去, 冷言, 说七去, 讲得非常详细。 而七去这一段经文, 讲地狱几乎占一半。 佛为什么要这样详细讲, 就是提示我们地狱的罪业决定不能做。 因为堕到地狱, 地狱里面的一天, 他那个的讲法有很多种,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最短的, 我们人间2700多年是地狱的一天。 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号称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在地狱不到两天。 而地狱的寿命, 短命的就是万岁, 长命的万万岁, 不得了。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恶业,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不敢做了, 决定不能做, 这是把三丈说出来。 虽大富大贵, 乃至升天, 到头免不了一个苦字, 我想这句话, 每一位同修都有相当深刻的体验。 我们身在这个社会上, 哪一个人不苦? 现代的社会, 高科技的社会, 生存在这个世间要拼命, 要竞争。 这个真多苦, 你要是不真, 不去竞争, 你就没有生活。 大家为了生活, 为了财富, 拼命在那里竞争, 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是对的, 哪个人不在这拼命真?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无论你怎么真, 你所真到的, 都是你命里面注定的, 命里有的。 刚才讲, 只真来早与来迟, 你拼命真, 也许来得早一点, 你不真他还要来, 可能来得迟一点, 终归是要来。 所以你拼命去真的, 还是你命里面有的, 你何苦来? 观念错误。 安分守己, 断恶修缮, 老老实实过日子, 没有过不去的。 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即使生在现代这个时代, 生活还是过得很自在, 理不可不明。 错误的观念带给你什么? 带给你苦, 这个竞争苦, 与你所得的果报没有太大的关系。 迷惑造业是苦。 凡夫不知此三, 皆是虚妄相想。 执迷不悟, 仗其见到, 修到, 正到。 故谓之仗也。 这是把三仗, 仗的是什么说出来? 凡夫不晓得这三桩事情的真相, 不知道这三桩事情的道理, 那是个什么东西? 虚妄相想。 虚妄相想, 是世尊在, 冷言经, 上说的。 本经经文上虽然不是这几个字, 可是一丝相同, 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都是这个意思。 凡夫的男, 男在, 执迷不悟, 他不开悟, 执着他的迷情, 他总以为他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是对的, 是正确的, 哪里晓得完全错了, 这样仗他见到。 仗见到, 纵然遇到佛法, 听不懂, 没听进去, 这是业障, 不能见到。 有些人佛法明白了, 想修,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修行, 让他修到, 有些人的的确却他在真修, 将来不能证果, 让他证果, 这也很常见。 有许多学佛的人, 不能接受念佛法门, 他去参禅, 他去修定, 他去持咒, 他天天修神通感应, 他搞这些, 不肯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是障他的正道, 非常可惜。 故未知障, 障的意思说出来了。 六, 学佛唯一宗旨, 在于除障。 一切佛法, 一言以弊之曰, 除三障而已。 学佛唯一宗旨, 在于除障,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学佛唯的是什么? 除障而已。 一切佛法, 一言以弊之曰, 除三障而已, 无论是大臣, 小臣, 宗门, 教下, 显教, 密教, 不但是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为法界众生所说之法, 都是为了这一桩事情, 帮助众生除障而已。 障怎么除? 这个经上很妙。 这个经上教我们, 应摩锁住, 就除掉了。 应摩锁住意思就是不执着, 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放下。 看破是智慧, 观慧, 放下是修行, 这经上常常提的观行。 观是什么? 看破。 应摩锁住, 是看破, 而身其心, 是修行。 身心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身心, 两边不着, 两边不离, 真所谓大臣中道。 这个除障效果最殊胜, 也最快速。 般若, 特别是, 金刚般若, 自始至终就是为我们说这一桩事情。 七, 此节经文, 是明业力不可思议。 受持读诵词经, 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者。 经已诉业故, 反而被人轻见。 业障之力大已哉。 此节经文, 是明业力不可思议。 受持读诵词经, 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者。 这是应该的, 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现在这个人他的的果报恰恰相反。 经已诉业故, 这个人是过去身中的业障, 业障很重, 读经不但不为天人阿修罗所供养, 还被人轻见。 业力之大, 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一些。 这是业力很重, 不是普通的业力。 八, 起或未造业招苦之根。 或灭则业苦随之而灭。 三障既消, 辩三得缘成, 三生缘险。 此经的事断或除障, 达于旧境之经。 起或未造业招苦之根, 或是迷惑。 这个事情是大事, 是很严重的一桩大事。 我们怎么晓得自己迷惑, 起或就是迷惑。 这部, 金刚经, 如果从头我们读到此的, 这个问题应该自己能答得上来。 起心动念就是迷惑, 你起一念恶心是迷惑, 你起一念善心也是迷惑。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这做不到的。 由此可知, 我们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都在迷惑之中。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总有一个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我想怎么做法, 这都是迷惑。 这大家明了了。 迷在哪里? 我, 就迷了。 迷是凡夫, 不迷是菩萨。 这个经上的标准, 明明说得清楚, 若菩萨有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即非菩萨, 见就是念头。 你还有这种见解, 还有这个念头, 其心动念我怎么想法, 我怎么看法, 你已经起祸迷了, 还有什么看法想法的? 这就是造业招苦, 招苦是受报。 为什么会造业? 为什么会受果报? 都是为了迷惑。 世尊当年在世,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当中, 蒋班若就用了二十二年, 几乎占他一身讲经说法的一半时间。 由此可知, 班若重要。 班若在整个佛法里面是中心, 为什么? 唯有班若能断祸, 这真的叫从根本修。 我们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首先你要认识清楚, 其心动念就是无明, 其心动念就是在造业。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行吗? 有什么不行? 你以为不行, 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做过, 你以为不行。 你要真正去做的话, 不起心, 不动念, 不错, 好极了。 心地清静, 一尘不染, 事情来了, 来了马上就办, 立刻就应付, 不需要思考。 你们办事要想好几天, 打妄想, 迷惑。 有班若智慧的人不要想, 事情来了马上就办, 而且他办得非常妥当, 办得恰到好处, 一点过失都没有。 他凭什么? 智慧。 智慧是照, 像镜子一样, 现前的时候, 他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思考, 一思考就坏了。 你不妨试试看, 学学看, 什么事情都不要用思考。 平常没有事情就老实念佛, 念佛是修清静心, 用清静心来处世带人皆悟, 用清静心来生活, 你就很快乐。 我们常常在讲习上说, 心清静生清静, 生清静就不会生病, 不会衰老。 你们每一个人都怕老, 可以不老吗? 可以, 清静心就不老,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就老得很快, 这是真的, 你可以能够试验得出来。 一般人在工作, 工作时他每天去想, 他有个范围, 总想他的工作, 他会衰老, 他慢慢地衰老, 衰老得不会很快。 等到他退休了, 没事情做了, 没有事情做, 他胡思乱想, 他那个想得没有范围, 乱想。 因此他老化得特别快。 你看退休的人, 一年就好像十年没有见面, 老得快。 由此可知, 佛讲的话没有错,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念佛的人, 天天想佛, 佛不老, 哪一个佛有胡须, 佛都没有胡须, 佛也没有白头发, 天天想佛, 你怎么会老。 你的相貌, 身体就跟佛一样, 想佛好, 想菩萨好。 越想身体越好, 越想越年轻, 越想相貌越圆满。 法从心想身, 佛跟我们这样说, 其实世间看向算命的人也常说, 相随心转。 心清静身就清静, 心很年轻那身就不老, 就这么个道理, 这有道理。 你越想, 没错。 是这样的。 只要大家明理, 认真去修学, 殊胜的果报, 圆满的果报都可以得到。 所以起心动念, 打妄想是造业受报的根本。 或灭则业苦随之而灭, 真正大臣学人, 真正上根立志, 他修行不再报上改, 他也不再业上改, 他再或上改, 这是最高明的, 或上改是从其心动念上改。 而后我们才晓得, 静宗法门不可思议。 静宗从哪里改? 或上, 从其心动念处。 他教导我们静念相继, 静室清静, 没有一个杂念, 专念弥陀, 弥陀是自信的德号, 一切清静法中第一清静, 没有比这个更清静。 相继是念念不间断, 念念不间断就是前面讲的熏修的力量。 所以念佛人, 每一年或者是隔半年打个佛七, 打佛七的用意何在? 勘验自己的功夫, 就是测验, 测验自己的功夫。 佛七不是为别的, 就等于说学校做学生考试一样, 这几天当中试验试验, 看你功夫到什么程度, 看你的功夫得力不得力, 功夫是在平时, 这几天是测验一下。 或灭了, 也苦随之而灭。 三丈既消, 便三得远臣, 三身远显。 此经的事断或除障, 达于旧境之经。 末后这几句赞叹, 金刚班若波罗蜜精。 或, 也, 苦三丈消了, 三得是法身, 班若, 解脱, 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 三丈虽然没有消得干净, 消个一, 两分, 消一分就得一分的三得, 消两分就得两分的三得。 不是说一定要消多少, 这三得密藏才能献钱, 不是的, 随消随得。 这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解脱。 班若, 解脱, 班若是智慧开了, 我们常讲你要是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 你的烦恼轻了, 执着轻了。 还是执着, 不像从前那么重, 分别执着轻了, 把一切事源看淡了, 智慧增长, 从前处世待人皆物糊里糊涂的, 现在聪明了, 也会做人了, 也会说话了, 变聪明了, 这就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在生活里面自在了。 我相信每一位同修要认真修行的, 这个现象你自己会体验得到。 越是用功得力的人, 这个现象就越显著。 我们学佛常常读经, 过去这个经天天读, 意思不懂, 现在一念, 忽然看到这里面有意思出来, 这就是证明你功夫得力。 心越清净, 经义无有穷净, 便便都有悟处, 所以你念得法喜充满。 如果念得没有悟处, 那就念得很苦恼, 枯燥无味。 越念越有味道, 越念越明了, 越念经里面的意思越多, 被你发现了, 被你看出来, 那叫真正的快乐。 所以这个境界, 一些同修应当有的, 这就可以证明三丈计消, 三得远程, 三生远显, 我们从这里得到一点消息。 所以, 班若经, 确确实实断货除账, 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 106, 明灭罪得福。 以经世人亲建故, 先是罪业则未消灭, 当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1, 此证明经功不可思议也。 以经世人亲建故, 先是罪业则未消灭。 当之佛经常说, 善恶恶业, 各有因果, 各个并存, 不能抵消。 故经百千节, 其业不亡也。 然则奈何, 唯有极力消灭恶种之义法而。 此证明经功不可思议也, 这个经的功用, 它的作用不可思议。 以经世人亲建故, 我们受持, 读诵, 乃至于为人演说, 还遭到世人亲建。 当然我们初出遇到这个境界, 心里免不了有一点难过, 有这么一个念头现前, 要知道是业障现前了。 遇到人家亲建, 侮辱, 障碍你, 你心里难过, 你的业障现前了。 赶紧把这不经多念几句, 或者是就专门念这一段, 把这一段多念几遍。 要晓得, 这正是自己业障消的时候, 你要有个不服气, 心里又难过, 还有怨恨的心, 那完了, 你又造业了, 你的业障怎么能消得掉。 遇到这个逆境应该生欢喜心, 感激的心, 他来侮辱我, 他替我消业障, 不容易。 他造恶业, 替我消业障, 我怎么能不感激他, 还去埋怨他, 哪有这种道理。 那是自己完全不通。 当知佛经常说, 善恶二业, 各有因果, 各个并存, 不能抵消。 故经百千节, 其业不亡也。 然则奈何, 唯有极力消灭恶种之义法儿。 这一段在理论上说没有问题, 在世上非常的困难, 很不容易。 佛讲的话没错, 我们做善, 做恶各有因果报应, 善恶不能抵消的。 不要以为我过去造的恶业, 现在多做一点善业, 降功折罪, 那是世间的想法, 佛法因果里面没有这个说法。 善确定有善的果, 恶一定有恶报, 没有办法抵消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 一切造作不能不思考, 恶业万万造不得。 我们就是受人家冤枉, 吃了亏, 上了当, 也生欢喜心, 作为还债想, 这了了, 这庄事情了了, 了了就很痛快, 爆掉了。 不能有怨天尤人, 不能有报复的念头, 你的心才清净。 我们修什么? 修清净心。 这些念头横在心中, 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所以夜要消。 消夜的方法, 实在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净土。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不能放在心上, 都要放下。 一定要晓得, 恶的念头不放下, 招来三恶道的果报, 善的念头不放下, 会招来三善道的果报。 三善道不是好事情, 你在世间看看就晓得, 哪一个大富大贵的人不造业, 他造的比我们多。 我们是贫寒人家, 我们吃重生肉机会就很少, 他们一天三餐还不够, 还要吃点心, 单单这上面造的业, 就太重太重了, 其他的都不说。 所以富贵是绝不是好事情, 如果富贵是好事情, 释迦牟尼佛何必是现出家? 他为什么不去做国王? 我们世间人常讲,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他为什么不要, 他要来出家? 他晓得那是业障, 或业,苦, 那是三障, 有什么好处? 几个人能够把天上人间富贵, 看出他是三障, 障道。 佛在经上常讲, 富贵学道难, 学道就变成障碍。 因此我们决定不能动一个念头, 求人天的福报。 纵然这个福报现前, 过去身中有福, 福报现前, 现前之后要懂得舍, 自己不要享受, 我这个福报供养大家享受, 这个好。 有福给大家想, 自己不要去想, 那你就真正有福报。 有福报自己想, 那你就又去搞三障, 诸烦恼, 你不是削三障, 诸烦恼, 你是又再修三障, 诸烦恼, 怕你三障, 烦恼不够, 再多修一点。 二, 若依罪上成了一支教, 修书圣因, 克书圣果。 如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便可将素世所有恶种, 连根代叶及其将成为臣之果, 斩断铲除。 其止善果先熟, 不令恶果的臣已栽。 这是个好方法, 实在说无比殊胜的好方法。 此的所讲的最上乘了一支教, 就是净土三经, 五经, 不能小看, 不能把它看清。 三经, 现在净宗经典是五经一论, 六部东西分量都不大, 合映在一起也只薄薄的一本, 这是如来真传之宝, 诸佛真传之宝, 我们要认识清楚, 一切佛法里面是第一法门。 善导大师所说的, 如来所以新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这是佛度众生, 出三界, 断烦恼, 成佛道的第一法门。 我们能认识清楚这是大福报,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 那是大福报, 你真的认识清楚, 辨别清楚,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 在这个方法里面修成功, 什么叫成功? 往生有把握, 决定往生。 这时候如果有其他差别因缘, 你可以修学一些大臣经论, 涉猎别的。 什么因缘? 为了度众生方便起见, 这一些人净土晶圆不成熟, 他喜欢, 冷言经, 那怎么办? 就跟他讲, 就跟他讲, 冷言经。 那一批人喜欢, 华言经, 好。 就跟他讲, 华言, 才可以学其他的法门。 这里面的条件, 就是最低限度, 我有能力往生, 我才敢做。 这也是大慈大悲, 牺牲品位。 过去天台宗智者大师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智者大师往生, 学生向大师请教, 你老人家一身修净土, 往生是什么品位? 他说得很谦虚, 我往生只有五品位往生, 五品位生凡胜同居土, 品位不高。 他老人家说的, 因为一身领众, 领众要分心, 要管寺庙里面大大小小事情, 要分心不能专心念, 又要教学, 他是天台宗的。 因为这些闲叉, 打闲叉, 夹杂, 所以往生的品位不理想, 但是你要记住, 他有把握往生。 如果我们是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也要搞砸, 那就危险。 所以他里面有底线的, 最低限度他决定有把握往生, 夹杂一点利益众生, 这是大慈大悲, 舍己为人, 可以。 如果自己往生毫无把握, 不能干。 无量寿经, 上讲得很清楚, 即使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不如清净求正觉, 比不上往生。 你供养无量无边的如来是福, 福不能度自己, 不能断烦恼, 不能出三界, 不能成佛道, 一定要念佛求生净土, 这才是你真正觉悟了, 真正不迷惑了。 所以求生净土, 就能把无量结自己的恶业种子, 这个地方也是比喻化, 斩断铲除, 实际上是代业往生。 生到西方世界之后, 虽然有恶业, 有业因, 西方世界没有恶缘, 刚才讲的, 因要缘才能够献果报。 西方世界没有恶缘, 所以你恶习气种子带的再多, 到那个地方都不会结果, 没有恶缘, 道理在此地。 所以不只是善果先熟。 三, 所修是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则能造之心即空, 所造之业自灭。 所谓最从心起将心颤, 心若空时最亦亡。 这两句即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修行的总刚领事, 应摸锁住, 摸锁住就是不执着。 不执着我相, 这就是无我相, 也不执着法相, 就是无众生相, 一切法是众生相, 亦无非法相, 非法相是空。 我, 法是有, 有, 不能执着, 空, 也不能执着。 三界之内要是执着空相, 将来生似空天。 三界之外要是执着空相, 就变成声闻, 原觉, 那是相当一个长时间住在天真涅槃, 天真涅槃就是空相。 所以, 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 应摸锁住, 是不着有相, 而身其心, 是不着空相, 两边都不着。 念佛人要记住, 应摩锁住, 是万元放下, 不但是间法放下, 佛法也放下。 而身其心, 而身其心, 就身一个专念阿弥陀佛的心, 身这个心, 好。 可见得我们念佛人, 真正是受持金刚斑斑若波罗蜜, 怎么可以说念佛人没有智慧? 念佛人智慧达到巅峰, 念佛人是受持金刚斑若波罗蜜。 只有一些不明教义的人, 才发生许许多多的误会, 通达教义, 他晓得念佛是高度的智慧。 能造的心空了, 两边不住, 空有两边不住, 心空就是心清净了, 所造的业当然就灭了。 这个灭就是自自然然的转变, 所造一切善恶业统统转变成菩提, 转烦恼为菩提。 业有没有? 没有了, 都变成菩提。 业消除了, 菩提增长, 这真正是, 罪从心起将心颤。 罪从哪里起? 或起, 迷惑。 或就是起心动念, 罪从起心动念那个地方起来的。 我现在修清净心, 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罪就颤掉了。 心里面念念是阿弥陀佛, 将来果报在哪里? 六道里面没有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也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果报只有那个地方去了, 决定往生。 心若空时罪一亡, 心地清净, 罪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 只要你心里面还有念头, 细念头就不说, 说粗念头, 有是非人我, 你的业都在, 没转。 你要知道你这一生, 一定还是受业力控制,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原了凡居士, 还是被业力控制, 没有能力超越, 他只不过是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断恶修善。 把他自己一生的业报转过来, 他只做到这一层, 这一层不是上层功夫, 普通的功夫, 上层的功夫是转烦恼成菩提。 为什么了凡居士还是转不过来? 因为他世俗里面明文立养的心没有断掉。 他求功名, 求富贵, 求儿女, 他心里还有所求。 若以, 金刚经, 的方法, 他成佛, 那不是凡夫, 不是的人天富贵, 那是去成佛, 成菩萨, 那个果报不可思议。 佛在此的交给我们, 是大的方向, 大的目标, 无比殊胜的果报。 我们心要清静, 知道世间, 天上这些富贵都是一场空, 都是刹那因果相续的现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心里面牵挂这些干什么? 这是决定错误, 这就是迷惑颠倒。 我们不读, 班若, 对于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很难看透。 班若经, 的功德不可思议, 就是把这些理事, 样样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读到, 听到, 一定要记住,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一念不提醒就又迷惑了。 为什么会迷? 因为恶习的种子是无始节以来养成的, 早已经养成习惯, 不要去起心动念, 他这妄念就起来了。 修行功夫没有别的, 就是要把这一句佛号, 佛号生疏, 这几年才学的, 所以生疏, 不用心提起他就忘掉了, 妄念就起来了。 佛号生疏, 我们要把生的变成熟的, 妄想习气很熟, 把它变成生的。 你能用这种功夫, 你就有成就。 怎么样把妄想变成生疏? 把妄想给忘掉, 远离一切妄想。 如何把佛号变成熟? 天天去念阿弥陀佛, 敬念相继, 把它念熟。 然后你的功夫自然就得利, 得利就是, 心若空时罪易亡, 你得到清安, 你得到自在。 四, 当得, 二字, 即蒙世尊清许, 即是受祭。 我们有很多同修, 在佛经上看到佛当年 为一些弟子受祭, 感觉得非常羡慕。 我们自己很不幸, 一生一个善之事都没有遇到, 别说受祭。 其实你完全想错了, 诸佛世尊常常给你受祭, 你没有在意, 没有接受, 你说这可惜不可惜。 这个地方就是给你受祭。 你不能够直下承当, 你要是直下承当, 这里就是给你受祭。 我们星期天在此的举行, 三规传授, 有同修拿皈依阵来问我, 法师, 这皈依阵上怎么没有我的法名? 我说, 法名, 妙音, 不是明明印在皈依阵上面。 这是大家都一样的。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祭的。 我们用受祭的名字多好。 无量寿经, 末后一品, 佛给我们讲, 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而后映化到十方世界, 去释现成佛度众生, 佛的名号都叫妙音如来。 你们要晓得, 为什么叫妙音如来? 妙音是, 难无阿弥陀佛, 这个音妙。 我们是念佛成佛的, 将来教化众生, 也是用这个方法普度一切众生, 简单明了, 一句佛号就能普度一切众生, 原成佛道。 这桩世晴之道最透彻, 最彻底, 最究竟的, 是大势智菩萨。 大势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一开端, 我与五十二同轮。 五十二不是五十二个人, 五十二是讲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你就晓得, 从初发心意直到成佛, 用什么方法? 一句佛号, 四个字, 无上妙法。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简单的, 没有了。 又简单, 又容易, 又稳当, 又快速, 这才叫第一法门。 大势智菩萨智慧在文书之上, 在普贤之上, 文书, 普贤还搞一大堆法门, 最后才倒归极乐, 大势智菩萨干脆, 单刀直入一点麻烦都没有, 所以下连居居士称赞大势智菩萨是静宗出祖。 这个静宗出祖是法界出祖, 静虚空, 便法界, 哪一个人最初提倡念佛。 大势智菩萨 所以大势智菩萨是法界出祖。 我们娑婆世界, 普贤菩萨是出祖。 世尊世现成道, 第一个二七日中讲, 华言经, 普贤菩萨在华言会上, 以十大愿王岛归极乐, 普贤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出祖。 在中国提倡这个法门的是东晋远公大师, 是我们中国的出祖。 今天我们要讲静宗出祖, 出祖有三位,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当的, 二个字就是受祭, 贵在我们自己能够直下承当。 五, 受持读读诵词经, 为人清简。 其中含义, 说之不尽, 自在略举无益。 一, 令之因果可谓, 二也不可造。 信账金刚般若之力, 得免堕落, 而由难全免也。 二, 令闻上来恭敬之说, 不可遮相。 这相则欲不如一事, 必至退心。 三, 经欲服逆之事, 亦不应这相。 应作灭罪官。 四, 一切众生, 素叶和限。 极众果报, 此今亦能消灭。 五, 令之因果转变, 极其繁复。 应观其究竟。 不可仅看目前, 浅见怀疑也。 受持读诵词经, 为人轻见。 其中含义, 说之不尽。 当然这里面因缘无量, 而且各个人还有差别的因缘, 供业里面还有别业, 所以因素非常复杂。 这个地方把它归纳成五大类, 总不外乎这几个原则。 一, 令之因果可谓, 二也不可造。 性障金刚般若之力, 得免堕落, 而由难全免也。 这个话是真的, 只要我们学佛, 人家瞧不起我们, 侵卖我们, 侮辱我们, 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自己一定要觉悟, 罪业很重, 否则的话一定得到大众欢喜恭敬恭养,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应该的这个果报。 有这种现象现前, 自己一定要反省, 我们自己业障很重。 幸亏我们遇到大成了一身经, 我们读诵学习。 受持这二个字, 诸位一定要记住, 受持是依教奉行, 真去做。 这就叫受持。 不是我每天把经验两遍, 那个不算, 那是读诵不是受持。 受持是依教奉行, 认真去做。 虽然认真做, 我们做得不够圆满, 不够彻底, 换句话说, 我们也虽然削了一部分, 没削得干净,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可以免堕落, 但是不能够全免, 只能够免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意思。 二, 令文上来恭敬之说, 不可这相。 这相择欲不如意事, 必至退心。 班若教学的原理原则, 就是,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无助就是不执着, 所以执着就错了。 纵然你业障很轻, 修学大乘佛法到处都受人恭敬, 受人礼拜供养, 这个相不能这, 依着之后你就堕落了。 不要说欲不如意的是你会退心, 当然退心, 纵然事事如意, 你也堕落, 为什么? 堕在明文立仰里面去了, 明力害死人。 这是我们学佛的同修, 无论在家出家, 都要提高警觉, 明力绝对不是好东西, 这是极重的业障, 不但沾不得, 碰都碰不得。 明力绝对会来, 来的时候要知道拒绝, 要能把它放下, 决定不沾身。 三, 经欲伏逆之事, 亦不应这相, 应作灭罪官。 这就对了。 我们现前遇到种种不如意, 不要放在心上, 我修清静心, 清静心中苦乐都要离开。 逆境不能执着, 顺境也不能执着, 这就错了, 这就又造业了, 顺境这也造业, 所以两边都离, 这就没事情。 四, 一切众生, 素叶和险。 极重果报, 此经亦能消灭。 这是真的, 如何能消灭? 这不经就是教你放下, 放下再放下。 菩萨放下时性位, 他就升到时柱位, 放下时柱位, 他就到时行位, 放下时行位, 他就到时回向位, 放下时回向, 他就登的, 放下时的, 他就是等觉, 放下等觉, 他就是妙觉。 你不肯舍怎么行。 所以大乘佛法没有别的, 自始至终无助而已。 就是教你一直放下, 放得心里面干干净净的, 没有东西可放了, 那就成佛了。 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 那你不是佛, 你还是菩萨,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放下, 所以他是菩萨位, 他没成佛。 所以, 这不经就是教我们放下。 是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 不要想着明天生活怎么过, 明天还没到, 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 没有必要。 凡夫就是迷惑太重, 他总要想明天, 总要想过去, 全是妄想, 与事实毫不相关, 都是打妄想。 事实的发生, 业果都是有一定的, 这都是定业。 真正聪明人, 真正明白人, 他相信佛讲的话没错, 佛讲的话句句真实, 我们依教奉行, 自己一定得利益。 五, 令知因果转变, 极其繁复。 应观其究竟。 不可仅看目前, 浅见怀疑也。 这是提醒我们, 因果的转变真的很复杂。 维时经论里面说得很详细, 说得非常的繁琐, 说得再详细, 实在讲也是说个大概而已, 真正细说不可能的, 但是比一般经典说得详细。 冷言经, 上说的也相当详细。 转变, 最要紧的是在用心。 而转变, 真正从就近圆满, 从根本上转, 无过于清净心。 叶因果报统统不要理会, 专修清净心, 那个转变才真快, 在繁杂的变化, 他也从根把它转掉了。 这是我们在历代, 也有在现前念佛往生的人, 我们能看到。 他灵命忠实, 他不生病, 晓得什么时候走,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走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那就是转过来的。 诸位想想, 如果没有转过来, 轮回心造轮回业, 哪有那么痛快? 转得那么彻底, 转得那么圆满的, 又往往是我们瞧不起的人。 他修行我们瞧不起, 你看看他的罪都消灭掉, 他对我们并没有怨恨。 他没有读过, 金刚经, 也不懂, 金刚经, 的意思, 但是, 金刚经, 的教训他都做到了, 这个妙不可言。 他自己长生惭愧心, 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 做粗活出身的, 他常常这样想, 我样样都不如人, 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恭敬, 人家骂他, 他也恭敬, 打他, 他也恭敬, 他的业障就这么消掉了。 所以他临终走得自在。 今天晚上我们在饭桌上, 也提到谭虚老法师, 哈尔滨的极乐寺, 修无师在那里往生的, 念佛论, 里面讲得很清楚。 修无师是做泥水工, 不识字也没有听过经, 在寺院里做粗活, 人家不肯做的粗事他做, 他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走的时候那么自在。 所以我们读, 金刚经, 仔细观察一下, 他的业障消掉了。 这是我们修行真正的好榜样,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不能轻视, 真正不可思议。 他能帮助你达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正从根本修, 把你无使节的业障习气就这么样拔掉。 所以我们要看, 要看究竟, 要看他的结果, 不能看眼前, 不能把眼前的现象我们生起怀疑。 生怀疑, 事业障现前, 你没有智慧, 你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教义, 你没有听懂, 没有明了。 真正明了, 真正听懂, 顺逆境界里面, 这个心都是平淡的。 顺境平常心处之, 逆境还是平常心处之, 绝对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 为外面境界所动, 就是功夫不行, 功夫不踏实, 这是功夫不得力。 功夫得力不得力在这个地方看, 我们一切境界当中是不是平常心, 就是清净平等心, 无量受精, 上所说的。 平常心还会有人误会, 我平常就这样的, 平常就胡思乱想, 那个不行。 还是用经上这个好, 清净, 平等心, 要用这个心, 清净平等心来看, 就对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六十九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九。 请先开经本第五十三面。 六, 此节文中, 暗示告诫学人有三。 一, 经事受人清剑, 事先是众罪所致。 凡欲此事者, 应身畏惧心, 顺受心。 二, 受清剑者, 若受持独诵此经, 素叶可消。 应于金刚班若生归命心。 应对清剑我者, 深善之事想。 三, 人清剑及应堕之剑端。 一切学人, 应身勤求忏悔之心。 而云, 当的菩提, 游未得也, 应身勇猛精进之心。 此节文中, 暗示告诫学人有三。 一, 经事受人清剑, 事先是众罪所致。 凡欲此事者, 应身畏惧心, 顺受心。 这个地方, 是从经文当中体会佛的慈悲教会。 这些话可以说是我们一般人, 人人都遇到这样的境界,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无始节以来, 所造作的罪业都很深重, 特别是从修学大臣经论为人清剑这一方面, 很明显地显示出来。 如果对于这一个事实真相不能够明了, 不能够体会, 总免不了会退心, 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很多, 学佛人遭遇逆缘退心很多很多。 遇到这个境界, 对佛法产生疑惑之心也很多, 甚至于怨天尤人, 佛菩萨不保佑他, 这种人我们也常常见到。 读到这一段经文, 如果我们细心去体会, 过失还是在自己这一边, 自己业障深重。 这种境界, 对于真正通达佛理的人来说, 不是坏境界, 是消业障。 实在讲是好事, 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所以应该身畏惧心, 畏惧就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纵然是认真的受持读诵, 过去式的恶业还是那么样的重, 还是会现前。 这事让我们警惕, 从今之后起心动念不敢再造恶业, 这才真正体会佛菩萨教会的意思。 现前的境界要顺受, 顺受一时容易, 短时期也还可以, 有时候是长时期。 譬如, 这都是我们平常很可能见到的, 你自己学佛, 天天受持读诵经典, 你的家人眷属不学佛, 毁谤佛法, 甚至于对你轻视, 说你迷信, 这个很麻烦。 外面的人来说, 我们避开就好, 家里的人, 躲都躲不过, 天天要在一起, 长年累月要受讥讽, 冷淡这些言语态度, 这个忍受很难, 但是一定要忍。 从这地方才真正知道, 自己业障很重很重, 要不然受持读诵音当是被人欢喜赞叹的, 怎么会遇到这个境界? 常常这样想, 我们就能够安心顺受, 所谓是礼的心安。 道理明白了, 我们处逆境, 常时其处逆境也心安, 也能生欢喜心, 不再计较, 一切能随顺, 这样消业障消得特别快。 二, 受倾鉴者, 若受持读诵词经, 素业可消。 应于金刚般若生归命心, 归命比归依还要重。 依是依靠, 这是一心依靠, 以生命来依靠, 这是真诚的表现, 一心一意义, 金刚般若, 的理论方法来修行。 实在这一句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 就是一心归命。 应对倾鉴我者, 深善之事想, 倾鉴我的这些人, 我们对他的态度, 一定是把他看作佛菩萨, 把他看作善之事, 我们自己是学生, 自己是业障深重之人, 这个样子消业灭罪就快了。 三, 人倾鉴及印度之鉴端, 读诵大臣, 尤其是读诵原遁经典, 依教奉行, 还受这些逆缘逆境, 自己要知道, 这就是来生要度三恶道的预兆, 若不是遇到佛法, 必堕恶道。 这一桩是我们越是冷静地去想, 冷静地去观察, 才晓得佛所讲的是事实, 绝不是妄言, 绝不是看到我们处的环境不好, 佛说几句好听的话, 来安慰安慰我们。 如果你要这样想法, 那你连佛的意思都不明了, 不是安慰我们的是事实真相。 一切学人应声请求忏悔之心。 而云当的菩提, 尤为得也应声勇猛精进之心。 在境界里面一定要请求忏悔, 忏除业障。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人, 当的菩提, 要记住, 当的, 你现在还没的, 认真修行, 将来会得到的, 现在还没有得到, 现在应当要身勇猛精进心。 七, 此经正是忏悔妙门。 法华, 云,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十相。 众罪若双路, 惠日能消除。 此经之体, 即时相也。 离相离念, 正是观十相。 亦正是除货, 消业, 转报之无上妙法也。 此即理颤。 此经正是忏悔妙门。 在, 华严经谱贤行愿品, 当中, 清良大师为我们解释忏悔业障, 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佛法无论是显教, 密教, 宗门, 教下, 无量法门修行的总纲领, 在佛法里面讲总持法门, 是什么? 就是忏悔。 不但我们要忏悔, 即使到等觉菩萨位, 他还要忏悔。 那么高位的菩萨, 他还有什么好忏悔的? 他最后一品身香无名没破, 就是业障, 必须要忏除, 忏除了他才能缘成佛道。 怎样忏悔法? 金刚经, 上告诉我们, 应摩锁住, 那就是忏悔, 而身其心, 那就是供养。 所以供养, 忏悔法, 金刚经, 上这两句就显示的圆圆满满。 不但圆满包括这两愿, 实在诸位细细想一想, 普贤的十愿, 菩萨的六度,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都包括尽了, 所以这不经真正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法华, 云,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十项。 众罪若双路, 惠日能消除。 法华经, 上世尊教菩萨, 这不是教普通人, 教高级的菩萨, 教给他们修忏悔法, 忏悔有世上忏悔, 有理上忏悔。 这首纪是从理上讲的, 是理上忏悔。 他的效果无比的殊胜, 能灭众罪, 能破无名。 佛教给菩萨什么方法? 端坐念十项。 这一句是方法, 是不是教我们一天到晚, 盘腿面壁在那边打坐念十项? 不是的。 你要是这么看法, 完全是一文解义。 端坐,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佛在, 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端正其心。 心要是端正, 眼, 耳, 鼻, 舌, 身自然就端正, 端是这个意思。 端就是正, 没有邪思, 没有邪念叫端。 什么叫邪思, 什么叫邪念? 要照本经的标准来说, 这部经的标准确确确实实是, 华言, 法华, 的标准, 心里面要有念就不端, 心里面要有思就不端。 实相, 是什么? 实相是真如本性。 念实相就是明心见性, 跟禅宗明心见性的境界是一桩事情。 见性当然灭罪, 当然破无名, 无名没有破, 业障没有消除, 你怎么能见得了性? 佛教的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 究竟彻底, 但是凡夫, 二圣都用不上。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只能够欣赏佛的教会, 事实上我们做不到。 要是真做不到, 佛这一句话, 又好像在吊我们胃口一样, 跟我们开玩笑。 讲的我们做不到, 我们听了多难过。 他老人家还有补救的方法, 让我们也能做到, 那是什么方法? 就叫我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虽然不是实相, 但是他却确实实跟实相非常接近, 用这个方法决定能达到实相, 这个法门妙。 无上为妙法, 就是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由此可知, 真性切愿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就是端坐念实相。 他的心端正, 坐的意思是表示不动。 我们的心不会为世间五欲六成所动, 不会为其他法门所动, 这叫端坐。 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 这是一个形容词, 是比喻我们的心不动。 坐禅, 六祖大师在, 谈经, 里面解释得很清楚, 坐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 不动心叫做, 不着香叫禅, 内不动心, 外不着香, 这叫坐禅, 他老人家这么解释的。 不是在禅堂面壁一天做几支香, 不是的。 行住坐卧统统是禅, 都是坐禅, 这是, 谈经, 上所讲的。 所以此的这个做, 跟六祖大师所讲的一样。 重罪弱双露, 急重的罪业, 无量劫所造的阿比地狱的罪业, 罪业再重就像霜, 就像露水一样。 双根漏,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就蒸发掉了, 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我们懂得的。 会日能消除, 智慧, 班若智慧开了, 再重的罪业就消除了。 为什么? 诸位要晓得, 真心本性里面, 只有班若智慧, 没有业障, 没有重罪。 罪业是什么? 给诸位说, 迷了班若就变成重罪业障, 觉悟了重罪业障又变成班若, 就这么回事情。 由此可知, 重罪是迷失了自信线的妄想, 虚妄想。 马明菩萨在, 大臣起信论, 里面告诉我们, 本觉本有。 本觉就是班若智慧, 本有, 不觉本无, 不觉就是迷惑, 无明, 本来没有。 所有一切业障重罪, 都是从迷惑颠倒里面现的妄想,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是虚妄的。 可是你要记住, 只要你还有妄念, 这个东西就有。 你有妄念就有叶因果报, 就有六道轮回, 就有三恶道等着你去受, 这个不可以不晓得。 如果我们, 念, 没有了, 最低限度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四项, 四件, 真的没有了, 那就恭喜你, 你的重罪变成班若智慧, 转变, 就变成班若智慧。 死经之体, 即时相也, 凡是大臣经都是以时相畏体。 体是什么? 体是经的依据。 现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凡是遇到一桩事, 他都要追根究底, 遇到金刚经, 他也会问, 释迦牟尼佛依据什么理论说这一部经? 换句话说, 这一部经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实在讲不必等现在人问, 佛在三千年前就讲清楚了, 所有一切大臣经都是依时相。 时相是事实真相, 这哪里是假的? 佛所讲的全都是事实真相。 时相就是真如本性, 时相就是一真法界, 是依这个说的。 所以端坐念时相, 经之体就是时相。 离相离念, 正是观时相, 端坐念, 念跟观的意思是一样。 念时相怎么各念法? 是不是心里常常念着? 那就错了。 心里常常念着叫打妄想, 因为时相没有相, 没有相你要去想它, 把它想成一个相, 你错了。 你把它想成一个空, 也错了。 想成一个相, 你落在有相里面, 想成空, 你落在无相里面。 总而言之, 你都这相, 这相就错了。 时相是空有两边都不着。 体是空, 作用是有, 所以它两边不着。 因此依照这部经上讲的, 离相离念, 离相是离四相, 离念是离四见, 四相四见都不能够执着, 这就是观时相。 亦正是除货, 消业, 转报之无上妙法也。 四极理颤。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虽然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明了之道。 高级的那些菩萨, 他们修忏悔法跟我们不一样, 效果, 功德差别很大, 真正能够除货, 或是无名, 能破无名, 能消业障, 能转果报, 而且转得非常快速。 在大菩萨讲转果, 就是像, 普门品, 里面观音菩萨三十二印一样, 尽虚空, 辩法界, 一切众身有感, 菩萨就有印。 印以什么身的度, 就献什么身。 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 就给他说什么法门。 这都是属于转报。 八, 行愿品, 云, 菩萨若能随顺众身,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身尊重臣事, 则为尊重臣事如来。 若令众身身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故行六度, 即是颤也。 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 这是属于试颤, 这个项就粗得多了。 可是要有耐心, 要有毅力, 真正去做, 那才叫忏悔。 不是每天把经文念几遍就忏悔了, 那是假的, 没有用处, 要真正去做到, 才是忏悔法。 恒顺, 随顺众身, 经上恒顺众身。 顺不是偶然的顺, 不是短时间的顺, 恒顺, 长时间的恒顺。 纵然是很恶逆的环境, 也不深丝毫怨恨之心。 我们中国古时候讲道笑道, 大家都知道古人都是以顺王做代表。 顺王有些什么样特别的行持? 这个人实实在在把, 普贤行愿品, 里面恒顺众身, 他做到了。 他凡事不愿恨别人, 总是能够回过头来自己反省。 他的母亲死得早, 父亲娶了一个继母, 继母生了一个弟弟, 继母有私心, 疼爱他自己的孩子, 对他就非常的刻薄, 他能够忍耐。 没有想到后母对我不好, 他没有想到, 他只想到自己不会做人, 自己没有尽到笑道, 他能够回过头来这样想。 那个日子, 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 一般人不能忍受。 父亲以后听了他继母的话, 也不喜欢他, 甚至于多少次想把他害死。 可是他那个弟弟很聪明, 弟弟对哥哥很尊重, 也帮了不少忙, 到最后全家被他感化了。 以后姚王知道这桩事情, 知道自己国家出了这样的一个闲人, 把他请出来, 王位让给他, 遥往两个女儿嫁给他。 能够孝顺父母, 就能够尽忠于国家, 就能够爱护老百姓。 忍让事做到家了, 恒顺众生真的他做得很圆满, 忍人之不能忍, 从来没有丝毫怨天尤人的意念, 念头都没有, 念念都是改过自新。 为什么我得不到父母的欢心? 他总是从自己这边想, 不怪罪别人, 所以时日长久都被感动。 所以要随顺众生, 要恒顺众生。 随顺众生就是供养诸佛,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广修供养里面的法供养。 法供养第一个是依教修行供养。 佛教给我们随顺众生, 我们真做了, 这是依教修行供养, 这是供养诸佛。 第二个意思,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我们随顺怎么不是供养诸佛。 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现前的善知识, 我们与一切众生相处, 才能够真正做到断恶修善, 才能成就自己圆满功德。 你离开一切众生, 到哪里修行? 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若与众生尊重臣事, 则为尊重臣事如来, 前面讲诸佛, 这个地方讲如来, 意思不一样。 诸佛是从相上讲的, 如来是从心性上讲的, 如来是信德。 为什么要尊重一切众生? 成事就是服务, 现在人讲服务。 为什么我们要服务一切众生? 开发信德。 如果你自己明心见性, 你一定跟诸佛菩萨一样, 全心全力为法界一切众生去服务。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从来没有一个空过的, 所谓,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尊重臣事, 这个服务不是随随便便的, 恭恭敬敬, 尽心尽力, 这叫尊重。 不是尽心尽力, 随随便便, 敷衍敷衍, 这个不行, 这个不是称性修行。 称性起修, 信德是真诚, 是恭敬, 尽心尽力。 由此可知, 菩萨必须从修德当中 才显示出信德。 前面这一句, 若于众生尊重臣事, 是修德, 后面这一句显示你的信德。 若令一切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众生欢喜, 为什么佛就欢喜? 一个能令众生欢喜的人, 不容易。 我们现在走到外面, 令一切众生讨厌, 这哪里生欢喜心, 讨厌我们。 由此可知, 能令一切众生欢喜的人, 一定是依教奉行的真佛弟子, 那不是假的, 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人在社会上, 不能离开社会单独生存, 不能离开人群大众。 由此可知, 人与人相处是大学问, 中国古代的教育, 把这个列在教育里面第一个项目, 非常重视。 你应当先学做人, 然后才学做事, 把做事摆在后面。 孔老夫子教学四个科目, 有先后次第。 第一是, 德行, 德行是做人的大根大本。 第二是, 言语, 说话是学问, 会说话的人, 人家很欢喜, 到处的人帮助, 不会说话的人, 一开口就得罪人, 就跟人结冤仇, 不共戴天, 麻烦大了。 所谓, 口味或福之门, 会说话的人就得福报, 不会说话的人就遭灾祸, 说话不容易。 所以夫子教学, 言语列在第二。 第三是, 正式, 正式就是办事, 就是我们今天讲技术能力, 将来你在社会上谋生能力。 最后才是, 文学。 孔老夫子非常重视现实, 你的生活过不去了, 还谈什么文学? 必须你物质生活没有问题, 文学是精神生活, 先在物质生活上能够有温饱过的去, 然后才讲究精神生活, 把生活水平往上提升。 二千多年前, 咱们中国古圣先贤这样教导大众。 佛法教人也是如此。 我们初学佛, 老师看到现在人都不懂理, 于是他老人家很慈悲, 我们同学们也要求, 请他老人家在, 礼记, 里面选了几篇, 为我们讲解。 老师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谈不上学理了。 不过学一点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希望跟社会大众相处, 不要叫人讨厌, 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就算不错了。 所以他给我们讲了一点, 自己也编了一个小册子, 叫常理举药。 我们把常理举药也编在, 静宗同学修行守则, 后面。 目的是在哪里? 这是最基本的理解要懂的。 不懂的, 的确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别人讨厌你, 不欢喜你, 不欢迎你。 所以说最基本这个理解要懂的。 这是讲能令一切众生欢喜心, 一切诸佛欢喜。 因为这一个道理, 佛教菩萨修六度, 六度就是试颤。 教你修布施, 教你修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 守规矩, 这是广义的, 不是狭义的, 教你忍辱, 教你精进, 教你禅定, 教你智慧, 这都是属于试颤。 九, 若但独诵而不受持, 只能重远因, 不能收大笑。 只能增福, 不能开会。 只能消清业, 不能灭重罪。 若但独诵而不受持, 只能重远因, 不能收大笑。 这一条很重要。 大概我们一般人, 也可能是多数人, 学佛只知道读诵, 不晓得去照做。 因此好处不能说没有, 好处不多, 只种原因, 这一生当中收不到效果, 这是真的。 不要说其他法门, 单以念佛法门来说, 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不多。 照我们现前一般来看,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往生可能只有三个, 五个, 比例很少。 为什么他不能去? 他虽然念佛, 这个世间舍不得放下, 所以他去不了, 心里很想去, 又挂着这一头又放不下, 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念佛。 这个世间丝毫放不下, 都不能往生, 这个要注意到, 要彻底放下。 放下就是受持, 不肯放下, 不肯依教奉行, 这是指种原因。 我们过去生中, 无量节来生生世世修学都是种原因, 没有收效果。 你要问原因, 那个原因大概都是放不下。 这一生要好好的想一想, 要不要放下, 要是不放下, 再搞轮回, 来生再来, 就干的这一套。 如果想通了, 不再搞轮回了, 轮回实在没有意思, 彻底放下你就决定往生。 只能增幅, 不能开会, 受持能够开智慧, 读诵不能开智慧, 读诵只能够增幅。 只能消轻业, 不能灭重罪, 轻的罪业可以消, 重的罪业没用处, 你这个力量不够。 读, 学佛若不从此进入, 纵令苦行无数节, 只能成菩萨, 不能成佛。 这一段, 我们要多多念几遍, 记在心上。 这不经怎么入法, 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应魔所住, 而行不失。 这是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 如果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纵然你是无数节的勤苦修学, 你只能成菩萨, 不能成佛。 诸位要知道, 此的的成佛, 是指原教初驻菩萨, 换句说话, 你不依照这不经修, 你所成的菩萨是全教菩萨, 藏教, 通教, 别教的菩萨, 原教的菩萨没有你的分。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 将为农居士注解里讲得很详细, 诸佛是从原教初驻讲起的, 天台家所讲的, 分正即佛, 他是真佛, 不是假佛。 华严经, 上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这是真佛。 原初驻菩萨就有能力在十方法界当中, 视线八相成道, 应以佛身的度, 他就视线佛身。 这个地方讲的诚佛, 就是原初驻以上。 107, 约共佛显明共佛。 须菩提, 我念过去无量阿森止节, 于然登佛前, 得知八百四千万一那由他诸佛, 西街供养成世, 无空过者。 这些话都是真话, 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献身说法, 这是他过去修行所经历的这些事。 我, 是世尊自称。 一, 由信慰而出驻, 而成佛, 经历时间, 或言或促。 全是其人根器之力钝, 公行之情堕, 而致不同。 其可居直。 释迦牟尼佛无量节修行才正果, 不是三个阿森止节, 通常讲三大阿森止节, 佛是方便说, 要说再多了, 怕人下注, 臣佛没指望, 算了不要学了, 是这个意思。 佛虽是方便说, 有没有骗我们? 没有。 我们晓得三大阿森止节, 是从原教出驻菩萨开始到成佛, 出驻以前他没算。 就好比现在一般人给你讲, 你要拿一个博士学位, 得要二, 三年的时间, 没说错。 二, 三年就可以拿到。 但是硕士, 大学, 中学, 小学没算, 那个没算进去。 佛给我们讲三大阿森止节, 就好像你拿博士学位一样, 是从原初驻算起的, 原初驻以前都不算, 那个要算起来, 就变成无量阿森止节。 华言, 上跟我们讲无量阿森止节, 是把出驻以前的时间统统算进去, 这就变成无量阿森止节。 于然登佛前, 不是讲然登佛后, 因为世尊遇到然登佛, 他已经是八的菩萨, 这就是讲八的之前。 从初性未到八的以前, 他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犹他诸佛。 我们想一想, 佛在, 无量寿经, 上讲阿蛇王子, 过去身中他们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我们一听四百亿佛, 吓呆了, 这还得了。 此地八百四千万亿, 后头是那犹他, 供养四百亿佛跟这个亿比, 那就小屋见大屋, 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过去身中的善根福德, 不能小看, 每一个众生都有过去世, 乃至于我们今天看到蚊虫蚂蚁, 它现在堕道恶道, 它前身没有学过佛吗? 我们怎么敢说? 说不定将来蚂蚁比我们先成佛, 我们还落在它后面, 这是非常非常可能。 它堕在恶道, 受这个罪报, 如果这个罪报受尽了, 在得人身, 闻佛法, 凭它过去身中的善根, 福德, 因缘, 也许比我们早成熟。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对于一切众生不敢轻慢。 像这些众生比修行人早成佛的多得很。 时间, 或延或促, 延世延长, 时间延长了, 促世缩短, 他成佛早成佛了, 提前成佛。 这种情形也很多, 以世尊来说, 世尊跟弥勒菩萨, 这两个就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讲历届他们同学来说, 弥勒菩萨应该早成佛, 释迦牟尼佛是后学, 弥勒是学长, 结果变成世尊先成佛, 他还当补助菩萨来接他的。 原因在哪里? 世尊勤学, 因为勤学功行超过弥勒菩萨。 由此可知, 发奋精进努力, 那个功夫不会白费,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所以完全看一个人根性力盾, 以及他的功夫勤躲。 他要是很勤奋, 他成就就快, 他要懈怠, 他成就自然就缓慢。 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成佛, 也是这么个道理。 极乐世界决定没有退转, 保证你一生成佛。 有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 有人在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住几个大劫, 甚至于几十个大劫, 这个都不一定的。 几十个大劫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 是无所谓的, 他是无量寿, 几个大劫, 几个阿森纸劫, 对他都是很短的时间, 都不是很长的。 二, 公养, 简言之, 即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四式公养。 广言之, 如, 华言, 所说之是公养, 法公养。 公养, 简言之, 即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四式公养, 这是简单说, 佛在戒经里面常常讲的, 在家的佛弟子, 有义务要供养出家的佛弟子。 为什么? 因为出家的佛弟子, 把生产的事业放弃了, 于是生活要靠在家的同修来供养。 为什么把生产事业放弃? 专心修学, 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他做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在家同修应当要供养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发心, 佛法在这个世间就要断绝, 就不能够传递下去,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可是佛说得很好, 这是不是给在家同修增加很多负担? 没有。 佛说在家同修, 对于出家人供养是有限度的, 就这四桩事情。 要供养他饮食, 当年是尊在世, 这是脱波的制度, 所以出家人脱波一定要供养, 供养他饮食。 要供养他衣服, 他的衣服不多, 在印度只有三衣一波。 衣服不是要常常供养的, 饮食是天天要。 衣服穿破了不能穿, 再供养他一件, 他也不可以有很多衣服。 在有事卧具, 那个时候的出家人, 生活非常辛苦, 日中一时, 树下衣素, 佛陀在世这样的, 并没有房子住。 树下衣素, 底下也铺垫的东西, 我们现在叫卧具。 可是现在出家人卧具已经不当垫备用, 他拿来做拜佛的拜垫用。 在我们佛门大典礼, 老和尚在当中拜佛斩具, 其实那个具是从前的卧具, 不是瀑拜垫的, 用途现在都变了。 现在我们还有这个, 实在讲世纪念的性质, 知道从前生活是那么样的辛苦, 我们现在过得已经是太舒服了, 在不用功, 不努力, 对不起从前的人, 让我们生惭愧心, 是这个意思。 汤药, 生病时一定要供养医药, 这叫四世供养。 从前出家人只接受这些。 世尊灭度之后一千年, 佛教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来之后, 我们要晓得,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跟印度人不一样,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过去这些高僧大得到中国来, 他们非常聪明, 要度中国人, 佛法必须中国化。 生活方式完全依照中国人的, 我们中国人欢迎, 很喜欢, 对我们只有便利,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于是我们穿的衣服, 穿海青。 海青是中国衣服, 这不是佛门的, 佛门的只有这一件披衣。 而且这一件披衣, 在我们中国又把它缩小了, 只有原来那个衣三分之一大。 我们从前用带仔细麻烦, 现在用扣还, 审视多了。 原来那个衣, 现在斯里兰卡, 泰国小城佛教还是原来的, 它那个衣很大, 裹在身上, 原来的衣是那样的。 我们中国把那个缩小, 比它方便多了, 中国化。 在我们自己的衣, 因为我们中国在印度的北方, 气候比较寒冷, 三衣是决定不能保暖的, 所以在我们自己衣服上, 披在外面表示一种纪念的意思, 衣着还是我们自己的服装。 海青是汉潮时候的服装, 一般读书人, 大概是不做粗活的人, 穿这个服装, 长袍宽袍大袖子, 袖子很大。 这是中国衣服, 这不是出家人的衣服。 出家人到以后, 跟在家人衣服上的差别, 就是出家人穿的衣服朴素, 在家人的一定绣花纹, 袖子上, 领子上都绣花纹, 花纹代表身份。 古时候什么样身份人, 绣什么样的花纹, 在社会上分尊卑高下, 便于行礼。 从前皇帝也是穿这个服装, 他绣的是龙, 龙五个爪, 五个爪的那个龙是皇帝穿的。 四个爪的龙, 龙有四个爪, 你仔细看, 那是亲王, 那个地位就降一等。 三个爪的, 地位就更低, 那是皇族。 虽然都是龙袍, 看那个爪多少, 阶级从那里分, 你们注意看会看到。 文武百官衣服叫张服, 图案代表阶级, 衣服的颜色也代表身份, 代表阶级。 出家人穿素服, 从前出家人穿黑色的, 灰色的, 都没有花纹。 在以后, 佛门里面老和尚主持法会, 大家希望庄严一点, 就换成黄色的, 袈裟就变成红色的, 实在讲都不是如法的。 如法的袈裟应当是叫杂色衣, 染色衣, 我们现在讲是深咖啡色, 差不多是这样的颜色, 它是各种颜色混合起来染色的。 像这些尝试, 我们也要懂得。 现在仍有些人提倡, 我们出家人应该要换衣服, 换成我们普通的衣服。 这在理上讲得通, 但在世上讲有流弊。 出家人都换成在家衣服, 跟在家分不开, 出家人在外为非作歹,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有些老和尚主张出家人衣服还是穿海青好, 出去之后, 至少他要收敛一点, 规矩一点, 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 确实有这个好处。 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 海青是汉朝的, 我们穿的长挂, 短衫是明朝的服装, 这个服装实在讲比现代人穿的服装舒服。 现在人穿的服装都是很窄小, 绑在身上绑得紧紧的, 我们看那个样子都很可怜, 好像很苦, 衣服穿得宽宽大大的很舒服。 这是一点尝试, 我们在此的顺便说一说。 供养, 佛教到中国来之后, 生活方式变更了, 所以我们的衣服也就多了。 也不是托波, 中国人对于托波看得很轻, 这讨饭的。 尤其这些法师从印度来, 是国家聘请来的, 是国家的宾客, 到以后变成皇帝的老师。 皇帝老师出去要饭, 那没有一个人不骂这个皇帝, 他还能做得成吗? 于是乎也要造成宫殿式的房子。 皇帝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他的老师, 供养老师也要用这种房子来供养, 这样佛弟子在中国身份就被提高了, 帝王师。 中国人, 古人对于皇帝是非常尊敬, 上行下校, 皇帝敬佛, 全国老百姓人人都敬佛。 所以佛教育在中国比儒家, 孔孟教育发展还要快, 效果还要大, 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很深。 从前寺院, 早期是国家建的, 像白马寺是国家建的, 中国第一个寺院。 为什么称他为寺? 这个诸位也必须要知道, 你要是明白这一段历史, 你就晓得佛教不是宗教。 汉朝时候, 政府办事的机构, 机关名称就叫寺。 皇帝下面, 直接归皇帝馆的办事机关, 一共是九个单位, 名字都叫寺。 寺的长官叫清, 我们听到古人讲的公清, 清就是寺的长官。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实在讲也非常之好, 诸位要熟读历史, 你就晓得, 古时候的制度好。 他的军权跟乡权也分得很清楚, 你要说从前皇帝都专制, 专制的少, 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专制, 专制是少数, 而且凡是专制, 后果都不会好。 以前皇帝读圣贤书, 思想都非常开明, 确实顾虑到老百姓, 他怕后人骂他是个不好的皇帝, 所以军权跟乡权分得很清楚。 宰相是他任命的, 确实有权管理国家的政事。 宰相底下办事的机关称部, 宰相下头有六个部, 部的长官那时候叫上书, 我们现在叫部长, 上书就是部长。 侍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次长, 副部长, 两个侍郎, 左右两个侍郎,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是两个副部长, 两个次长。 由此可知, 佛教到中国来, 成立一个办事的机构就用寺, 跟皇帝底下办事的机关平等。 它是办事机关, 不是庙, 里面不是供神的, 不是供大家拜拜的, 不是的。 当年佛寺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是翻译经典, 它是一个学术机构。 第二个是讲解, 教导经典, 从前是这样的。 这个寺的名称用白马, 我们中国人厚道, 经书, 佛像是白马从印度拖过来的, 他的功劳也不小, 我们要纪念他, 不能忘掉他, 所以这个寺的名称就用白马。 古人这个心多厚道, 连有功劳的畜生都念念不忘, 何况是人。 当初白马寺塑造的白马, 我相信一定就是原来马的形状, 塑造那个形状, 纪念他不容易把经书, 佛像从印度辈到中国来。 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所以供养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佛法流传到今天, 时代久远, 凡是一桩事情传久了, 弊病是免不了的, 现在的弊病就很多。 古时候出家人, 念念古书, 是平僧, 出家人, 修道人都很清平, 没有一分钱, 所以走到什么地方的的确 却都有善心人自动来供养。 现在这个社会不相同, 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是富翁, 富僧不是平僧。 供养多, 身要富, 麻烦就来了, 到心就没有了。 佛在三千年前, 对于现代这个社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所以在经上无数次的提示我们, 积才丧道。 要是把财看重, 名利看重, 到心就没有了。 在家同修们还能修一点福, 他虽然没有到心, 他还能修一点福。 出家人你修什么? 福也修不到, 说个不好听的话, 就是造业。 现在想一点福, 实在讲那个福是假的, 积那么多钱财, 积那么多产业, 存在你妄想之中, 这达妄想, 实际上一样都不是自己的。 你每天还是穿出家的衣服, 你总不能做一套金衣服来穿, 你也不过就是吃三餐饭而已, 怎么样享受还是有限。 而造作的罪业, 不久就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 三图苦报, 那个时节之常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好心出家去造罪业, 将来要去堕地狱, 这不叫愚痴。 世间人还有哪一种人, 比这个更愚痴。 我想没有了。 在家人想堕地狱不容易, 那要造忤逆罪才堕地狱, 出家人堕地狱太容易了。 古人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这话说的是有道理, 不是随便说的。 现在佛门供养已经成习惯, 只要你穿这个衣服就有人来供养。 供养怎么办? 要懂得转供养, 他供养我了, 我那头就去了。 将来自己不能成就, 这是俗话常说,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孩, 我转不失了, 将来要孩, 他们替我孩, 我就不要孩了。 这个要想通, 我们拿到这个, 赶紧辗转不失, 纵然我不了道, 将来还债有很多人替我孩, 我也没事了。 这是说是尊在戒经里面讲简单的供养。 广言之, 如, 华言, 所说之是供养, 法供养。 华言经, 上讲的多了, 讲差不多将近有一百种类, 讲得非常丰富, 就是第六回向章, 那一章经里面, 大概就讲到将近有一百种供养。 三, 成是, 这, 左右侍奉。 西街, 正指, 无空过, 言。 严历十之九, 供佛之情, 为显不及受持此经之章本也。 成是者, 左右侍奉, 就是扶劳义伺候别人, 这个地方是讲众生, 伺候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照顾他, 时时刻刻帮助他, 就是这个意思。 西街, 正指无空过言。 严历十之九, 供佛之情。 这是释迦牟尼佛, 举出自己亲身修持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 他在过去身中遇到这么多的诸佛, 都是成是供养, 没有一尊佛空过的。 说出这个意思, 意思在后头, 为显不及受持此经之章本也, 用这个来做一个基础。 来比喻。 108, 显持经。 若父有人, 于后末世, 能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一分, 乃至算数辟喻所不能及。 世尊修这个福报力无量节, 我们看到非常羡慕, 我们到哪一生, 哪一世, 才能修这么大的福报。 佛这么给我们一说, 我们觉得不难, 我们要想修, 真正发心, 确实所谓的后来居上, 后生可畏, 我们在后面可以赶过去, 那就是一定要依教奉行。 一, 于后末世, 正当末法, 指经事也。 为末世众生, 有能受持读诵此经之功德, 比我供佛之功德, 我则不堪与之相比。 算术辟喻皆不能及。 于后末世, 这一句实在讲, 正是指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正当末法, 指经事也, 就是指的我们现在。 为末世众生, 有能受持读诵此经之功德, 比我供佛之功德, 我则不堪与之相比。 算术辟喻皆不能及。 这个说法, 是不是太过分一点?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安慰我们? 我们要这样想法就错了。 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所谓, 如语, 是完全讲的事实真相, 没有一丝毫夸张, 也没有丝毫隐瞒, 事实怎么样就怎么说法, 这叫如语。 我们要相信佛的话, 其中道理很深很深, 我们是不明其理, 所以产生疑惑。 但是要是稍稍通达大乘教义, 虽不能够很明白, 也能够略知一, 而, 为什么? 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裂, 烦恼情值很重, 而社会诱惑的力量, 又比古时候不晓得强多少倍。 五花八门在这里诱惑, 你还能够不动心, 你还能够不执着, 还肯相信佛讲的这些话, 现在人要是听到这些话, 这些话太古老了, 不适合时宜, 应当要淘汰的, 现在人都是这个看法, 你还能相信, 以为佛的话是真实, 这就了不起。 这一点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根福德, 又能真正依照经上讲的去做, 能够一切放下, 为一切众生牺牲奉献, 这还得了。 大家明不明白? 你要是不明白, 我告诉你, 你过去身中, 如果没有供养无量无边诸佛, 甚至于你供养的诸佛超过释迦牧尼佛, 你今天才有这个善根, 善根绝非偶然。 在, 金刚经, 上, 无量寿经, 上讲, 你不是凡人, 既然有这么样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没有成就? 你懈怠懒, 你不肯放下。 可能你修行在释迦牧尼佛以前, 释迦牧尼佛是你后期的, 他都成佛了, 我们今天还当凡夫。 所以听了这不经, 能信, 能愿, 能行, 这是无量节深厚的善根。 你明白这些道理, 就觉得这不是世尊夸大的话, 讲的真的是事实。 二, 因持经者根气之力盾, 功行之深浅, 有种种不同。 故比较不及之程度, 虽有如是之高下不同也。 经上说, 在末世能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要跟释迦牧尼佛供养诸佛比, 有的人释迦牧尼佛是百分不及一, 有的人释迦牧尼佛是千分不及一, 有的人释迦牧尼佛是算术辟欲不能及, 这里面差别很大。 百分不及一, 只比释迦牧尼佛多一点点, 不太多。 这就是什么? 根气力盾, 功行深浅。 根气力盾是讲过去世, 过去世往昔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 功行是这一身, 现在这一身情度不同。 有人勇猛精进, 有人就比较懈怠懒散, 功行浅身是讲现在的。 由于素根跟现在情度不一样, 所以比较功德里面, 浅身差别的程度很大。 三, 此事第五次教显经功, 是说在罪业消灭, 当的菩提之后。 亦若曰, 受持读诵词经, 便得除障, 便得受祭, 其我昔日为受祭前经历无数之劫, 直欲无数之佛, 但之功养成是之所能急灾。 此事第五次教显经功,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四次, 这个地方是第五次, 一次比一次升广, 换句话说, 经文越往后, 我们说听, 修持功夫一定是逐渐在提升。 所以越是后面的比较, 一定超过前面。 这次, 是说在罪业消灭, 当的菩提之后, 所以世尊只好用自己供佛这个例子, 来较量持经的功德。 亦若曰, 受持读诵词经, 便得除障, 便得受祭, 这话是真的。 其我昔日为受祭前经历无数之劫, 直欲无数之佛, 但之功养成是之所能急灾, 供养成是是修福。 所以他讲的是在燃灯佛前, 因为燃灯佛才给释迦牟尼佛受祭。 燃灯佛前所供养成是那些诸佛, 那些诸佛没给他受祭。 是根里都为我们显示的很清楚, 很明白。 末世众生如果你要依照这部经, 真正去做, 去修持, 你救的佛受祭, 不仅是除障, 你救的佛受祭, 得佛受祭, 当然比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要大。 释迦牟尼佛供养那么多佛, 没得佛受祭, 你在这个时候受持读诵, 你救的佛受祭, 从这一点上明显地超越了。 四, 供养成是所以不及者的只受持此经。 以经中一去, 是开佛之鉴, 是佛之鉴。 果能受持, 便是误佛之鉴, 入佛之鉴。 所以无数七宝师, 生命师, 多结共佛, 皆不能及, 理在于此。 供养成是所以不及者的只受持此经, 这事确确实实, 明明白白, 为我们指示出来, 一切菩萨供养成是诸佛, 不能跟你相比。 为的是什么? 因为你受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 以经中一去, 是开佛之鉴, 是佛之鉴。 果能受持, 便是误佛之鉴, 入佛之鉴。 这个解释越说越明显, 越说越透彻, 越圆满。 世尊为我们开释, 开释实在讲不容易。 一般人常常讲, 请你老人家给我们开释, 这个开释变成口头禅。 其实开释不容易, 请你给我讲一部经容易, 讲开释不容易。 讲经, 我依照经跟你讲, 讲的人, 听的人都没有开悟。 开释可不同, 开释是开佛之鉴, 是佛之鉴, 听的人要误入, 听的人不能误入, 开释不叫白开白释。 所以开释难, 讲经容易。 开释要什么人? 明心见性之人, 他自己没有明心见性, 他凭什么开释? 佛之之鉴是什么? 金刚斑若, 的之鉴, 就是诸佛如来的之鉴, 应魔所住, 不住色身相畏触法, 而行不失, 这是佛之佛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能得的三星不可得, 所得万法当体即空, 也不可得, 这是佛之佛鉴。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 是不是真正把我们轮回的之鉴确实转过来? 一转过来, 你就是受持, 金刚斑若, 你转过来就是误入。 诸位要了解, 佛法跟世间书籍不一样, 一精通一切精通。 金刚斑, 通了,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 大藏经, 哪一步你没通? 你步步都通。 为什么你今天展开来看不懂? 你没放下, 你心不清净。 你要是彻底放下, 心里面的确一丝不挂, 干干净净的, 今往前一摆, 你这个星光一照, 就明了了。 戴经上所谓, 六根门头放光动的, 眼耳鼻舌身都放光, 经典一丝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哪有不懂的道理? 我们自信的光明, 为什么放不出来? 妄想, 分别, 执着, 华言经, 说,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所以会学佛法的人, 一门深入。 修什么? 清净心而已。 杂修, 学得太多, 修得太多, 顶多你将来在这个世界上, 的一个佛学博士的头衔, 没用。 一窍也不通, 那是搞佛学的, 不是学佛。 学佛才能了生死, 才能成佛作祖, 搞佛学的人不行。 我初学佛, 好像刚刚建立老师没多久, 很早他就告诉我, 他提醒我, 你真正发心学佛, 古人不学苏东坡, 经人不学梁启超, 这两个人都是佛教里很有名, 了不起的大人物, 这两个人都是搞佛学, 不是学佛, 没有成就。 李老师警告我, 不能搞佛学, 要学佛。 一精通一切精通, 你能相信吗? 因为不相信, 怀疑, 所以才去涉猎许许多多的经论。 其实古人有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 六祖慧能大师, 他不认识字, 没有听过经, 没有闻过法, 他凭的什么? 心清净。 所以在卖柴的时候, 柴卖了, 钱拿回来了, 回家, 走到一个旅店窗口, 有一个人在里面念, 金刚经。 他一听, 越听越有味道, 听出味道出来, 站在那里听。 念的人还没有懂, 他听懂了。 于是呼他请教他, 你在念什么东西? 念得这么好。 他就告诉他是, 金刚经, 从五祖那里传过来的, 他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情。 他把他自己听的心得敢想, 说给念经的人听, 念经的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这种人才应当去见五祖, 应当到那边求法去, 他就动了这个心。 到了黄梅, 你们, 谭经, 都念过, 五祖给他没讲几句话, 就把他打发到草坊里去做苦工。 一直到第八个月, 五祖才出了一个题目, 叫大家做几首记来给他看看, 他要传法。 第八个月, 他跟五祖八个月没见过面。 虽没有见过面, 那是心照不宣, 五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他也晓得五祖的意思。 传法的时候, 半夜三更跟他讲, 金刚经, 讲大义, 哪里是细讲。 讲到,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就不要讲了, 全都明了, 都通达了。 他没有学过, 法华经, 没有听过, 法华经, 他能够跟法达禅师讲, 法华经, 法达念, 法华经, 念了十年, 念三千多遍。 那不经一天念一遍, 三千多遍要十年。 十年不通, 到那个地方, 因为礼拜的时候, 被六祖看到了, 他见六祖礼拜, 头没有着地。 大概心理想六祖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我受持十年的, 法华经, 很了不起, 值得骄傲, 头没有着地。 所以起来的时候, 六祖就问他, 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他就说出来, 法华经, 念过三千遍。 六祖就问他, 法华, 的大意, 答不出来, 这个才服了。 于是才请六祖开示, 真是开示了, 不是假的开示。 六祖跟他说, 我没听过, 法华经, 我不认识字, 你念给我听, 他, 法华经, 从头念起, 念到第二品, 方便品, 法华经, 二十八品念到第二品, 六祖说, 不要念了, 这不经我全知道, 给他一讲, 法达就开悟了。 这个时候再拜, 头着地了, 佩服的五体投地。 法华, 没有念过, 他懂。 他不是不懂, 不但连经懂, 论也懂了。 谭经, 里面讲的八十, 那个讲的多好。 真教严简一概, 讲的话那么简单几句, 可是法相踪的东西被他讲尽了。 没有一样不通。 所以聪明人从根本修, 根本是清静心。 你学一样东西, 你容易的心清静, 容易成就。 你学太多, 学太杂, 就是今天讲的面子好看, 我广学多文, 面子很好看, 搞明文立扬的走那个路, 那是对的。 真正修学的, 不要明文立扬, 问我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应光老法师你去问他, 我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什么都不会, 真正修行人, 真正佛菩萨, 什么都不会。 你再去看看, 华言经, 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善知识, 善才童子去参访, 他和掌给善才说, 我只会这一样, 其他我统统都不会, 其实他什么都通, 没有一样不通的。 他什么都不会, 谦虚。 尊敬别人, 自谦而尊人。 这是修行人, 本地风光, 就是这样子。 丝毫炫耀都没有, 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 这个人有成就, 这样的人才能度视。 希望人人都老实, 人人都规矩, 天下太平了, 哪里还会有动乱。 人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社会不得了, 天下大乱。 好事要做, 不要被人家说, 某人是好人, 好人就多事。 不要人家赞叹你是好人, 不要人家赞叹你很能干, 你很了不起, 那都不是好事情。 规规矩矩做个老实人, 这样就好。 多被人家骂几声, 消业障, 不要被人赞叹, 被人赞叹福报都消掉, 报掉了, 赞叹是福, 福就报掉了, 不要被人赞叹。 希望人家多责备, 多骂几声, 这对自己决定有好处。 所以开示不容易, 开示一定要明心见性。 现在习惯都是这样讲, 如果有人请我们讲开示, 我们要和掌恭敬, 不敢承担, 只能够说给大家讲几句废话。 你们一定要找麻烦, 我们只好讲几句废话, 给大家添一点啰嗦。 所以开示之后, 是一定误入。 经过开示, 金刚经, 就是佛对我们的开示, 我们了解经义, 依教奉行, 信心不逆就是受持。 果然信心不逆, 误入虽然不是有太大的误入, 多少会误入几分, 这一定的道理。 你这个误入越来越多, 年年会增长, 月月会增长, 所以你的生活就法喜充满, 这个快乐就是逐渐逐渐境界一天比一天好。 所以无数七宝师, 生命师, 多结共佛, 皆不能及, 理在于此, 道理在此地。 这么一说, 我们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话可以相信, 真的是有道理。 好, 今天就讲到此。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零。 请先开经本第156面。 五, 末世众生, 斗争兼顾, 夜众福清, 葬生会浅。 然而尚有受持独诵者, 则正向之事, 大有其人可知。 特举末世, 已是不可轻视众生。 此色受之平等也。 末法时期斗争坚固, 这是我们现代人普遍都看到的, 证明是尊在三千年前, 所说的预言真的兑现了。 本经我们曾经读到佛所讲的五五百年之后, 这个说法大成经里面, 可以讲很普遍, 每五百年是一个大的转变。 我们世间人常讲, 一般人的命运五年一转运, 而五百年运数是大的转变。 佛为我们说出末法时期。 佛法分为三个时期,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时期一万年。 相, 是相似, 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变化, 而末法变质就更大。 佛陀灭度之后二千年, 就是属于末法时期。 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 佛灭度到今年已经是三千零二十年, 换句话说, 末法一万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 以现代西方人的讲法, 释迦牟尼佛灭度二千五百多年, 我们也处在第六个五百年间, 佛法变质越变幅度越大, 斗争是愈来愈坚固, 没有一处不斗争。 斗争坚固并不是专指我们佛教, 整个社会无论哪一个阶层, 无不是斗争坚固, 佛看得很清楚。 我们想想, 为什么现代人犯这些毛病? 为什么从前人不犯这个病? 过去第一个五百年是, 解脱坚固, 解脱是正果, 不是简单的, 往后有, 禅定坚固, 有, 多文坚固, 多文是讲学, 有, 塔庙坚固, 大家新建寺庙, 雕塑佛像。 像中国敦煌, 大同这些佛像, 几千尊, 几万尊, 都属于塔庙坚固。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沦落到斗争坚固? 从整个历史上来看, 五百年是一个大的阶段, 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推究其原因, 就是在授持, 读诵, 为人解说。 古时候授持的人多, 读诵的人多, 讲经说法的人多, 大家都明理, 所以都能发奋向上。 现在人不授持了, 也不读诵, 也不说法了, 天天在干什么? 天天在打妄想, 天天在分别执着, 当然斗争坚固。 这些道理, 我们不能够不明白。 所以古人总结一句话说, 今天世界为什么这样动乱? 一言以蔽之, 不读圣贤书之过, 圣贤书不念了, 这是根源之所在。 我们明了根源, 要挽救捷运, 要自度度它, 从哪里下手? 唯有从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下手, 这可以度自己, 可以利益众生。 不要看自己一个人力量很微弱, 不尽然, 一个人也能发挥巨大不可思议的力量。 诸位应当想象, 世尊当年是现成佛在陆野院, 也只度了五个比丘, 换句话说, 是家木尼佛起家, 不过是一个老师五个学生而已。 五个学生就能创教, 就能把佛法红遍全世界。 由此可知, 我们今天要有五个人, 怎么不能够心教? 世尊能创教, 我们有五个人也能续佛会命, 也能够复兴佛教, 这在理上讲得通的。 世上能不能做得到? 这五个人果然一条心, 都能够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就行了, 就能够心教。 虽然在这个时代, 我们业障习气很重, 福报很薄。 不要看现在的社会富裕, 物质生活享受, 古人所不能比, 那是另一桩事情, 谈到福报, 说老实话不如古人。 古人一生生活的悠悠自在, 真的是过人的生活, 现在人富有, 过得不是人的生活。 是什么生活? 机器的生活, 人都变成机器, 自己做不了主宰, 不但心随进转, 身也被进转, 身心都得不到自在。 古人可以说他的自在, 他能够过自己希望过的日子, 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那才叫人。 现在你喜欢偏偏做不到, 一定要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所以现在人生活之苦, 比古人不晓得要加重多少倍。 现在的人身心不安, 生活有压力, 精神有压力, 社会有压力, 的确是身心都不安稳, 这就是福报没有从前人那么重, 古时候人福报重。 障身, 业障那就不必说了, 我们前面讲的太多, 我们的烦恼, 忧虑, 牵挂, 不晓得有多少外面五欲六成种种的诱惑, 我们不要说古时候, 想一想二, 三十年前跟现在比一比, 诱惑的力量增长多少倍, 这是账。 没有智慧应付生活环境, 怎么不堕落? 怎么不被环境所转? 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居然还有受持, 读诵, 金刚般若, 的人, 这个不简单, 这是佛对我们的赞叹。 末法时期有这些人, 正法, 相法, 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的一定很多很多, 大有其人可知。 所以过去是众生业障轻, 福报大, 原因就是受持的人多, 读诵的人多, 演说的人多。 我们要想改良社会风气, 要想化斗争坚固, 提升到解脱坚固, 禅定坚固, 多文坚固, 没有别的方法, 唯有自己认真努力依教奉行。 认真努力地宣传佛教, 使这个社会, 这个地区, 读经文法的人愈来愈多, 这个社会的风气自自然然就转变了。 佛在此的特举末法时期, 这是教导我们不可以轻视众生, 末法时期也有善根福德很深厚的一类众生。 在五卓二世, 他能够不被环境污染, 遇到正法, 他能够信受奉行, 这个原因我们也很清楚, 那是他无量节的善根束缚, 这也是显示出佛度化众生的平等。 六, 此经最能消除业障, 末世众生, 不可不奉持此经。 此经为三宝命脉, 故劝献钱当来一切众生, 立位红传, 敬位来际, 不令断绝。 此父主之身长也。 此经最能消除业障, 末世众生, 不可不奉持此经, 这世将居士特别嘱咐我们。 业障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业, 是造作,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障, 障碍我们的清净心, 障碍我们的智慧福报。 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说法错了, 错了就产生障碍, 智慧不能献钱, 献钱的是烦恼, 福德不能献钱, 献钱的是恶报, 献这个东西, 这叫做业障。 业从哪里来的? 业从起心动念来的, 最从心起, 还得将心颤。 如何颤法? 心清净, 业障就没有了。 诸位要记住, 你心不清净, 你的业障没有办法消除, 心清净, 业障就没有了, 所谓, 罪业如双路, 会日能消除。 清净心生智慧, 佛在这不经上告诉我们, 信心清净, 则生石香。 石香般若现前, 那什么样的罪业也消除了? 这不经确实是帮助我们修清净心, 他的方法妙极, 交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无助好。 无助就是放下, 就是舍弃。 把什么舍弃? 把妄想舍弃, 把执着舍弃, 分别舍弃, 忧虑舍弃, 牵挂舍弃, 你统统都舍掉了, 你的业障就没有了。 这些统统叫业障, 本经教你把业障放下, 把业障舍弃, 业障就消除, 就没有了。 末法时期众生业障特别重, 特别重就是更要放下, 更要舍弃。 所以说, 末世众生, 不可不奉持词经, 奉持词经这个意思也讲过多遍, 不是教你拿着不经天天念, 天天念有什么用, 是要遵照经上的教会把一切都放下, 真正做到心魔所住, 你的心清静了。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念阿弥陀佛的心, 生利益一切众生之心。 帮助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劝导一切众生要放下, 要念佛, 我们要生这个心。 能这样做的就是奉持词经, 就是信受奉行受持词经。 此经为三宝命脉, 佛法的兴衰, 换句话说, 就在学佛的人, 你能不能放下? 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人, 出家人是在家人的榜样, 在家学佛是社会大众的榜样。 我们出家人样样都放不下, 在家学佛人看到你们出家人放不下, 那为什么我要放下? 社会没有学佛那些人看到, 你们学佛人都放不下, 我何必要放下, 所谓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我们在经一开端, 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是家木尼佛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做了示范, 给我们做了榜样。 不能不懂这个意思, 这就是三宝命脉。 故劝献钱当来一切众生, 立位红传, 敬畏来际, 不令断绝。 此副主之身长也。 副主的意思很深很长。 立位红传, 要认真努力去弘扬, 到处讲经就是弘扬。 传世教学,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不能叫它中断。 红传, 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有责任。 世尊当年在世, 典型已经建树。 红传不错, 是出家人的重要任务, 也是首要的事业, 否则的话, 你出家干什么? 修行, 在家人一样修行成就, 在家人成等觉菩萨, 成佛多的事, 成佛, 成等觉不一定要出家, 出家就是要续佛会命, 换句话说, 出家人就是这三句话, 立位红传, 敬位来寄, 不令断绝, 我们是为这个出家。 出家要做不到这三句, 那就是我们有过失。 在家人有这个因缘的, 也要发心力为红传。 从世尊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 在家居士建道场, 红传传, 每一个时代, 都有这些长者, 大德居士出现。 他们对于叙佛会命有很大的功劳。 向近代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佛法却确实实是在家居士挽救的。 中国出现了洋人山居士, 全心全力的红传大臣, 搜集遗师的经典。 他的学生欧阳静吾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 传法, 培养红法人才。 你们诸位同修晓得, 我们佛门里面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是内学院的学生, 欧阳静吾居士的学生。 居士里面有不少大德都是内学院出身, 这是救了中国的佛教。 在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 在泰国有高相儒老居士, 每个地区都有这些大德, 建道场, 讲经说法, 培养学生。 今天我们在此的李牧原大居士, 他的功德不亚于洋人山, 不亚于李炳南, 这都是菩萨化身不是凡人。 凡夫人他想不到, 他也做不到, 这是经里面所说的, 应以居士身而畏说法, 他就献居士身出现, 真正坐红船的大业。 这些人是真正受佛的嘱咐, 叙佛会命为佛传灯。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自己一定要发心效法, 要立志, 要发愿。 109, 杰尘经功名南据说, 虚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 有受持读诵词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或有人闻, 心则狂乱, 胡疑不幸。 这一段是, 杰尘经功, 总结,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的功德不可思议。 佛教者须菩提, 凡是经典上称名, 都是提醒注意, 下面有重要的开示要说。 假如一个善男子, 善女人, 于后末世, 有受持读诵词经。 这一段话正是说的我们大家, 我们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后末世, 佛灭度之后末法时期, 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 这个地方善男子, 善女人, 就是叫我们。 我们被佛教了, 下面这几句话, 想想我们做到没有。 受持, 我们有没有受持, 有没有读诵。 我相信读诵的人有, 大概不少, 受持的人可能就少, 但是那个功德之大是在受持。 如果读诵而不受持, 有功德, 不能说没有功德, 功德小, 功德不大, 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 只是给我们菩提道上种原因而已。 正如同我们过去世生生世世当中, 我们的确读诵没有认真受持, 如果认真受持, 现在怎么会坐在这儿听经? 早就做佛, 做菩萨去了, 哪里还当凡夫? 喜欢读诵而很难受持。 受持是要把它做到, 没有办法做到。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舍不得放下, 你的钱财舍不得放下, 你的产业舍不得放下, 你的亲情舍不得放下, 舍不得放下的事情太多太多。 这就是没有受持。 受持就是经上交给我们一切放下, 应摩锁住, 我们虽然也身心, 也不失, 而行不失, 可是就是放不下, 这就是没有受持, 有毒送没受持。 如果这一生还是这个办法, 还是不能出三界, 依旧要搞六道轮回, 不知道到哪一生, 哪一世, 才能够再遇到这样一个法会, 这个法会不容易遇到。 很难遇到的, 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受持。 如果你真的觉悟, 真的想不再搞六道轮回, 希望我这一生在六道轮回里面是最后生, 最后一次, 下一次我要再来, 一定是菩萨再来, 绝对不是生死凡夫。 你要是这样的觉悟, 那你是真的开悟了, 你真的明白。 怎么做到, 放下就做到。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求人, 求人没有把握, 这事情求自己, 肯不肯放下。 实在有真的放不下的事情, 想想佛在经上所说的, 三心不可得, 能执着的不可得。 想想放不下的那些事, 那些事都是因缘生法, 当体即空, 也了不可得, 由此可知, 你自己牵肠挂肚放不下的, 那个事实真相是什么? 妄想而已。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 你真的是可怜悯, 不是事实。 若能执着的我, 所执着的一切法是事实, 那是尊点头, 你放不下是应该的, 它是事实, 哪里晓得你以为的事实, 全都落了空, 佛才讲, 可怜可怜, 这真可怜。 一场空。 理透彻, 明白了, 叫看破, 看破没有放不下的。 为什么? 知道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本经说得好,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不但人生是个梦, 六道也是个梦, 十法界也是个梦。 什么时候你在梦中觉悟过来,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经典里面最重要关键的字眼, 受持, 真的要受持, 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都说不尽。 佛在此的说, 我若据说者, 据事具体说明, 大家听了不但怀疑, 恐怕心要狂乱, 决定不能接受,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要是这不经从头到此的一直听下来, 有前面的基础, 我们能够信得过。 为什么? 受持此经就是称信而修, 全修即信, 真如自信的功德是一切诸佛都不能够穷尽的, 这是事实。 1. 此阶层前五次教显功德。 锤界学人, 显示精致, 两种生意。 狂乱, 胡怡, 皆锤界学人语也。 此阶层前五次教显功德, 教士比较, 显示显示。 本经到此的, 一共是五次教量显示受持读诵的功德不可思议。 锤界学人, 显示精致, 两种生意, 锤是上对下, 戒就是教戒。 教导我们, 教学的意思。 显示, 金刚经, 的宗旨意趣, 有这两种生意。 狂乱, 胡怡皆锤界学人语也, 此句都是教戒我们。 2. 狂乱, 指望谭般若, 未解真实意也。 祸乱众心, 顾曰, 心则狂乱。 胡怡, 将信将不信之意。 意犹未解真实意, 不能生起决定信心。 狂乱指望谭般若, 未解真实意也。 学般若, 望谭般若, 确实有这样的人, 不但现代有, 自古以来就有。 祸乱众心, 顾曰心则狂乱。 狂乱, 将信将不信之意。 意犹未解真实意, 不能生起决定信心。 这是说明佛门里面在家出家, 都是因为没有受持, 只有读诵, 换句话说, 学习并无心的, 所谓是口耳之学, 儒家所谓记问之学, 道听徒说, 这样才发生误会, 把精益讲错了, 叫人听起来怀疑, 狂乱, 怀疑。 这些现象, 它的根源, 它的后果, 我们都必须清楚地理解。 三, 世尊此言, 世界行人当之此事本非言说所及, 为正方之。 必须一切不着, 真修实行, 九九方能相应, 不可狂也。 公道便能自知, 不必已也。 世尊此言, 世界行人当之此事本非言说所及, 为正方之, 般若确确实实如此, 一定要你自己清正。 怎么正法? 就是放下。 你放下了, 你就知道, 你就明了了, 你要是不放下, 一切诸佛给你说, 都叫隔靴搔痒, 很不容易体会。 你放下一分, 你就体会到一分, 你放下二分, 你就体会二分, 你越放得多, 你越体会得多。 所以这事情一定要从放下才能见效, 读没用的, 研究讨论怎么搞都没用, 这叫真正的佛法。 真正佛法, 你读遍三藏十二部, 读得滚瓜烂熟, 到前面, 你要不能放下还是没用。 佛法你懂不懂? 你一点都不懂, 你所懂得的皮毛文字。 文字懂不懂? 文字还是心则狂乱, 狐疑不幸, 文字也没懂。 必须真正做到清正境界, 然后听佛讲经的文字, 你读真的就懂了, 这是佛法的难处。 给诸位说, 所谓难处, 也真正是佛法的益处, 佛法是不二法门, 难亦不二。 为什么说难? 不肯放下就难。 念上几百年, 被熟三藏十二部, 没进去, 没懂, 这不是难吗? 为什么教义? 放下就容易了, 真的放下了, 一部经没读, 像禅宗六祖会能大师一部经也没读, 他什么经都懂, 义处。 六祖会能容易。 学教的人好难。 难义在哪里? 肯不肯放下。 为正方知, 诸位要晓得什么叫正, 放下就是正。 下面教给我们, 必须一切不着, 不着就放下, 一切不执着。 真修实行, 真修修什么? 把那个放不下的, 把它修掉, 修事修正, 不肯放下是错误, 把它修正过来, 我从今天起一切放下。 所以真修就是无助, 实行就是身心。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真修就是, 应摩锁住, 我们的病就是住, 处处要住, 这个很糟糕。 这边的居士灵, 发心印两千本, 金山活佛神异录, 这小册子是个同修送给我看, 我看了很欢喜, 我就发心印。 结果李牧原居士说, 我们居士灵印, 印了两千册, 印出来了, 可能在外面结缘。 诸位同修仔细去看看, 金山寺的妙善法师, 他那个行持就是, 真修实行, 什么形式都没有, 真的式的大自在,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九九方能相应, 不可狂也, 就是一定要一切放下, 一切看破, 把我们的一些毛病习气, 统统修正过来, 这样才能见到功夫。 千万不可狂妄, 人一发狂就完了, 就错了。 世间法里面, 孔老夫子曾经有个比喻说, 论语, 上讲的, 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才华像周公那样, 周公是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人, 这个人他的才华, 像周公之才之美, 若交且令, 假如他犯了二个毛病, 一个是骄傲, 一个是吝啬, 吝啬就是执着, 谦令, 贪令。 夫子说, 其余则不足观也, 他那个如周公之才之美, 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那是装出来骗人的, 不是实在的。 真正是实在的决定没有骄慢, 决定没有执着。 如果他还有执着, 他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实在讲, 一般人装模作样, 欺骗一般众生容易, 欺骗有学问的人不容易。 不管你什么大德, 他一看你, 你还有傲慢的习气, 还有分别执着, 他对你就是敬而远之。 为什么? 你是假的不是真的, 你没有真实的修行功夫, 你没有实德。 公道便能自知, 不必已也, 问题是你功夫达不到, 你有一分功夫, 你就有一分真性, 你有二分功夫, 你就有二分真性, 一点都不骗人。 一一零, 名不思议。 须菩提, 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 果报义不可思议。 经义是指教科书, 这一份教材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讲教材, 这教材不可思议。 依照这个教材去做, 果报不可思议。 一,当知, 两句, 正是归界狂仪者之词。 果报, 指所得功德, 即上文和单如来即当的菩提。 经义, 专名离一切诸相, 方能正性。 分分离, 便分分正。 接应离名字, 言说, 新缘诸相, 唯密契入。 虚相浅静, 静得自显。 当知两句, 正是归界狂仪者之词, 佛说应当要知道。 学了一点般若, 自己以为有智慧了, 这个智慧差不多跟佛菩萨一样了, 真的升起狂妄之心, 这一种心态往往就旺坛般若。 旺坛般若, 的人多。 诸位仔细看看, 金刚经, 将为农居士的讲义, 我们节路节的少, 他讲义写得很详细。 他说在唐宋的晚年, 把般若讲错的人就很多, 那个时候就旺坛般若, 何况现代。 为什么会把般若讲错? 讲错了就是恶取空。 般若, 一切都不执着, 尤其, 金刚经, 上这几句话, 则非, 世民, 常常被人家误会, 这就是犯了很大的毛病。 唐宋之后, 许多大德不敢讲, 般若经, 就是怕听经的人错会了意思。 不要认为吃饭者则非吃饭, 世民吃饭, 那个问题多了, 杀人者则非杀人, 世民杀人。 你这不是无恶不做吗? 这叫般若。 忘谈般若。 真的学, 金刚经, 发生这样误会的人, 很多很多。 般若因果, 无所不畏, 这将来必堕阿比地狱。 佛不害人, 他自己害自己, 他自己错解了佛的意思。 所以将居士说般若一定要讲, 但是要讲一定要细讲, 决定不能让人有误会。 为什么? 这不经是三宝命脉, 是我们的度的根源。 我们能不能往生, 实在讲与这个精大有关系。 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一切业缘, 要不能彻底放下, 你怎么能往生? 放下就是金刚般若, 金刚般若, 受持不是指别的, 就是叫你一切放下, 法相, 非法相都不可住, 两边不住, 教你身心, 一心念佛, 这是决定的身。 金刚经, 的原理原则, 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 佛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可以带进去, 都可以让你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 所以精益不可思议, 果报不可思议,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所以佛在此的教我们, 当之, 果报, 只所得功德, 即上文何丹如来即当的菩提, 何丹就是续佛会命, 把弘法立身的担子, 我们真的担当起来。 什么人能够挑起这个担子? 受持, 金刚般若, 的人, 有这个能力。 无论你学哪一宗, 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 只要你真的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就是, 金刚般若, 你就能够担起真正红法立身的担子。 无论是宗门教下, 险教密教, 都得要看破, 都得要放下, 丝毫的分别执着都不能有, 这就是继承佛的家业, 继承佛的事业。 第二, 当的菩提, 当是将来, 不是现在, 你将来一定成佛, 的菩提就是成佛, 就是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换句话说, 这个果报, 现在能够继承佛的家业, 去佛会命, 将来一定成佛。 经义, 专明离一切诸相, 方能正性, 这是本经的教义。 本经教义是什么?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也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要离一切相, 法相要离, 非法相也要离,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要离, 绝不可以执着。 相有没有? 有。 心里面不能有, 心里面有这些相就坏了。 叫你离相, 不是离外面这些事相, 行相, 不是。 是叫你离心上执着的相。 心要清静, 用心要像一面镜子一样, 佛的心, 菩萨的心向镜子, 不落痕迹, 都不着。 不但那个香离开的时候, 镜子里面没有, 镜子不着香, 正在面对面照的时候, 镜子里面合藏着了香。 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 照镜子有没有想到, 我今天一天处世待人接物, 我的心要跟镜子一样, 我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可是决定没有丝毫染着。 这个心就是佛心, 真心, 就是本性。 众生用心, 实在讲是照相机的底片, 照一下里面就落一个, 再照一下又落一个, 里面是肮脏, 一塌糊涂。 你要不相信, 你晚上睡觉会胡做梦, 会乱做梦。 为什么那个梦那么乱, 那么多? 就是乱七八糟的影像, 在那个时候你控制不住, 它现行了。 清净心的时候不做梦, 就没有梦境。 我们中国古人也讲, 智人无梦, 智人也是儒家讲的圣人。 世间的圣贤人, 他心清净, 他没有染着, 所以他睡觉不做梦。 从做梦也能够考验自己的功夫。 没有学佛, 做的梦都是奇奇怪怪的, 常常做噩梦, 从梦中下醒过来。 学佛念了几年佛之后, 噩梦少了, 可是梦里面还是乱七八糟, 虽然有一点小功夫, 功夫不够。 在念几年佛, 心更清净了, 噩梦没有了, 虽然有梦, 梦的境界很清楚, 很安和, 这都是好境界, 梦中境界不乱, 像日常生活当中有条理, 有顺序, 不是乱做梦的。 这些地方都能够堪厌自己修持的功夫。 如果常常梦到诵经, 拜佛, 这好事情。 这是什么? 你的功夫比较得利, 连梦中对于自己修持都没有忘记。 清醒念佛, 做梦还能念佛, 这是好境界。 你们将来发心讲经, 醒的时候给大家讲经, 做梦的时候也在讲经, 讲经的习气, 我们平常讲,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它确实有这个关系。 但是梦中饿的境界不要恐惧, 好的境界不要欢喜, 为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有些人做了梦, 梦中境界总是念念不忘, 还来问我, 我说, 梦, 你还要问, 问什么? 你还执着这个干什么? 梦都放不下, 现前的事情怎么能放下? 这真的叫颠倒。 梦中梦到佛来了, 也若无其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无其事就好,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的。 不要说是梦中见到佛, 就是你在打坐钉中见到佛, 或者你走路看到佛来了, 也若无其事, 也不要大惊小怪, 我见到佛了, 佛给我摸顶, 我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 依旧搞六道轮回。 为什么搞六道轮回? 你折向。 这个要紧。 所以要放下, 一切都不执着, 好的境界不执着, 恶的境界也不执着, 这就对了。 离一切相, 一切诸相统统要离, 方能正性。 性是什么? 性就是真心, 就是清静心。 分分离, 便分分正, 正的圆满就成佛。 离, 慢慢地离, 先练离间私烦恼, 从粗众的先练, 身见, 边见, 见取见, 戒取见, 斜见, 先从这儿离。 大臣经常常读诵, 我们的看法, 想法逐渐正确了, 跟佛的看法, 佛的想法接近, 我们斜, 错误的支见就远离了。 以前我们确确实实把身当作我, 把一切万物看作是真实的, 这就是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现在明白了, 知道身像是五蕴和和的假香, 知道一切万法缘其性空, 确实是刹那九百身灭的夜因果报相续相, 真的,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看破了。 这个看法, 想法跟佛一样, 这一切都放下了, 我们跟佛的做法就一样了。 看法想法跟佛一样, 但是做法跟佛不一样还是不行, 不管是, 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做法也跟佛一样, 佛是一切都放下, 他身在帝王之家, 一般人迷在名位上, 真名夺利, 抢着去做皇帝。 人家皇帝到手了, 不要了, 放下, 妻子儿女放下, 财富放下, 产业放下, 他做给我们看, 他样样放下, 最后只剩下三一一波, 天天到外面去托波, 什么都放下。 他不是说叫我们, 放下, 他不放下, 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 你说放下好, 你为什么不放下? 他果然放下, 他真得自在。 分分离, 就是分分放下。 一定要真的放下, 放下一分就正一分, 你就体会到一分, 你就领悟到一分。 接应离名字, 知道名是假名, 不要执着名字相, 不要执着言说相。 心缘, 就是妄想, 更不能够执着。 名字, 言说, 心缘诸相, 唯秘契入。 虚相浅静, 静得自显。 这是功夫, 完全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 对于社会所有一切境界横顺众生, 在这里面修随喜功德。 随顺一切众生, 世上随顺, 相上随顺, 心里面不随顺,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是这个随顺法。 心里面清净, 一切放下, 那个随顺跟诸位说, 是真实智慧的随顺。 如果心里面还有执着, 还放不下的, 那个随顺是情直的随顺, 这里面决定生烦恼。 如果是充满智慧的随顺, 那决定生菩提, 他不生烦恼。 唯秘契入, 这四个字好。 只要这样做法, 这才叫依教奉行, 这是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 虚相浅静, 虚就是假象, 虚妄的, 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妄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虚妄相统统把他离开, 没有了, 舍尽了, 自信里面, 尽得自显。 尽得就是经上讲的信心清静, 清静心现前了。 清静心里面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弥陀经, 上讲的, 阿弥陀就是自信尽得, 一切皆是无量。 尽得自显, 就是自己真如本性完全透出来, 障碍没有了。 二, 世尊之义弱约, 前所谓法及非法者何耶? 当之, 世经义不可思议, 故也。 前所谓佛及非佛者何耶? 当之, 果报义不可思议, 故也。 世尊之义弱约, 世尊的意思, 大概是这个样子, 弱约,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前所谓法及非法者何耶? 这是一句问话, 为什么说法及非法? 法是如来所说一切法, 为什么说佛所说的一切法即是非法? 佛说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佛法也不能执着。 为什么? 佛法是原生的, 佛哪有法可说, 佛实在是无法可说。 如果真如本性里还有法, 那就坏了, 你清静心当中又被污染。 所以六祖说, 本来无一物, 没有法的。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实在无有法可说。 佛既然无有法可说, 你还把佛说的这些废话, 映成大藏经废止一堆, 把这个当宝贝, 你就错了, 你全错了。 金刚经上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当知识经义不可思义故也, 经的真实义, 真实义是什么? 不能够想。 死是想, 不可以想的。 义是讲解讨论, 不可以说的。 你能够想的不是经义, 你能够说的也不是。 经你要去研究, 那不叫冤枉。 经怎么可以研究? 我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 金没意思, 如果有意思的话就是死的。 死东西它才有意思, 金没有意思。 所以一百个人讲, 有一百种的意思出来, 一个人讲, 金刚经, 我也讲了不少遍, 每遍讲的意思都不一样, 它怎么有意思? 没有意思, 它起作用就无量意, 要有个意思, 那就是死的, 就坐实, 就死了。 所以金是活活泼泼, 金只可以读, 不能研究讨论, 不能思维想象。 思维想象是妄想, 打妄想, 研究讨论是胡说八道。 那就是前面讲的, 妄谈般若。 不可以思, 不可以意, 佛居然有思有意, 跟我们说了这么一大堆, 这是什么? 这是如来无助身心。 可是在它是身心无助, 我们很糟糕, 我们身心马上就住, 这就坏了, 不解如来真实意。 如果我们能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听了之后也无助, 那就是所谓,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我们听经,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这就是唯秘契入。 诸位要是这四个字不懂的话, 你反复想象我这个讲法, 这就叫唯秘契入,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这两句话的反复, 实在讲, 跟在哪里? 跟就是无助身心。 无就是无助, 应摩索住, 说听就是身心。 诸位要记住, 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这样就唯秘契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说话给别人听, 是不是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别人说话我们听, 是不是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要是在讲堂上听经是这样的, 离开讲堂真的有说有听, 不就又完了, 又回到老习气那里去了。 一切时, 一切处, 与一切众生接触, 都是这个样子, 这才叫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 才是真正的唯秘观照。 穿衣吃饭也是如此, 吃饭吃而无吃, 无吃而吃, 我们做不到, 我们是真的有吃。 金山活佛妙善一吃, 别人乘饭送给他吃, 供养他很高兴, 他也很欢喜, 好。 你供养他, 来。 我来, 我吃你一碗。 那个人又添一碗, 行。 我吃你一碗。 一个不空过, 一下吃了十八碗。 这不就撑坏了。 旁边乐观法师看他这个样子, 活佛你行吗? 活佛悄悄跟他讲, 告诉他, 你是一个研究精的, 你懂不懂一多不二,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你要是懂这个道理, 再多都是一, 不要说十八碗, 一百八十碗, 他也没觉得账。 人家试入这个境界, 没有多少。 我们试着在多少上, 人家多根少试一, 这个很厉害。 有一天他也试验, 成饭送给乐观法师吃, 吃一会儿, 又给他添, 连续添, 他也吃了十碗, 你觉得怎样, 他也没有觉得什么。 可见得多根少都是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个妄念, 妄念在作祟, 妄念没有了, 亦多不二, 万法亦如, 这才入了唯秘契入, 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 因为我们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太厉害了, 不肯放下, 没有看破不肯放下。 金刚经, 之妙, 这样少的经文, 这么样简单圆满的开示, 一点不啰嗦, 没有委屈婉转, 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真正懂得他的意思, 体会他的意思, 依教奉行, 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 这事, 经义不可思议。 前所谓佛即非佛, 佛即非佛是讲果报, 当之果报亦不可思议。 成佛了, 凡夫折了成佛的像。 佛有没有这成佛? 没有。 佛没有这成佛的像, 菩萨也没有这成菩萨的像。 如果折了成佛的像, 折了成菩萨的像, 他还能分身吗? 他还能硬化吗? 不能。 他这个像没有了, 像没有了, 才能够,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众身心里想什么像, 它就变成什么像, 三十二像, 八十种好, 是我们众身想出来的。 凡夫认为这个像是大人之像, 富贵像, 佛就献这个像。 佛没有像, 所以他能够献像。 我们为什么这个面孔不能改变, 执着。 我这个像就是这样子, 不是这个就不是我, 这个像就不能改, 不能变, 道理就在此地。 执着。 这像。 佛在此地教我们离乡, 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 从小尘须陀还起就离乡, 可见得离乡就是正果。 正果是什么意思? 正果就是离乡, 不是别的, 正果就是离乡, 离乡就是正果。 所以说, 佛即非佛。 当知果报义不可思议, 这个解释很精简, 实在讲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要真正地去体会, 要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凤池, 金刚般若。 从来不念, 金刚经, 一个字, 也是圆圆满满凤池, 金刚般若。 如果你做不到, 你每天把, 金刚经, 念上二十遍, 与寿池毫不相干, 这个要知道。 三, 总之, 是经义趣, 是专潜情职, 以正空记之性。 果报, 即是正的不可怨念之性。 直虚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方许少分相应。 心形触灭, 不可思也。 言语道断, 不可以也。 死之谓, 经义不可思议, 果报义不可思议。 总之, 是经义趣, 是专潜情职, 潜是离开, 是教人离开。 这个经的义礼归去, 没有别的, 是专门叫人把情职放下, 也就是叫你离一切相, 一切都不能执着。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不可以执着。 为什么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不能执着? 因为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是因缘身法, 也是当体即空, 这个要知道。 佛在这部经上所讲的, 前面曾经详细的说过, 在法御的那段经文上讲过。 佛说法如法御者, 这是佛在小成经上常讲的比喻, 叫小成人不能有法治。 金刚经, 上也用这个比喻, 但是一丝深。 小成经上的比喻是过了和就不要传了, 这个法就不要了。 金刚经, 上, 我正在坐这个船, 我也不执着它, 这个意思比小成经上深得多。 我们今天要不要用佛法? 要用。 我用它, 我也不执着它。 这就高了, 这比小成就高了。 小成事, 我现在用它, 我要执着它, 到我将来过了河, 成就了, 正果了, 我再不要它。 诸位想想, 它能不能正果。 它不能正果。 为什么不能正果, 它不肯下船。 过河, 我过了河的时候, 我就不要船了, 它是死牢牢执着这个船, 它不下船, 它能过得了河吗? 它过不了。 什么时候它把这个舍掉, 它就正果。 所以小成人笨, 时间长, 大成人聪明, 正在船上正在舍, 很快地就渡过了。 小成人一定要见到彼岸才肯舍, 大成人没见就舍, 一舍彼岸就到了。 舍掉就是彼岸。 彼岸是什么? 彼岸是舍。 这个岸执着, 哪个岸是舍? 我一舍不就到彼岸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容易。 你不肯舍, 那你就是在生死这一岸, 舍了就是如来大涅槃的彼岸, 一念之间。 班若是诸佛的心水, 是成佛的心药, 一点都不错。 专潜情职, 以正空济之性, 离开情职, 真如本性就现钱。 去找, 到哪里去找真如本性? 没这回事情, 放下吉士。 果报, 即是正的不可怨念之性, 这个果报是讲佛的果报, 无上菩提的果报。 无上菩提的果报是什么? 就是不可怨念。 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元像就是的, 离开了, 那个东西就是真如本性。 如果你有言说, 有名字, 还有妄想, 这叫障碍, 叫业障, 障住你的本性, 障住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本性不能现钱, 被他障了。 由此可知, 佛在哪里?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在哪里? 无上菩提在哪里? 就在面前, 真的叫, 不格毫端, 华严经, 上讲的。 念头一转马上就是, 转不过来, 千里万里, 一转过来马上就是。 直虚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方许少分相应, 直虚, 这个词句用的肯定, 直接必须要做到言语道断。 言语道断, 不是没有言语, 心形触灭, 不是没有心形。 如果说没有言语, 没有心形, 住到空去了, 住到非法乡去了, 这是般若最难懂的地方。 你说离言说, 释迦牧尼佛讲了四十九年, 你说离名字相, 佛经典里面名相特别多, 哪个宗教也比不上佛教名相多。 又叫我们离, 又偏偏要说。 所以你一定要懂, 金刚经, 上那个原理,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佛跟我们讲名字, 言说, 心缘, 是身心, 里面那一层是无助。 身心不爱无助, 无助不爱身心。 再给你说得清楚一点, 无助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这才唯秘弃入。 你把身心跟无助看作两桩事情, 你怎么能入? 你入不了门。 身心跟无助是一桩事情。 言语道断是离名字, 离言说, 心形触灭是离心缘。 跟前面讲的意思完全相同, 就是对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法乡、非法乡统统离开。 怎么个礼法, 前讲的很多, 后面还要讲, 这个地方不再啰嗦了。 这样才能, 少分相应, 少分相应就是少分为密契入, 你真的的受用。 心形触灭, 不可思也, 不能够思维想象。 所以真正修道人, 不要说是宗门, 修净土, 学教不例外。 诸位要知道, 学教不例外, 学教也是学清静心, 不能执着。 但是学教的人, 法相不能不懂, 所以你要多看, 你要多听, 多看多听最重要的, 你要能契入。 如何能够在多看多听里契入? 看而无看, 听而无听, 就契入了。 你看, 执着名字香, 你不能契入, 你听, 执着言说香, 你不会契入。 你要一心看, 一心听, 不要强记。 法相名词很多, 不要去强记, 要多看, 自然就熟了。 强记, 里面心原香, 就落在那个里面。 只要多看多听, 不要去记, 不要强记, 你的心清静。 在读经, 看经, 听经里面修清静心, 清静心修到了, 这些言说也听到了, 你不是一举三得吗? 你要不会用功, 你一样都得不到, 就是法相名词。 也会把意思搞错, 错解如来真实意, 搞错了。 你要是会的话, 三者都得到。 我们常讲专心听, 经文上常讲地听, 地听, 就是这个意思。 他会地听, 三桩事情一时都得到, 这个契入。 言语道断, 不可以也。 此之未经意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这里面真是趣味无穷。 四, 若不知像这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不可思议中观照气入。 便与经意乖为, 哪得果报可振。 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错。 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修行正果的人很多, 现在人没有了。 你要说用功, 现在人比古人用功, 不输给古人, 勤劳也不输给古人。 而说到一切科技带给我们的方便, 更是古人望尘莫及, 为什么我们今天成就不如古人。 我们是错用了心, 错用了功, 这是没有办法。 大家还要晓得一个事实, 科技日新月异, 天天讲新东西。 我们佛门修正这个老方法可不能换心, 一换心就糟了, 一定要守旧。 旧的行吗? 我们那个东西不旧, 叫万古长心, 没得换的, 它永远都新。 不必要换第二个样子, 万古长心, 这个不可思议, 经上讲真是不可思议。 佛门这个方法, 完全就在修一个清静心。 方法就是教你一切放下, 一切都不执着, 这才行。 我们学经教, 就要这样用心, 要听, 要复讲。 前天广于法师到此的来听你们讲演, 出门之后他就告诉我, 你们这个方法是地嫌老法师的方法, 老方法, 老方法训练讲经是讲小作。 古时候训练讲经人才, 就是从听众当中选出来的。 选什么样的人? 就是刚才讲的条件, 你听而无听, 看而无看, 无听而听, 无看而看, 就选这个人, 这个人行。 训练的方法, 老和尚这座经讲完了, 明天早晨你来赴讲, 你要不要去写笔记? 不要。 要不要去思维经意? 不要。 却确实实不落在第六意识里面, 绝不用意识心, 明天上台你能讲多少就讲多少, 用这个方法。 老和尚在此的讲一个小时, 你能讲一个小时, 那一百分, 满分, 你能讲半个小时, 及格了。 就可以培养成红法的法师, 不需要准备。 现在人学讲经充分的准备, 准备是什么? 落在意识里面去了,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拿这个东西来讲。 一切离开那是称性, 少分的称性, 我们一开始少分, 有少分就会多分, 有多分就会满分, 所以那个修行正果快。 现在人不用这个方法, 以为这个方法老方法, 要淘汰掉, 要用现在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可把人害惨了。 五, 不可思议, 有三意, 一, 言语断, 心形灭, 经义所名者, 名词, 果报所得者, 得词, 此本义也。 二, 回应是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具, 并加是名, 借以收数及显经功义结文也。 三, 显示经功德及持经者功德, 无上无等, 非凡情所能亏, 非言语所能道也。 不可思议有三意, 把它总归纳起来。 一, 言语断, 心形灭, 经义所名者, 名词。 一部,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就是说明这个意思。 果报所得者, 得词, 得的是什么? 也得的是这个。 此本义也, 这是不可思议的本义。 本经所说的, 所发明的。 二, 回应是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具, 这是前面佛讲的, 这不经有不可思议功德。 并加是名, 再加以解释。 借以收数及显经功义结文也。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却确实实不可思议, 这不经的功德无量无边, 一切诸佛称说不尽。 三, 显示经功德及持经者功德。 无上无等, 非凡情所能亏, 非言语所能道也。 这句话我们今天在此的听了, 可以说没有怀疑, 可以接受。 如果对这不经稍稍有一点受持少分的话, 听到这句话会点头, 会同意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说法, 绝不是夸张的, 绝不是虚妄的。 这不经实实在在世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 修行正果成佛的原理原则。 无论是哪个法门, 大乘小乘一切宗派, 包括密宗, 决定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离开这个原则, 他决定是凡夫, 决定不能成就。 我们可以肯定, 他决定是凡夫, 为什么? 小乘出果须佛环都不行, 出果须佛环就已经放下少分。 大小乘菩萨果位那么多, 只是放不下多少而已。 像我举这个比喻, 你们从一层楼上来一样, 你们走楼梯, 你舍第一层, 你就到第二层, 舍第二层, 你就到第三层, 菩萨皆为五十二层就是这个意思。 你舍初性, 就到二性, 舍二性, 你就到三性, 舍十性, 你就到十柱, 舍十柱, 你就到十行, 你要不肯舍, 你就当凡夫。 不肯舍, 我在初柱不肯舍, 我就是初柱菩萨, 没那回事情, 你不肯舍, 马上掉下来当凡夫。 不要以为我上了二楼, 我不舍我还二楼, 不错。 这个地方是实在的。 佛法这里接接都是空的, 一不舍一下就滑下去了, 没有哪一层可以拦住你, 马上就到六道里面去了。 俗话常讲, 如逆水行舟, 不禁则退。 一退就退回去了, 就退到凡夫的, 没有底线的,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这不经的功德, 作用, 实实在在是, 无上无等, 绝对不是凡情所能够窥测, 所能够看到, 所能够理解, 不是言语能够说得出的。 为什么? 他要你放下, 只有放下, 自己才能真正领会到, 真正尝到,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这水喝下去, 人家问, 这水热不热? 很热, 到底什么热度, 它没有尝, 它绝对不知道。 你们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会吃辣椒, 辣椒辣不辣。 不辣, 辣的程度个人不一样, 有人会吃的, 很辣他吃不辣, 那不会吃的, 闻到就不得了, 就很辣。 个人程度不一样, 必须自己清肠才晓得, 不是清肠, 人家说, 世间的小事都不可思议, 何况经义, 样样都不可思议。 不但纸经, 经上告诉我们, 世间是样样都不可思议。 如果完全用不可思议, 一切法的自信就见到了, 落在思议里面, 一切法的自信就见不到。 所以这个法展开来是一切法, 不是这一部经。 第三卷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一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一。 请先开经本一百六十一面, 从第一行看起。 金刚经的经文, 很明显地分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昨天讲完, 今天我们要讲解后半部。 古德将此经正中分的经文, 分为, 姓, 解, 行, 正, 四大段, 而这四大段在经文里面也非常明显, 前半部是讲性, 解, 后半部是讲行, 正。 在没有讲解之前, 我们先把前后这两部分不同的地方,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使我们对于全经的要义能够掌握住, 才知道这个精确确实实不可思议。 说明本经前后两大段之不同处, 前半部经是约静明无助, 以张般若正至, 后半部经是约心明无助, 以显般若理体。 从这个简单的介绍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本经前后不同之处。 佛在本经将修学的要领位我们指示出来, 无助身心, 这一句话所含的范围无尽的深广, 我们从什么地方下手? 先要从外面粗显的执着处, 从这里下手, 然后才能够显示我们修学的功夫。 这就是讲的境界, 境界里面有人是环境, 有物质环境, 这一切都不能住, 也都不能执着。 不执着就是般若智慧。 张,是张明, 跟底下, 显得一丝相同。 这里面分了五小段。 一, 前半部经, 约静明无助, 以张般若震至。 一, 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 教义如何发心, 度众, 福祸, 断祸。 二, 浅粗职。 浅其于静缘上, 身份别心, 遂至住者之病。 教之离想。 三, 令其离乡, 事浅所值。 四, 说离一切相, 方位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之菩萨, 空其住者我法之病。 二, 边不着。 五, 明一切皆非, 以显般若政治之毒真。 一, 前半部是为将发大心修行者说。 教义如何发心, 度众, 福祸, 断祸。 将法是还未发。 他想发, 想发就非常可贵, 只要有这么一个意思, 诸佛如来就互念, 加持。 可见得佛菩萨真正慈悲到极处。 也证明所谓佛门当中不舍一人的说法,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将发大心, 佛菩萨一定把这个法门叫导他。 由此可知, 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地方举行法会, 凡是参与法会的同修, 一定是将发大心者, 你要不是将发大心, 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 佛在上面教给我们如何发心, 如何度众, 那个, 如何, 是惯下来的, 如何福祸。 烦恼, 迷惑怎样把他扶住, 怎样把他断掉。 功夫一层比一层深, 上半部我们已经听过了, 却确实实是讲的这些, 这个意义诸位要把他牢牢的记住。 如果有人问你, 金刚经, 讲的是什么? 你把这几条说明就很正确, 金刚经, 就讲的是这些东西。 二, 浅粗直。 浅其于静缘上, 身份别心, 遂至住者之病。 教之理想。 浅粗直, 执着真的是无量无边, 无始劫以来, 这个习气太深, 太重, 我们要除掉习气, 一定是先从粗重这一方面下手。 浅其于静缘上, 身份别心, 遂至住者之病。 教之理想。 这是佛帮助我们,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物质, 人事环境都是粗香,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执着。 譬如, 在物质上来说, 种种物质的享受, 我们能够把它看淡, 能够把它放下, 这就是在尽上浅值。 原是感情方面的情职, 父子之情, 夫妇之情, 这个情都很重, 这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决定脱不了六道轮回。 古德所谓, 爱不重不生缩婆, 缩婆世界就是六道轮回。 怎么来的? 情跟爱的执着。 念不依不生净土, 依旧是清净心。 念佛, 念佛的功夫在清净心, 在一心不乱。 念到一心, 在不夹杂妄念, 这就决定的身。 如果念佛还夹杂妄念在其中, 往生就没有把握, 所以念要一。 进宗课颂本, 里面, 仪归里面, 都交给我们一心称念, 那个一心很重要。 这是讲的原上。 于物质, 人世环境当中, 我们不想身分别, 它自然身分别, 不想打妄想, 它自然打妄想, 分别, 妄想, 执着是无始劫来的习气, 这叫作业障。 于是起种种执着这个病, 佛叫我们要离开, 要把它认清楚, 这些东西全是虚幻不实, 物质环境, 人世环境都不是真的, 教我们看破, 放下。 三, 令其离乡, 事前所执, 它这个重点不一样, 虽然也讲到能执这一方面, 但是重点是在你所执着的, 重点在这里, 所执着这一面说得多。 这是叫你先把所执着的看破, 放下。 四, 说离一切乡, 方位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之菩萨, 空其住着我法之病。 二边不着, 这才显示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 章, 就是起作用, 智慧起了作用, 离一切相。 什么叫发菩提心? 离香就是发菩提心, 并不是说离香之外, 别有一个菩提心可发。 没有。 离香叫不执着, 不执着那就是菩提心, 不执着就是觉悟, 执着就是迷惑, 换句话说, 佛菩萨觉悟。 佛翻成中国的意思是, 觉者, 菩萨翻成中国的意思叫, 觉悟的友情众生, 他们觉。 什么叫觉? 不执着就觉。 凡夫不觉, 他不觉在哪里? 样样执着, 执着就不觉, 不执着就觉, 这个要搞清楚。 不执着就是菩提心。 绝对不是说, 另外还有一个菩提心, 没有这回事情, 只要一切不执着就行了。 真正弘法力深的菩萨, 一定是空有两边不着, 决定没有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如果还有四相, 这个菩萨纵然说能利益众生, 绝对不是究竟的利益, 不是真实的利益, 给予众生一点小利益而已。 什么小利益? 另一切众生跟佛法结缘, 这一生能不能的受用? 不能, 肯定不能。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五, 明一切皆非, 以显般若政治之独真, 经义里面发挥说明, 一切皆非, 一法都不利, 这是, 显般若政治之独真。 唯有般若智慧是真的, 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因原生法, 包括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因原生法, 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是说明一切皆非, 教我们一切不要执着, 执着是错了。 这是前半部所讲的, 他的精益有浅有深。 后半部的精益有深无浅, 他从心上讲的。 心是能执着, 万物是我们所执着的, 所执着的要离, 能执着的也不可以执着, 执着也是麻烦。 换句话说, 你要执着一个能执着的我, 依旧不能见性, 还是障碍。 二, 后半部精, 约心明无助, 以显般若立体。 一, 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发心而约我能发, 能度, 能福, 能断等分别着我, 仍需浅除。 二, 浅细直。 即是与其心动念时, 便不应住者, 教之理念。 三, 令其理念, 是浅能直。 四, 说无有法八菩提, 无有法明菩萨, 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 二, 编不着亦不着。 五, 明一切皆是, 以明般若立体之以如。 此事万法本体, 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一, 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发心而约我能发, 能度, 能福, 能断等分别着我, 仍需浅除。 后半部所讲的, 是为以发大心修行者说。 金刚经, 从开讲以来, 上半部讲完了, 我们这边同修告诉我, 总共讲了七十次, 一次是两个小时, 已经讲了一百四十个小时。 这一百四十个小时听到之后, 应该升级, 升等, 使已发大心了, 我们应该要晋级。 已经发了大心, 最忌讳的就是怕, 发心而约我能发, 我发了菩提心, 我度众生, 我已经服了烦恼, 怕这个, 这是最忌讳的。 为什么? 有这么一念, 诸位自己细心想一想, 还是分别执着, 还是老毛病没有能断尽, 放下一些, 放不下的还不少。 必须更努力, 要把这些情职舍掉, 所以后半部是浅细直。 二,浅细直。 即是与其心动念时, 便不映住者。 教知理念。 前面是蒋香, 像是所执着的,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真正修行用功夫了, 前面是, 姓, 解, 这个地方是修行, 修行从哪里修? 起心动念之处, 要把念放下。 所以后半部的确是难懂。 起心动念, 又要把念放下, 念放下不是没有念了吗? 这个问题麻烦了。 虚菩提尊者代我们请教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发起后半部的经文。 三, 令其理念, 是浅能执, 前面是所执着的, 后面是讲能执着的。 能执着比所执着的要来得细。 四, 说无有法发菩提, 无有法明菩萨, 以及一切法皆是佛法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 二边不着意不着。 这是后半部所讲的精华, 这是精彩的教义。 空其住者我法二空之病, 怕的是什么? 人空, 法空, 你又执着空了。 我, 人不执着了, 法也不执着了, 又执着空, 这又麻烦了, 空也不能够执着, 两边不着也不能执着, 所以这真的是,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譬如六祖大师在, 谈经, 里面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 如果心里面还有一个, 本来无一物, 他有一物, 本来无一物, 也不可以有。 六祖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本来无一物? 没有, 决定没有。 这个意思很深。 上一次跟诸位讲的,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说了四十九年, 没说一个字。 正在说的时候就是无说, 不是说完了以后说, 无说, 你要那么会, 你就不懂佛的意思了。 所以说, 愿解如来真实意, 真正不容易。 你要懂得佛正在说的时候就是无说, 说, 说跟无说同时, 没有先后, 实在讲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听跟无听也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叫妙法。 说了各妙法, 你又执着有各妙法, 那又坏了。 有没有妙法? 没有妙法。 没有才叫妙, 有就不妙了。 后半部的精益要这样去体会, 金刚精, 的味道才奇味无穷。 你要不从这上体会, 完全折了文字像就坏了。 所以说两边不住也不执着, 心里面真的若无其事, 干干净净, 明明了料, 一切万象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是智慧开了。 五, 明一切皆是, 以明般若理体之以如。 此事万法本体, 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明一切皆是, 前面讲一切皆非, 后半部说一切皆是。 不懂佛的意思, 看, 金刚精, 前后矛盾, 怎么后面就翻过来说。 所以这不经, 古人常说,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 他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无法理解? 他从文字里面来看的。 实际上佛所说的一切法是, 意在言外, 所以不能执着言语, 不能执着文字, 他意在言外, 必须从言语, 文字去体会他言外之意, 那才是真正妙。 明一切皆是, 以明般若理体之意如, 后半部讲万法意如, 无有意法不如。 什么叫如? 如是一样的, 决定没有两样, 是亦不是二。 相就是性, 性就是相, 性相不二, 理事不二, 理就是事, 事就是理, 乃至于身佛不二, 众生就是佛, 佛就是众生, 后半部跟我们讲这些。 这个理很深, 很难懂, 古人用精跟气来做比喻, 把精比做体, 气比做相, 性相亦如旧是精跟气是亦不是二, 以精做气, 气气皆经, 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体会精益。 此事万法本体, 故一切法莫非实相, 不会的, 佛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会了的, 佛讲, 凡所有相, 皆是实相。 我们听了这两句话, 不大对劲。 这两句话自相矛盾。 其实佛说这两句话, 虚妄跟实相是亦不是二。 我们听经听了一百多个终点, 对于这个意思应该要略略能体会到一点。 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 虚妄。 所以佛前后讲不矛盾, 是讲的一桩事情, 用两种名词来讲, 两个名词细细看是一个, 粗看好像不相干, 细看真的它是一个, 才知道是遵说法言词的巧妙, 所谓是善巧方便。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给我们说出来了, 本来是不能说的, 它有方法把它说出来。 让我们从世尊言词, 经典文字里面, 体会到它所说的真实意。 这是前后两个半步不相同的地方。 三, 最后节之曰,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全精一去, 尽在里许。 整部, 金刚般若, 就在这两句话里面。 不取于香, 不取就是不执着。 这个像有没有? 像有。 这一个字里面包括法香, 非法香。 法香里面包括六凡的法香, 四圣的法香, 乃至于一真法界的法香。 非法香里面包括四空天的非法香, 包括声闻, 圆诀篇真涅槃的非法香, 寒舍尽了, 统统包进了。 都不能取, 为什么? 全是众生迷之所现的幻香而已。 诸佛与大菩萨在这些境界里面, 他用什么样的心态? 不动,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就像, 能言经, 上, 首能言大定。 大臣经上常常赞叹, 那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就是, 金刚经, 上这两句话。 我们要问, 金刚般若在哪里? 就这两句话。 你一切法香都不着, 那就是般若智慧。 一切法香你都不动心, 你的心就是大圆尽智, 变照法界, 这就是圆满菩提, 也就是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不但, 金刚经, 的义去都在这两句, 诸位仔细去想想, 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这两句也就包括尽了, 乃至于十方三是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所说的法, 也不出这两句, 这才知道这个精益真正无有穷尽。 四, 又前明一切皆非, 令官不变之体。 后明一切皆是, 令官随缘之用。 前虽随缘而不变, 后虽不变而随缘。 前明一切皆非, 前面是尊世那个方式所说的, 他用意在哪里? 令官不变之体, 是从这一方面来说的。 一切皆非, 一切是奖项。 一切相, 相不是性, 教你离一切相, 见性。 离是心里面不执着, 不是离开外面的境界相, 不是这个意思, 是离开心里面执着的那个妄想, 这样你就见性了。 后明一切皆是, 这跟前面讲法完全相反。 刚才讲了, 是尊说法的善巧方便, 一切皆是, 跟, 一切皆非, 也是一桩事情。 一切皆是, 是什么? 相救是性。 如果这个意思我们一下会不过来, 我们还用精根气来做比喻。 气势气敏, 譬如镯子, 耳环, 项链, 告诉你这不是精, 这话正不正确。 正确。 你要是说项链就是精, 项链有银做的, 有其他东西做的, 你怎么可以说项链就是精? 所以相不适性, 不能把相当作性, 那你就搞颠倒了, 这对初学的人讲的。 入了这个境界, 告诉你, 精就是项链, 项链是精做的, 你到哪里去找精? 手镯也是精的, 耳环也是精的, 样样都是精的, 相原来就是性。 这种说法是教你, 观随缘之用。 你从, 用, 上去看, 样样都是, 从, 性, 上去看, 一切皆非, 性不是相, 相不是性。 相是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性相不二, 性相亦如。 前虽随缘而不变, 前半不讲的, 主要是教你体会不变之性体。 后半不, 虽不变而随缘, 体明了之后, 有体有用, 不可能说有体而没有用。 有体而不起作用的, 那就变成声闻, 原觉, 它不起作用, 那个不足以为贵, 那错误了。 佛与大菩萨, 体用不二, 这才自己能享受, 自己享受什么? 大自在, 又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在九法界里面随心应量,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它起作用。 前后, 你看世尊说法的巧妙, 你去观察这个, 在, 金刚经, 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而这些东西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处世待人皆悟, 高等的智慧, 这个人高明。 五, 宗上诸说, 以观全经, 全经只去, 寥寥于心目中矣。 宗上诸说, 正是综合, 总起来讲, 以观全经, 全经只去, 寥寥于心目中矣。 这一段事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 前半部没有问题, 很清楚了。 后半部还没讲, 这把刚领先标示出来, 后半部读完之后, 再看这一段, 那你体会就深了, 体会自然不一样。 111, 约心明无助以显般若理体升官无助以进修发心无法重请。 在这一大段里面, 又分为两个段落, 两个段落就是修合证。 升官无助以进修, 修就是行, 修行, 这事入了第三个阶段。 前面上半部讲过性, 解, 到这个地方修行, 最后一个段落是正果。 这四分清清楚楚。 而时需菩提白佛言,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映柱, 云和降伏其心。 这一段经文, 乍看好像是从头来起, 好像是另外开头。 其实不是的, 经文紧接着前面而来的。 因此, 金刚经, 的版本, 自古流传最多。 我们晓得, 古时候的本字都是手抄本, 字抄错, 抄漏, 或者意思错会, 总是难免。 于是流通的, 金刚经, 本字, 仔细观察一下, 里面出入很大, 要不细看, 没有什么两样, 仔细观察, 一个字不同, 意思完全不一样。 金刚经, 必须仔细地去教堪, 将为农居士为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我们采取的本字是他孝定的本字, 他有教堪记, 我们印在经本的后面, 提供大家做参考。 一, 此节经文, 看似另起, 实则紧接前文而来。 长老问一事说, 我法二职, 已与发菩提心时, 同时聚身。 将则非发心, 助则止我法。 此证只是行人印象起心动念时用功。 长老大词, 带众生再请开是根本方便。 此节经文, 看似另起, 乍看好像是另外又是一个起头。 实则紧接前文而来, 我们要细心, 他这里面一, 两个字颠倒了, 意思不相同。 长老问一事说, 我法二职, 已与发菩提心时, 同时聚身。 将则非发心, 助则止我法。 此证只是行人印象起心动念时用功。 长老大词, 带众生再请开是根本方便。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 佛教给我们要发菩提心, 又要无助。 这无助就不能发心, 这一发心就有助。 又要无助又要发心, 那怎么各下手法? 这的确是问题。 其实立根的人在前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中下根性不行, 他有细祸在其中, 粗祸他能够破除, 细祸他没办法, 换句话说, 听了以后无从下手。 虚菩提尊者知道中下根性的人有这个疑惑, 有疑惑自己也问不出来, 他老人家带我们发问, 这是大慈大悲。 二, 前曰应云和助, 是问菩提心应云和安助。 今曰, 云和应助, 是问菩提心云和独应助者。 若不助于此法, 何谓发此心? 助记不可, 将又不得, 将奈之和。 前曰应云和助, 这个地方, 那个话还是这四个字, 颠倒了, 云和应助, 这个大大的不相同。 一般流通的, 金刚精, 本子, 这个地方也是, 应云和助, 那就变成真的是两个开端, 两个起头, 这可能就是以前抄写的人, 不小心。 他, 金刚精, 前面念得很熟, 这个地方看错了眼, 应云和助, 他就随便这样写下来了。 前曰应云和助, 是问菩提心应云和安助, 发了菩提心, 这个心应该怎样安助, 问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么个意思。 金曰云和应助, 这个意思不一样。 是问菩提心云和读应助者。 若不助于此法, 何谓发此心? 你发菩提心, 当然你就助者发菩提心, 你要不执着发菩提心的话, 那菩提心就没有了, 根本就没有, 你发什么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 你总要执着这个菩提心, 这是般若难。 念佛人, 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我们就执着。 弥陀经, 上交给我们, 直持名号, 就是要执着名号, 要执着往生西方这个念头。 佛教一切都不能执着, 那现在你教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不就执着发菩提心。 问的意思在此地。 助记不可, 前面佛的教会不能执着。 降幼不得, 将奈之和, 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真的是大问题。 他问的意思, 我们要搞清楚, 跟前面意思不相同。 三, 前云印离一切相发菩提心。 一切相该设圣广。 发菩提心之相, 当意在内。 何既云印离一切相, 又云发菩提心耶。 前云印离一切相发菩提心, 这是前面世尊所讲的。 一切相该设圣广, 一切相里面当然也包括发菩提心的相。 发菩提心之相, 当意在内。 何既云印离一切相, 又云发菩提心耶。 实在讲, 这个事情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困惑。 有学佛学了一辈子, 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 天天嘴皮上挂着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都没搞清楚, 你发什么菩提心。 有人讲解菩提心, 讲了几个终点滔滔不绝, 讲完了之后, 还是莫名其妙, 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 我们在这里总算的一点消息, 原来, 离一切相, 就是菩提心, 执着就不是菩提心, 一切不执着就是菩提心。 你能从这上体会到, 后半步就很容易解决了。 四, 长老辞问, 又是区位现前当来, 一切粘制不化者, 请求开示而。 这一段请法的用意, 目的在此。 确实有文法的人, 他一面听一面就执着, 这也是一般众生的通病。 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 所谓, 时而不化, 也就是说, 佛讲的意思没有真正体会到, 都是在言语上, 在明相上, 或者在心缘上, 出了麻烦, 起了疑惑, 依旧是账。 不但障碍你正果, 障碍你解悟, 起了这个疑惑, 解都不可能, 往往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起了误会, 所以须菩提这疑问非常重要。 一一二, 释交。 佛告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当身如是心,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矣,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这一段里面, 关键在发心, 在身心, 在灭度而时无灭度,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词句。 一, 此症开示教导其心动念时, 离向之方便。 二, 如是, 指下三句。 限其本有约, 生, 限其本无约, 发。 众生本来同体, 灭度一切众生, 乃应尽知天直。 若以为我当发此心, 便有经章之意, 便者相以。 故不约当发, 而约, 当身, 者, 以此。 如是, 指下三句, 如是旧事经文的, 当身如是心。 如是心是什么心? 旧事下面三句, 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矣,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就是指这三句。 限其本有约, 显其本无约发。 金刚经, 上, 生, 跟, 发, 意思不相同。 本来没有, 现在发心了, 这叫发。 生不一样, 生是你本来有。 本来有, 被东西障碍不能现前, 现在业障消了, 他现前了, 叫生起。 生是本来有的, 法是本来无的。 众生本来同体, 尽虚空, 辩法界, 情与无情同一体。 世尊在, 华言, 里面给我们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我们初学的人, 看到这样的句子不能理解。 有情, 我们今天讲动物, 无情是植物跟矿物。 我成佛, 说一切有情众生也成佛, 这都很难体会, 怎么连山和大地, 动物, 植物也成佛, 这怎么讲得通? 这里面的意思就生, 一定要能真正明了, 原来山和大地, 一切万物跟我是同体。 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 梦里面有很多人, 很多物, 也有山和大地, 也有虚空, 确实是同体的。 一觉悟, 全体觉悟了。 不能说是我在梦里面觉悟了, 梦里还有那些人, 他还没觉悟, 哪有这个道理? 没这个道理的。 却确实实同源种制。 知道这一个道理, 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 灭度一切众生, 乃应尽知天直, 灭度两个字要紧, 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帮助, 协助。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要协助一切众生。 灭, 是什么? 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 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 灭妄想, 灭执着, 灭六道, 十法界的果报, 灭, 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 众生要没有成佛, 你的帮助就没有圆满, 灭, 这一字是成佛。 在四地法里面, 苦, 急, 灭, 道, 这个灭就是灭道的灭。 灭也就是圆满菩提, 圆正无上佛果, 是这个意思。 灭生死, 灭无名烦恼, 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应当做的, 是他的义务。 譬如说, 我们这个手养, 另一只手立刻就帮他骚养, 还能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 还能说这些吗? 同一体, 没有条件好说的。 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 那个慈悲叫无缘大慈, 缘, 当条件讲, 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同体大悲, 一切万物跟我同一体。 我们凡夫迷了, 不知道同一体, 所以有分别, 有执着, 有彼此, 诸佛菩萨没有彼此, 知道是同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应尽知天职, 天是自然的, 应当要做的, 没有什么条件的。 若以为我当发此心, 我这右手, 我发心帮你忙。 这个意思就是供高我慢, 便有经章之意, 有这个意思在, 就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就有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者相了。 故不约当发, 而约当生者, 以此。 发, 跟, 生, 意思不一样, 这个意思就生了, 所以后半部为生无浅。 三, 说一, 应, 自, 是浅其者于菩提, 破法执也。 说一, 当生, 是浅其者于发心, 破我执也。 说一, 应自, 是浅其者于菩提, 破法执。 应, 是应当生, 对于菩提也不能执着。 世尊在说法时, 往往一桩事情说了许多个名项, 用意何在。 说一个名项就可以, 为什么说那么多? 就是交给我们名是假名, 用不着执着, 知道意思就对了, 不要执在假名, 假乡上, 破我们的执着。 这都是他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让我们从这里面体会到, 要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原相, 才体会到这个意思。 说一当生, 是浅其者于发心, 破我执, 可见得说个, 应, 说个, 当生, 他的用意破我, 法二执。 佛门里面许许多多在日常当中的术语, 用意无非都是破执的。 譬如说你这个道场, 我们现在一般讲庙, 其实讲庙是错误的, 庙里面是供养鬼神的, 我们佛教道场叫四, 四, 愿, 安, 堂, 这是我们佛教的, 没有讲庙的。 庙是供神的, 供鬼神的那叫庙, 现在一般把寺看作庙, 这就颠倒, 让人迷惑不清, 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寺里面, 我们问住多少众, 不问, 你这里住多少人? 他为什么不说, 住多少人? 住多少人, 者了人香, 我香, 人香四香具足, 你者了香。 住多少众, 破四香, 住了多少个众圆合合的那个东西, 是这么个意思, 四大五蕴众圆合合, 破执着的意思。 不说你住多少人, 住多少众。 你一开口, 你这里住多少众, 人家一听你是内行的, 外行的, 你这里住多少人, 外行的, 那是不懂佛法的。 佛法处处都是破执着, 法相名词用意都是破执。 四, 发无上震等震觉者, 须先觉了度众生适应尽之则, 且此则中未能尽, 即尽, 亦等于未尽。 当身如是心, 无能度, 魔所度, 无分别, 无所谓菩提, 无所谓度, 并无所谓发心。 术与清净觉心相应尔。 发无上震等震觉者,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发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就是彻底觉悟之心。 我们皈依三宝, 皈依佛, 佛就是觉悟, 觉而不迷。 你真正发心归一三宝, 你就觉悟了。 觉从哪里觉起? 没觉悟, 起心动念为自己, 这是凡夫没有觉悟。 真正觉悟的人起心动念为众生, 他不为自己, 这是觉悟。 所以, 须先觉了度众生适应尽之则, 佛在此地交给我们, 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的。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这个人觉悟了。 我要帮助一切众生, 全心全力去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这觉悟了。 我要真正受持独送如来了义的大法,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先要晓得, 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人真的觉悟了。 而不是, 我凭什么帮助他, 这个话是迷人讲的, 不是觉悟的人讲的。 诸位查遍, 大藏经, 哪一个菩萨曾经说过这个话, 我为什么要度他, 从来没有一尊佛, 没有一尊菩萨说过这样的话, 佛菩萨帮助众生应该的。 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他自己, 不肯帮助众生就是不肯帮助自己, 自他不耳。 且此则中未能尽, 华严经, 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最后总结的都是这个愿无有穷尽。 众生业果, 菩萨的愿力都没有穷尽。 极尽, 亦等于未尽, 极尽是什么? 成佛。 成佛总尽了吧? 等觉菩萨还没尽, 成佛总是圆满, 尽了。 成了佛之后, 一定到架此行。 所以说尽了也等于未尽, 这是真的。 当生如是心, 佛在此地交给我们, 劝导我们, 要生这样的心。 这个心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无始节以来, 把自己的真心本性迷失掉了。 今天在班若会上, 佛帮我们唤醒, 让我们觉悟, 一定要发这个心。 要不要去度, 度, 要去度。 无能度, 不能执着一个我能度, 众生是为我所度, 你一执着就迷了, 只管去做, 全心全力地去做, 做而无做, 这就对了。 心地干干净净, 没有想到有我, 也没有想到有人, 可是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终止, 非常积极在那里做。 无分别, 无所谓菩提, 无所谓度, 并无所谓发心, 这是真的发了心。 这个时候发心跟身心就是一不适而。 术与清净觉心相应而, 这在做的理念清净心现前, 清净心起作用。 所以清净心从哪里修? 有人学佛, 说这个世间太复杂, 要去到深山找个幽静地方去修行, 那行吗? 那是他不懂佛法, 佛法的清净心, 就在红尘里面锻炼出来的。 所谓是, 吉乡离乡, 离吉同时, 离乡跟吉乡不是两桩事情, 一桩事情,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清净心现前。 不会的, 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污染, 会的, 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清净心。 由此可知, 染静不耳。 染静从哪里区别? 绝跟迷。 迷了就被污染, 觉悟心就清净, 可见得与这个境界没关系, 关键就在绝, 迷。 这是我们一入佛门, 佛就把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交给我们。 归依佛, 觉而不迷, 归依法, 正而不邪, 归依僧, 静而不染。 佛教导我们修觉, 正, 静, 觉正静都不离开静缘,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并不离开。 换句话说, 真正修行, 真正想成菩萨, 成佛, 要不要改变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 不需要。 就在我们现前生活环境里, 就在现在工作环境里, 就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会的就成就了, 一绝就成就了。 如果说迷, 佛菩萨那个环境你还是迷。 古时候从零寺院, 你到那里面要迷, 那还是不绝。 这是说明了修行,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当中, 只要心里面有觉, 有正, 有静, 无非道场, 都是道场。 如果你是迷, 邪, 染, 在大的寺院丛林, 你到那里面去住一辈子, 也不是道场。 大乘经里面说, 执行是道场。 执行是什么? 执行是真心。 真心就是一心, 一心就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那就是道场, 所在之处无不是道场。 五, 本经天然分位性解修正四部分, 而不可举其次第。 虽分四而不可举为四, 学者应体会此意。 本经天然分位性解修正四部分, 将为农居士的科判, 就依这四分来分的。 而不可举其次第, 局势局限, 为什么? 性, 里面也有解修正, 解里面也有性修正, 一个里面都包含其他的三部分, 而只是他主要是讲那一部分, 因此不能够局限他的次第, 他是活的。 虽分四, 而不可局为四, 学者应体会此意, 因此, 正如是尊在经上多次地交给我们, 为人演说乃至四剧计, 功德都不可思议。 四剧计是任何四剧, 无论是性分四剧, 或者解分四剧, 修分四剧, 正分四剧, 不拘。 这就是说, 他每一分里面都含设其他分, 他的意思是圆满的。 所以他确实有四分, 但是不能够局限在四分里面, 他是圆绒的, 跟华颜精, 的意思一样。 华颜精, 有次第, 有圆绒。 行步不爱圆绒, 圆绒不爱行步, 用这两句话来看, 金刚般若, 也是这个意思。 113, 真是,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则非菩萨。 这一段经文跟前面所说的, 在文字上完全相同, 一个字也没有跟动。 一, 我仍众受四相, 虽同于前, 而亦甚系。 盖以一切不着, 但这于上求下话即为系之分别而。 我仍众受四相, 虽同于前, 可是意思不一样。 而亦甚系, 前面这一句话, 是说在四大段的第一大段, 是信的那一大段, 现在这个话, 是说在修行这一大段里面, 意思不一样, 浅身差别很大, 所以他意思甚系。 盖以一切不着, 但这于上求下话即为系之分别而, 差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很明显地体会到, 前半部是未将要发心的人说的, 这个地方是已经发大心, 已经在修行了, 是为他们说的。 所以说的话一样, 意思不一样。 确实全教菩萨们, 真的有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这个念头, 念头纵然在维系, 那还是执着, 这个念头要不能够舍掉, 他就不能见性。 所以, 金刚经, 的境界, 是原教初驻以上的境界, 换句话说, 就是, 华严经, 上四十一位法身大事的境界。 你还有上求佛道的心, 还有下话众生这个念头, 你不能见性, 纵然你成佛, 你成的是十法界的佛, 出不了十法界。 必须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出了十法界, 出了十法界叫, 一真法界。 华严经, 是一真法界的菩萨境界, 不是十法界。 十法界细直, 六道凡夫粗直。 舍掉粗直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出不了十法界, 细直破掉之后, 这才能出十法界, 住一真法界。 前后差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个说法, 大家就更容易体会到, 前半步教你出六道, 后半步教你出十法界, 那就正义真法界。 二, 若维系分别未尽, 我相并跟人在。 虽曰, 菩萨, 名不负实乙。 警侧之义身在。 若维系分别未尽, 我相并跟人在, 很维系就是了, 但他却实在。 虽曰菩萨, 名不负实义, 所以我们称这些菩萨, 叫他做全教菩萨, 全教小臣, 全教就不是真的菩萨。 真的菩萨见性,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那是真的菩萨。 在香宗里面所讲, 同身性, 一身性。 破一分无名, 见一分真性, 叫同身性。 因为跟诸佛如来用的是真心, 同一个心。 如果系或未破, 他还是用八十, 八十是妄心, 他不是用真心, 依旧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我们在冷言会上看到, 用八十五十一心所的人, 可以正的阿罗汉, 可以正的屁之佛, 不能成为法身大士。 因为在网上面去, 这个东西没用了, 八十心决定不能用, 那是妄心。 所以真正的佛法超越世间法, 这个大家要晓得。 我在过去, 说这个话应该也有三十年, 我在台北主持中国佛教会的大专佛学讲座, 那个时候我担任总主讲。 有一次, 我就想到我们佛门里面, 也有科学的方法论英明。 五名里面的英明, 与世间方法论里面逻辑, 辩证法是非常接近的。 我想到这个科目, 我去请教我的老师, 我老师他是学这个东西, 我希望他来给我们同学上这个课程。 我老师是方东美先生, 我向他提出来, 他笑笑, 他说, 这个东西没有用处。 这些东西在佛门里面是初级的教学, 中级的教学, 高级的佛学完全用不上。 完全正确, 这是各内行人讲的话。 为什么? 高级佛法不用心意识, 你还有什么逻辑, 还有什么辩证法。 凡是这一类东西, 都是要用心意识才行, 高级的佛法已经不用心意识。 金刚般若, 不用心意识, 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没用。 佛教的英明叫小成的, 叫大成初学的, 还没有入门, 初学的叫大成使教。 贤手家讲小始终顿缘, 大成使教, 到大成宗教就没用处了, 就用不上力,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不知道, 这个方法好, 坚固的执着, 换句话说, 你在佛法修持上永远没有方法提升, 你只在低的阶位上, 不能够再进步。 一定要认识清楚, 这是佛法真正超越世间法。 虽约菩萨, 名不负识, 这个标准就是法身大事, 跟法身大事一比, 那他不是真正的菩萨。 由此可知, 我们要在这上用功夫。 这四相怎么断, 怎么破? 破四相非常重要。 四相怎么破法? 其实, 金刚经, 上讲得很透彻, 教给我们起心动念想众生, 这个方法妙极了。 我们把我们的念头, 大而化之, 不要断我之, 我之自自然然没有了, 这个方法实在妙极了。 起心动念都想一切众生, 不要为自己着想, 金刚般若, 上教给我们的方法。 114, 结成。 所以者何? 虚菩提, 十五有法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这一句的经文是各活句, 有两种读法。 十五有法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这是一个读法。 十五有法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两种读法。 两种读法它是一个意思, 肯定了魔有法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此具有二亿。 可作两种读法。 一, 法, 自断句。 一位法正觉者, 十五有法。 以无上正等觉, 即是就近清净。 清净觉中, 不染一成, 名为菩提, 十五分别心。 顾必十五有法, 乃名法无上正等觉者。 二, 无, 自断句。 一位, 有法法无上正等觉, 十五如此是理。 一, 法自断句。 十五有法, 这里是一句, 从这个地方断句。 一位法正觉者,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十五有法, 十实在在没有法自发这个心。 以无上正等觉, 即是就近清净, 你还有这个念就不清净, 我发无上正等正觉, 这一念放在那里就不清净, 就错了。 清净觉中, 不染一成, 名为菩提, 十五分别心, 你还有一个等觉, 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还有这么多分别, 执着在里面, 你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不觉。 故必十五有法, 十五有法, 心清净, 心里什么也没有, 你是真的发了无上菩提心。 你要有念, 不是无上菩提心, 清净心中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这才真正发菩提心。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那就迷到家了, 他还有, 我乡, 在, 还有, 我见, 在, 哪里是菩提心。 连小城虚陀还都不如, 小城正的虚陀还果也没有给人讲, 我正的虚陀还果, 没有。 由此可知,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同学, 你们不是才学佛, 过去生生世世无量节来善根身后,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都是过去生中已经在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种善根。 为什么今天还落得这种地步? 毛病出在哪里? 我, 发了菩提心, 我, 学了般若, 生生世世干这一套, 始终没有把, 我, 忘掉, 所以搞到无量节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是把我们病根找出来了。 病根虽然找出来, 要想把病根除掉, 那还真不容易。 想到这个地方, 除了代业往生,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你要不求代业往生, 那你就要断根, 你就要破四项, 破四剑, 四相破就出六道, 四剑破才能出十法界。 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这是原理。 我们求代业往生, 要不要在这里下功夫? 要。 因为这种情职越淡, 我们往生越有把握, 往生的品位越高,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提前了, 所以这事很有必要。 二, 无字断句。 十无, 从这断句。 意味, 有法发无上正等觉, 十无如此事理, 无论从理上讲, 从事上讲都没有, 你要以为有一个方法,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佛告诉你, 无论从事上讲, 无论从理上讲, 十无, 实实在在没有, 这跟你讲真话。 懂得前面意思, 这个意思你就明白了。 心里确确实实什么都没有, 那个心就是菩提心, 心里面才有一物, 那个心是妄心, 妄想, 无明, 执着。 由此可知, 佛法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地方来体会, 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不能有一点点东西。 即使你清净了, 无量无边的法门, 包括一切世间法,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是, 班若经, 上所说的, 班若无知。 什么是班若? 无知是班若。 我们今天犯的什么毛病? 我们今天犯的是要求知。 班若无知, 你偏偏去求知, 跟班若恰恰相反。 求知, 那个知是什么? 邪见, 妄想。 你还怕你的邪见不够多, 还要去求邪见。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书抄, 经题里面说过, 有解无行, 行是什么? 受持, 解是什么? 读诵。 有解无行, 行就是修清净心, 修觉镇静。 没有认真修觉镇静, 有解无行, 增长邪见, 你学的越多, 你的邪知邪见越多。 有行无解, 行不行? 也不行。 有行无解, 增长无明, 所以教下的主张是, 解行相应。 班若里面就是, 解行相应, 解, 跟, 行, 不能离开的。 唯独净土宗可以, 有行无解他也能往生, 除这一个法门之外, 找不到第二个法门, 这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 所以净土知书胜, 净土为一切诸佛如来之赞叹, 就是书胜在此的。 其他法门里面, 你有行无解, 你就堕在无明里面。 二,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助降在其中矣。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是降伏其心之意也。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叫你发心了。 发而无发。 可是发而无发的意思很微妙。 不发就是真发, 那好了, 这些云云众生都没有发菩提心, 他们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 不是的。 无法是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就是菩提心, 那是真正发了菩提心, 有发菩提心的念头, 不是菩提心。 有是坚明文力养这个念头, 那当然更不是菩提心。 有念则非, 无念即是, 无念是无一切妄念。 诸位要晓得, 发一念菩提心的, 还是个妄念, 无妄念。 发一个成佛的心也是妄念, 不是正念。 正念就是本性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 那是正念。 正念在哪里? 佛在伦言会上说, 六根门头放光洞的, 宗门里面常常也用, 这是正念。 我们眼能见, 见时正念, 耳能听, 听时正念, 鼻能嗅, 舌能长都时正念, 这就是真正的般若智慧。 眼见, 见一切色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没有起一个念头, 我们不会说, 没有起一个念头 也就看不见, 看得很清楚。 起了一念就是无明, 我们看到眼前, 这是花很美, 无明了。 怎么无明? 你又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当你见一切色,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动念头, 金刚经, 讲,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是我们见性, 见到色性, 这是真见。 焦光大师在, 《冷言经》里面主张, 舍食用根, 那就是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眼见, 他眼也见, 我们见就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他见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要问, 佛, 这是什么? 佛跟你讲, 这是花, 它不就有分别了吗? 它是依照我们的分别而分别, 它自己没有分别, 你说这是花, 就随缘恒顺众生, 这叫花。 它自己有没有分别? 没有。 它自己如果分别, 它是凡夫, 这是恒顺众生, 随着你们的分别而分别, 我不分别。 这不但在佛法里面, 我们中国老子, 这是道家的, 老子, 道德经, 第一句,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它也晓得名字是假的, 不是真的。 名字是人从分别, 执着里面建立的,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哪来的名? 没有名。 你要说这个花, 这是红色的, 那是黄色的, 这都是分别执着。 佛为我们说这些经法, 都是随顺我们的分别, 随顺我们的执着来说的, 离开这一切分别执着, 佛是一个字也没有说。 从佛本人那一方面,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说一个字, 从我们这边来讲, 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从我们这边说的。 从佛本人那边说, 没有说一个字, 所谓, 说而无说。 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的毛病是听了佛说都以为真的, 这就坏了。 如果我们也会了,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马上就成菩萨, 成佛, 就快得很, 就气入了。 佛会说, 我们不会听。 我们在经典上看, 释迦牟尼佛一部经还没有说完, 有的人开悟, 有的人证果。 为什么? 那些人会听。 他会在哪里? 他是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所以他开悟, 他证果。 我们是听佛讲经, 字字都落实, 这个糟糕了, 错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是把这个关键抓住之后, 我们的修学, 真的是一帆风顺。 正果不敢说, 开悟真的有指望, 彻悟没有把握, 小悟, 大悟真的是有把握的, 是有指望的。 如果这个关键你抓不住的话, 处处还落实, 悟门就被堵塞。 所以读经, 学教, 学多了有用吗? 没有。 广学多文是哪些人? 已经开悟以后, 才广学多文。 开悟以后, 成就后的志。 你没有开悟之前, 三藏十二部经典, 恐怕你读一百年, 你都不能开悟。 如果真正开悟之后, 现在这一部, 大藏经, 我相信三个月你就全部读完了。 他演一道全明白了, 什么意思全明白了? 诸位一定要知道, 悟后起修。 我们现在很多观念错误, 以为一定先要广学多文, 错了。 实际是四红誓愿没搞清楚, 四红誓愿第一个教你, 烦恼无尽誓愿断。 修清净心, 教你断烦恼, 烦恼断清净心线前了, 才广学多文。 法门无量誓愿学, 无量无边的法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决定一切通达。 佛教理修学的方法, 跟世间不一样。 现在我们是学佛的人, 学世间这个方法, 走错路了, 永远不会开悟, 永远不得利益。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七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七月二。 请先开经本一百六十五面。 二, 发而无发, 乃未真发。 助降在其中矣。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助而助。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是降伏其心之意也。 世尊在这个地方, 交给我们发心。 发心实在说是相当不容易, 菩提心不发就是凡夫, 如果真正发了菩提心, 就是原教出著菩萨。 在过去特别是学教的同学们, 往往对于发菩提心没搞清楚, 经上也说, 论上也说, 也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 到这个地方才晓得, 原来菩提心有这么多条件在里面, 若不具足这些条件, 不叫做发菩提心。 如果心里还存着有个发菩提心的念头, 这个人没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现在我们搞清楚, 原来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性。 原初著菩萨,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那个真性就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觉的意思, 真正决心现前。 只要有一念存在, 有个, 发, 这个念头在, 就把我们的真心障碍住, 妨碍住了, 所以那个不叫做发心。 确确实实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发而无发。 诸位要晓得, 你发, 错误了, 你不发也错误了, 所以一定是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那就是真发。 诸位要细细把这个句子多念几遍, 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正是, 金刚经, 上所说的两边不住, 中道也没有, 这是真心现前的样子。 前面须菩提尊者无论是说初学, 或者是说老修行, 心要安住在哪里, 妄想要如何降伏, 世尊这一句话把这些问题统统答尽, 助降在其中已, 都在这一句里面。 须知当身如是心, 便是无住而住, 佛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心是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我们凡夫的心是有住, 落在住里面, 四空天人, 小乘圣者, 他们是住在无住里面, 落在有无, 总是两边。 诸佛菩萨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不但两边不住, 而且两边不离, 他们高明在此地。 心发了没有? 发了, 虽发而若无其事, 虽若无其事他真发心。 发心的香, 我们必须要晓得, 发不发从香上看。 像是什么? 四红誓愿就是发菩提心的香, 他确实有度众生这个意愿, 他真的在断烦恼, 真的在学法门, 不疲不厌, 这是香, 这个发了。 发了怎么无发? 他并没有感觉的, 我发菩提心, 没有。 念念要度一切众生, 他并没有想到, 我要度一切众生, 没有。 念念在断烦恼, 他也没有想到, 我要断烦恼, 都是若无其事, 心里面干干净净, 明明了了。 而在世相上是不疲不厌, 像普贤菩萨在, 行愿品, 里面讲的, 无有疲厌。 诸位从这些地方, 你去体会, 去领悟, 佛菩萨跟凡夫, 二圣全教不一样的地方, 你就明了了。 这个地方一丝一毫都不能差错, 所谓, 差之毫离, 谬之千里, 一点都不能够差错。 应灭度一切众生, 三句, 前面经文第112段,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已, 而无有一众生时灭度者, 就是指这三句, 这三句就是降伏其心的意思。 3, 三世只是一世, 降伏原为不将之将, 发心即是无发而发, 此皆破我潜直之为妙方法, 悉心领会, 方位善用功者, 三世只是一世, 三桩事情只是一桩事情, 也就是一桩事情的三面, 从三面才把这一桩事情看清楚。 降伏原为不将之将, 有一个降伏的念头, 那怎么能降伏得了? 我们想想过去, 禅宗二祖会可大师心不安, 心为什么不安? 妄想多, 妄念多。 他找达摩祖师安心, 安心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 云和降伏其心。 我这个妄心如何能把它扶住, 跟, 金刚经, 上讲的是一个意思。 达摩祖师很厉害, 马上伸出手,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降伏, 这一句话是叫他回光返照, 慧可大师这一回头找不到心。 这是个聪明人。 密心了不得, 我找心找不到, 没有。 没有心还有什么安不安? 还有什么降不降? 真有心这才能降伏? 没有。 那个想, 乱七八糟的念头叫妄想, 妄不是真的, 你只要觉察他是妄, 就没事了, 不要把它当真。 不必去想他就没有了, 这就降了, 越是要降他, 可就越麻烦。 发心, 亦复如是, 即是无发而发。 此皆破我潜直之为妙方法。 确实是妙, 但是要悉心体会, 很不容易体会到。 我们凡夫心很粗, 境界极其为戏。 经文从上面一直听下来的, 比较容易一点, 意思能够体会到一些, 如果前面没有听, 一下看到这一句, 也是莫名其妙。 体会到还不够, 要自己能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这才管用。 所以末后这两句嘱咐我们要, 悉心领会, 悉是圆满完全的意思, 全心去领会, 去领悟, 去体会。 方位善用功者, 然后你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不知不觉也发心了, 那才叫真正会用功。 115, 举果明音响明明果明无得而得举问。 虚菩提, 于亦云和, 如来于然登佛所,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部。 1, 此应往世未证。 其实正无身法人, 位在八地。 这是世尊举过去的事情来作证, 也就是三转法轮里面作证转, 我们一般通俗的讲是现身说法。 以自己修行正果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是他正八的菩萨果为这个事情。 2, 世尊房闻上说者, 一位发心无法, 云和的果。 故举果已明知。 世尊房闻上说者, 防事预防, 唯恐有一些人听前面所说发生误会, 他没听清楚产生了疑问, 产生了误会。 一位发心无法, 云和的果, 前面讲, 十五有法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发心都没有办法, 那将来怎么办? 怎么能正果? 正果一定要有因, 没有修因怎么能正果? 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赶紧补出来。 真发, 不是假的, 是真的。 发心不能这发心的香, 这发心的香就错了。 三, 若知的果者, 乃是无德而得, 则发心者, 必应无法而发也。 若知的果者, 乃是无德而得, 这才是真正的果。 则发心者, 必应无法而发, 果是无的就的, 这里面为什么说无的就的? 因为无上菩提, 这一句话是梵语, 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你的个什么? 如果说有的, 本来没有我现在得到了, 那才叫有的, 本来有的, 你到哪里去得?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个事实, 然后佛讲的这些话, 我们才会听得懂。 一般人总误会, 无上菩提我们没有, 好不容易把他修得了, 是错误的, 不晓得是自家本有的。 不但无上菩提是本有的, 乃至于是出世间一切法, 莫非本来具足。 六祖会能大师开悟之后, 跟五祖提出他的报告说,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这个本来就是一样都不缺。 乃至于现在你所享受的物质环境, 经营财宝这些, 这是自信里面具足的, 若不是自信具足, 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既是自信具足的, 你从哪里的? 所以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 心性本来有, 我们因为迷了, 迷较无明, 明心就是无明又明了, 就这么回事情, 明了。 无明的时候你不见性, 性在你面前, 并没有离开你, 在你面前你不认识, 这一下觉悟了, 无明没有了, 这一切觉悟了。 觉悟了, 这才认识性, 才知道事出世间一切万事万法, 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 不但具足而且能生万法, 事出世间一切法, 都是从自信生出来的。 为什么能生? 因为他本来具足。 他怎么生的? 本来具足的是因, 遇到原他就生了。 原是什么? 原是心想, 想什么他就生什么, 这不可思议。 这是佛在戴经上常交给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身。 我们把道理搞清楚, 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才晓得我们一天到晚 打妄想, 不得了。 为什么? 想什么, 生什么? 因此, 世尊在这个经上交给我们, 应摩索住, 而生其心, 摩索住是于一切法决定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他是心性生的, 心性,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能执着他, 你执着他是错了。 因为他能够生一切万法, 所以佛叫我们念佛, 我们想佛就生佛, 想菩萨就生菩萨。 由这个地方, 我们也体会到念佛法门, 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怎么成佛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自然就知道念佛成佛的。 念什么成什么, 他念佛他就成佛, 他不念佛他成不了佛。 念佛成佛, 是这么个道理。 决定不可以念贪甜吃。 世间人都在念贪甜吃, 贪甜吃是什么? 是三恶道。 贪心是恶鬼道, 天天念贪将来就到恶鬼道去了, 念甜会是地狱道, 鱼吃是畜生道。 所以, 决定不要念贪甜吃, 心里面贪甜吃的烦恼要把它拔掉。 用什么方法? 静宗的方法很妙。 你真正要把贪甜吃拿掉,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业障是无始劫来的习气, 不知不觉的它又起来了。 静宗的法门教我们, 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把它换过来, 心里一起念头, 阿弥陀佛, 转换过来, 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你这个功夫用久了, 用熟了, 却确实实把这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一句佛号取而代之, 那就成功了, 你这一身就成佛了。 你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才知道佛讲的, 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得而无得, 无得而得, 那是真相, 这才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四, 此事前后两引之, 而命意不同有三。 一,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达约于法时无所得。 其意重在, 得, 字。 此中则重在, 法, 字。 已无法得菩提, 证明上文无法发菩提之意也。 二, 前问中法字, 是指无身法人。 此中法字, 即指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不住法, 故今约圆满正的就禁果法而成如来。 如是因, 如是果。 丝毫不爽。 三,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是举果明因。 然法字是指无身法人, 故只举巴的果, 明发心因。 此中之法, 是指无上菩提。 故应以两重因果是之, 于一方圆。 此事前后两引之, 而命意不同有三, 这一桩事情, 就是佛在燃灯佛所, 承蒙燃灯佛给他受祭, 前面我们看到一次, 这个地方又看到一次, 这是世尊正八的果位的事情。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达约于法时无所得。 其意重在得字。 世尊两次引用这桩事情, 事情是一样的事情, 可是意思不一样。 前面是讲的无身法人, 问有没有所得, 用意是在, 的。 这个地方这一段所讲的, 他的重点在, 法, 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部。 所以他用意不一样。 前面问的法是指无身法人, 这个地方讲的法是指,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同样是一个法字, 所指的不一样。 因不住法, 故今约圆满正的就近果法而成如来。 如是因, 如是果。 丝毫不爽。 佛给他授记, 你的无身法人, 你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是佛讲的, 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 自己要有这个念头, 佛也不会给他授记了, 他自己确确实实没有这个意念, 但是他的层次也确实提升到那么高。 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一切贤甚,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一切甚贤, 如果连小尘包括进去, 从小尘出果, 到大尘原教等觉菩萨, 为什么佛说了这么多的差别相, 小尘四果四相, 大尘五十一个阶级, 其实真正修行人心里面, 却确实实没有这个执着, 也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念头, 这事是尊对凡夫说的, 四果四相都是对凡夫说的, 凡夫没有正到这个果位。 菩萨在无畏法里面有浅身不同, 浅的佛就讲位次低, 深的佛就说他的位次高, 但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无论是浅是深, 修无畏法的人心地都清净, 都没有染着,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 他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 越是高位的越纯净,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诸位如果稍稍明了一点, 然后给你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名字, 居住的地方没有接到名称, 也没有门牌号码, 每一个人像帽都长得一样, 你就不会觉得奇怪。 不但不奇怪,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 你要是没有搞清楚, 听了会吓一跳。 极乐世界也没有四图, 三倍, 九品, 你们想想对不对? 如果有这些, 他心还能清净吗? 他不又搞分别, 妄想, 执着了吗? 没有这些。 由此可知, 四图, 三倍, 九品是佛对我们讲的。 他那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些事? 有, 但是那些人心里没有这个执着, 没有这个分别。 就好比我们这个讲堂在五楼, 要爬几十个阶梯上来, 你们爬上来, 心里有没有记住我走了多少阶梯, 恐怕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住在那里, 的确是有四图, 三倍, 九品。 你问他, 他心里没有这个念头, 那叫清净心。 人家着重的是清净心, 不着重什么品味。 不像我们这里人, 我一定要上品上身, 品味低得还不甘心, 这能去得了吗? 实在讲, 有一些人是用这个方法, 品味高多年, 教你多年, 免得你不能往生。 坚固的执着, 我一定要一心不乱, 我一定要上品上身,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味很低。 什么原因? 心不清净。 那个一切都不执着的, 根本就没有想到品味的,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味反而高。 为什么高? 跟这里讲的道理相应。 理与事都要搞清楚, 都要搞明白, 决定不能有分别执着, 那就对了, 跟经意就相应。 前问于法有所得否, 是举果明因, 是用果来显因。 然法字是指无身法忍, 故只举巴的果, 明发心因, 这是讲前面是遵举的这个例子。 这一段里面, 此中之法, 是指无上菩提, 比无身法忍要圆满得多。 故应以两种因果示之, 于一方圆, 这个意思才能讲的圆。 这是为什么然登佛要跟释迦牟尼佛受计, 道理在此地。 八的菩萨距离如来的果的已经相当接近, 如果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那个速度相当快速。 因果的道理, 包含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门, 一切法不离因果,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五, 说一, 如来, 即含有不应注法意在意。 如来是信德之称, 觉信原名, 岂有法成。 作佛时如此, 则习在八地时, 其心无法成也可知。 说一如来, 即含有不应注法意在意。 如来于然登佛所, 经上凡是讲如来, 都是从信德上说的, 信德里面一成不染, 哪有注, 不注。 说注, 不注都错了。 如来是信德之称, 觉信原名, 岂有法成, 说注是法成, 说不注也是法成。 作佛时如此, 则习在八地时, 其心无法成也可知, 不但在八的, 就是在出信位上, 都已经不执着法成, 对于四相都不执着,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原教出信位等于小成的出果。 底下一节经文, 佛提出这个问题, 问一问须菩提尊者, 你的意思怎么样? 考考须菩提, 须菩提很聪明, 很有智慧, 不辜负世尊的教导。 116, 答是, 不也, 世尊, 如我解佛所说意, 佛于然登佛所, 无有法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也, 这一句是个活句, 不可以把它当作否定词来看, 那你就把它搞错了。 不的意思, 用现代话说, 不能这个讲法, 不可以这么讲法。 它不是否定词, 也不是肯定, 也不是否定, 所以要懂答复的意思。 《金刚经》里面问答, 这样的情形很多。 一, 不也, 活句。 为非无法非有法也。 彼时正蒙受计当来作佛, 许其将来的正果法之称也。 故非无法。 然彼时时以正无身法忍, 亦法不身, 而蒙受计。 故非有法也。 不也, 活句。 为非无法非有法也。 这个意思里面, 不能说有法也不能说无法, 你要说无法, 他有法, 你要说有法, 他又是无法。 这种讲法初听的人, 这说的是什么话, 到底是有还是无? 其实, 佛讲的这个才叫真话。 我们讲无, 讲有, 都是妄语, 都是妄言, 不是真实的。 这个话才是真实的,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说非无法, 非无就是有, 事上就是有, 非有法就是无, 理上即是无。 这个答复理事两边都说到了, 理事圆融, 真正是两边不住, 这个答得妙。 彼时正蒙受计当来做佛, 许其将来的正果法之称也。 故非无法, 是尊正八的国位, 确实是遇到然登佛。 然登佛讲经说法, 菩萨也是美慧必道。 蒙佛受计, 这世世上确实有这个事, 所以说非无法。 然彼时时已正无身法忍, 亦法不身, 而蒙受计。 故非有法也。 什么叫无身法忍? 这一个名词, 我想每一位同修都很熟悉, 可是这个名词里什么意思, 恐怕很少人能讲得清楚。 回向记里面, 花开见佛物无身, 那就是无身法忍。 什么叫无身? 我们从法先讲起, 法, 是一切万法, 是出世间一切法, 佛法里面讲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 法是这个意思。 无身, 实法界一正庄严不身不灭。 确确实时没有生灭, 佛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大菩萨们也见到一切法确实不身不灭。 我们没见到, 我们看到一切法明明有身有灭, 动物有身老病死, 植物有身住一灭, 矿物, 星球有沉住坏空, 这都是身灭香, 怎么会不身不灭? 佛菩萨告诉我们, 不身不灭是真的, 是真相。 你看到这个身灭像是假香, 你看错了, 你看走眼了, 一切法的的确确实不身不灭。 这个是不好懂, 我们只有用比喻来说。 譬如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里面看, 那个香有身有灭。 你在电影荧幕看那个画面, 不是有身有灭吗? 你到放电影机器房里面看底片, 不身不灭, 底片没有身灭, 你想想这个味道。 佛所看的香, 是什么香? 刹那九百生灭叶因果报的香续香, 我们看的是香续香, 人家看的是真相, 人家看底片, 我们看电影画面。 电影画面那是假的, 底片是真的, 真实的。 你把这个事情肯定了, 一切法确实不身不灭。 忍, 就是承认的意思, 同意, 认可, 我同意佛的说法, 肯定佛的说法没错。 一切法身灭是错误的见解, 一切法不身不灭是正确的见解, 这是无身法忍的意思。 八的菩萨才见到阿赖耶的维系香, 就是刹那身灭香, 八的菩萨见到了。 所以八的菩萨肯定, 承认, 佛所讲的话没错, 我亲自见到一切法不身不灭, 没有生灭。 我们现在把生死看作, 大事。 乐不得。 没有, 没有这回事情。 哪有生死? 是你自己看走眼, 你自己在打妄想, 这是真的。 他见到了, 佛才给他受计。 从这一个事实看, 那就是无有法, 哪来的法? 没有。 冷言经, 上讲的境界香, 当处出生, 当处灭境, 这个讲得也很好, 当处是同时, 生跟灭是同时, 生跟灭不是一时。 你们想象那个速度多快, 如果我们用弹指来算法, 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生灭, 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生灭不是同时吗? 所以它不是一时。 这是, 冷言, 上说的, 实在讲佛讲这个话, 大概对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人, 都不是讲真实的话, 比较接近, 恐怕真实的比这个还要加几倍。 生灭是同时的, 同时的, 那生灭都说不上。 这是说非有法的意思。 二, 总以显明心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若住法求得, 便不能得。 则不应住法发心, 其意昭然。 总以显明心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这是总纲领, 也非常重要。 我们心里有求, 给诸位说, 就求不得, 心里不求, 不求就得到了。 我们凡夫心里面都有求, 所以你能够求得得非常有限, 那是性德里面真的是一万分之一。 如果你要是不求, 你得到的是圆满的, 你都得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无求才是圆满的真心。 我今天用真诚心来求, 用清静心来求, 你的真诚跟清静都不圆满。 为什么不圆满? 因为你心里面有个真诚, 有个清静, 有个清静就不清静, 心里面有个慈悲就不慈悲, 里面有夹杂, 不纯净。 真正纯净发心, 跟前面句子是一样的。 你说发慈悲心, 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 那是真慈悲, 清静心, 静而无静, 无静而静, 那是真清静。 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然后你才会用功, 你才晓得怎样修行, 这是属于高级的修行方法。 无法以求得, 而后可得。 若助法求得, 便不能得。 则不应助法发心, 其意昭然。 这些意思真正是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你要问为什么? 我们可以这个说法, 大家从无量节以来深深适适修行, 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 就是你发心心有助, 毛病就在此地, 要不然早成菩萨, 早成佛果。 现在还当凡夫, 还搞六道轮回, 就是发心心有助, 我们的过错在此地。 今天听到佛的开示, 真正明了这个事实, 从今而后, 决定要遵守,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那就成功了。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你都一凡丰顺, 你都会圆满成就。 尊者的答复, 答复得好, 与事实真相毫无违背, 所以佛给他印证。 117, 应成如来应许。 佛言, 如是如是, 虚菩提, 十五有法如来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如是, 不谬也。 十五有法的阿诺菩提。 决性原名, 名,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成, 便非原名。 如是, 不错, 你的看法很正确, 一点都不错。 十五有法如来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给他印证, 实实在在没有法, 你是得了无上正等正觉, 没这个事情。 为什么? 决性原名, 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若有法成, 便非原名。 你要是有一个的的念头, 那是法成, 你要有一个修的念头, 也是法成, 你要有个正的念头, 还是法成。 六祖会能说, 本来无一物, 他说的话没错。 如果我们听了, 里头本来无一物, 他又有一物, 有个本来无一物, 又糟了。 本来无一物, 也无, 也没有。 这很难很难, 就怕你听错了意思。 所以佛说到最后没法子, 不得已说,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其心极错, 动念皆乖, 这是说到最后, 给我们这样说法。 不可以起心动念, 这是你觉性原名显现。 所以佛菩萨的心, 无论在什么境界上, 在实法界, 顺境, 逆境, 佛的心从来没有动过, 我们常讲的,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用的是真心, 圆满的真心, 没有起心动念过。 起心动念, 但是他不迷惑, 这个人就叫做菩萨。 菩萨教, 觉友情, 三规里面所讲,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虽然起心动念, 他能保持觉正静, 这就是菩萨。 凡夫起心动念, 他迷邪染, 迷邪染就变六道, 变这个境界出来。 佛菩萨起心动念, 依觉正静, 他变得是四圣法界, 就是清静的暴徒, 我们这是会恶的暴徒。 这也证明了, 一切法从心降生。 所以佛心不动,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干干净净, 真的是一尘不染。 二, 实无, 未必实在燃灯佛所, 实无丝毫有法的成如来之心也。 在燃灯佛那个地方, 佛给他授记, 你的无身法人, 他没有这个念头, 佛给他授记, 你将来会证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没这个念头。 这个意思跟后面, 佛在全经做总结的时候, 说了两句话, 也非常重要, 完全相应, 佛说,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佛在经上交给须菩提尊者, 他本身做到了。 在燃灯佛所, 佛给他授记时, 他不取余香, 他没有着这个香, 他如如不动。 三, 时因心中无此果法, 而后的成如来。 使之虽得而时无所得, 方位信得远章之如来。 时因心中无此果法, 而后的成如来, 如来也是个假名, 都是不得已而建立的。 黎明子乡 为什么建立这些假名? 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言说教会方便起见而设立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佛的用意, 这些东西可以用不能执着, 我们也可以用, 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使之虽得而时无所得, 方位信得远章之如来, 那真的是如来, 一点都不假。 如来这个意思, 也非常地深广。 如来者, 如古佛之再来, 佛佛道同, 没有两样, 智慧, 德能无不圆满。 而世尊在此的, 从事相上跟我们说了一句, 说得好,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一句解释真的是妙不可言。 诸法如意, 诸法是一切法, 如, 一切法是讲法相, 相如其性, 事如其理, 没有一法不如, 没有一桩事情不如, 一切皆如, 这是禅宗明心见性以后的境界。 心性在哪里? 菩提在哪里? 真心在哪里? 无有意法不是, 法法皆是, 所谓,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源就是根源, 根源是真如本性。 118, 反正是成反是。 虚菩提, 若有法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跟佛则不与我受祭, 如于来世, 当得做佛, 好释迦牟尼。 后头这三句是然登佛所说的, 是尊为我们转述。 1, 昔日受祭, 时由于正无身法。 发觉初心之菩萨, 若知的有法则不受祭, 无法乃于受祭。 昔日受祭, 那个时候, 在然登佛所蒙佛受祭。 时由于正无身法人, 他的心真正清净了, 真正向这不经后面所讲,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他真做到了, 所以然登佛才给他受祭, 由于正无身法人。 发觉初心之菩萨, 若知的有法则不受祭, 无法乃于受祭, 这是教导我们初心菩萨, 必须要知道。 有法, 给你受什么祭。 我过去在讲习里面曾经说过, 特别是对于要发心出来讲经说法的人, 每天读诵去研究, 一肚子的佛法, 你想想看, 佛会不会给你受祭。 装满一肚子佛法, 叫一肚子垃圾, 这个要知道, 错了。 我教给你们的方法很特殊, 教给你们心要干干净净, 空空洞洞, 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真正的佛法。 实在这个法是不是我发明教给你? 不是的。 我老师传给我的。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在台中求学, 在李老师的会下, 听经听了十年, 李老师不准我做笔记。 什么事情? 你要是做笔记, 你有法了, 你有了。 他就是杜绝我, 不让我有, 我得他这个好处太多了。 听法听什么? 真正听懂, 意思听明白了, 听懂之后, 你再要复讲的话, 你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 都没有讲错。 常说, 短说, 深说, 浅说, 他自在了。 你肚子里有法拿出来, 不自在。 他有限制, 有范围, 不能随意, 什么都没有才随意, 这是真的。 真的当然你现在一下得不到, 要慢慢培养。 譬如开头你学讲经, 要写讲稿, 要写大纲, 要做这些, 以后要逐渐把它减少。 真正的功夫, 要真正能体会到经意。 你们听经, 我不晓得你们听的是什么。 过去老师教我听经要听, 教理, 就是听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理有什么好? 理通了, 所有一切都贯通。 诸佛如来所说的经, 指一个理, 你能够把教理抓住之后, 一切贯通。 这个我们常讲, 大开元解, 跟宗门的大彻大悟没有两样。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不得已而求其次, 听, 教义。 听教义虽然不能大开元解, 与这不经相接近的经典你都能够懂的。 换句话说, 听一步经不能只懂一步。 那怎么叫法? 老师教学生, 要选什么学生? 学生要灵活, 能够举一反三。 我教你一步, 你就要通好多步, 这个好叫。 教二、三步, 全都懂了, 老师就不费力气, 就很自在。 教一样懂一样, 三藏十二步教几百年都教不完, 累死人。 一般老师不喜欢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太累人。 这就是你要听教理, 你要听教义才有味道。 听了之后, 真的是活的学, 活的用, 统统是活的, 没有一个字是死呆版的。 你才晓得佛经去位无穷, 世间什么样的乐, 没有读佛经快乐, 你真正享受到了。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佛经越念越苦, 念得好辛苦, 哪有外面玩得快乐, 不懂。 真正尝到这个味道, 才晓得法味无穷, 法喜充满, 要懂这个, 要从这个地方去培养。 体会这个教学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得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 心清静, 真诚。 总而言之一句话, 妄想少, 执着少才能入门。 妄想多的人, 执着很重的人, 像厉害得失, 执着很重的人, 就不太容易领悟, 这个方法对他们来讲没有效。 名利看得很淡, 妄想少, 心地清静, 真诚来学习, 行。 只要具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能从这个门入, 这个门入快速。 训练讲经, 方法就是副讲, 这个方法是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所用的老办法。 今天这两个小时, 你在此地听这一段经文, 听完之后, 也不要去准备, 也不要去想, 到明天早晨, 你把这段经文重新讲一遍给大家听, 这叫副讲, 能讲多少算多少。 我这里讲二个小时, 你能够讲十分钟, 二十分钟都行, 就是不能把思维摆进去, 那是什么? 那是第六意识。 这样越讲越纯熟, 你开始可能从十分钟, 慢慢到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逐渐进步。 上一次, 马来西亚来的蔡居士, 他在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参加台中磁光讲座, 他们是最老的学生。 磁光讲座, 李老师为他们编了一个, 佛学十四讲, 就是为他们学生编的, 一张表解释讲一个小时。 讲完之后, 我把这些学生找来, 你们来复讲。 他们讲多少时间? 五分钟。 李老师讲一个小时, 他们拿到手五分钟就讲完了。 这个方法练, 练到现在也不错, 他在马来西亚到处讲经。 这就是说明, 古人的方法跟经人的方法不同。 古人这个方法确实是本身要有条件的, 没有条件那就难了。 所谓真的是上根立志, 行。 很容易得力, 中下根性就没有办法, 那不能训练。 现在我们有录音带, 录像带, 可以反复听, 不断地听, 换句话说, 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入得进去。 为什么? 你听得变数多。 我们那个时候听经就一遍, 没有第二遍, 一遍要不能够把意思搞清楚, 你就没有办法。 而且老师讲经不重负的, 不能问的, 我这段没有听清楚, 老师, 这一句你再给我讲一讲, 老师打你几个耳光, 不给你讲。 为什么打了你, 不跟你讲。 打了你给你讲, 你还会偷懒, 下一次没听懂, 顶多挨一下打, 还是可以听得到。 打了不给你讲, 你指望就没有了。 所以你听就不能不全部精神贯注, 他要求是这个, 决定不能打一个妄想, 全神贯注。 无的, 才是真正的, 唯有心地清净才能体会。 为什么佛菩萨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杂念, 执着太多, 把它障碍住。 其实佛所讲的东西, 全是我们清净心中本来具足的, 哪有不懂的。 不是外面来的, 本来具足的。 佛讲, 金刚经, 是讲我们自信的, 金刚经, 用他的自信, 金刚经, 把我们的自信, 金刚般若, 引出来, 我们的, 金刚般若, 跟世尊的, 金刚般若, 一模一样, 没有两样, 这就是你真的成就了。 佛讲经真正目的在此地。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然后才晓得, 应该怎样去学习。 有法就不会给你受计, 一定到无法的时候给你受计。 无法是什么? 你的清净心现前。 清净心不能现前, 不会跟你讲的。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桩世情附带告诉诸位。 佛门里面的确有感应, 如果我们自己清净心没有现前, 常常见到佛菩萨, 见到光, 见到瑞香, 你想想看,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是妖魔鬼怪, 变化成佛菩萨样子, 来诱惑你, 欺骗你。 你一看到好欢喜, 我见到佛了, 我功夫不错, 你们都不如我, 狂乱了。 什么时候佛菩萨会视线给你看? 你心里面若无其事, 真的清净了, 会见到瑞香, 见到瑞香也是如如不动,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那是真的, 你真的见到佛菩萨了。 如果一见, 心里面起了欢喜心, 动了念头, 还到处宣扬, 炫耀我了不起, 那你是见了妖魔鬼怪, 没有见佛菩萨。 同样一个道理, 你心不清净, 佛菩萨不会来的, 心不清净, 看到佛菩萨都是妖魔鬼怪, 冷言经, 上讲, 五十种阴魔, 防不胜防。 懂得这个原理, 我们就晓得, 我们心还有妄念, 还有分别执着, 如果见到这些现象, 我心里有数, 魔来诱惑, 我不上当。 现在假的东西太多, 外面商品有仿貌, 佛门里面也有仿貌, 人死了烧出舍利, 舍利都有假的, 仿貌的, 流肉身, 肉身也有仿貌的, 是妖魔鬼怪神通广大, 不要以为看到这个东西了不起, 不见得是真的。 一定要看他的锐香, 与他生前修行功夫相应不相应, 如果相应, 真的, 不相应, 靠不住。 舍利看起来很好看, 你拿铁堆一敲碎了, 那是假的。 当然, 人家不会去敲, 那真假莫辩, 其实一试验就晓得。 过去谈虚老法师在香港原济时, 烧出舍利, 这外国人不相信, 拿铁堆去砸, 那个铁堆凹下去了, 舍利还是完整的, 大家佩服了, 那是真的, 决定砸不碎的。 这些都是普通的佛学常识, 而现在这个社会上非常混乱, 邪阵, 真假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 才不至于吃亏上当。 二, 受持读诵词经, 必应如教,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方位信心不逆, 何丹如来? 方能身负灭罪, 当得菩提。 受持读诵诵词经, 必应如教, 教士教导, 佛怎么样教给我们? 于一切法无助而助, 方位信心不逆, 何丹如来? 方能身负灭罪, 当得菩提,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读了, 也说了, 未必真的听清楚。 此的这两句讲得很白, 很浅显。 受持是要照做, 不是去念, 念不是受持,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佛不教我们做的, 我们就不做, 这叫受持, 受是接受, 持是保持。 受持读诵词经, 必定应当如佛教导, 必, 完全肯定的一个语句,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佛教给我们什么? 于一切法无助而住而住, 怎么无助又出来一个而住? 经上交给我们应摩所住, 无助, 而住就是身心。 虽然交给我们应摩所住, 底下有, 而身其心, 这意思很深, 很广。 无助就是不执着, 心里面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无助, 与一切法的体性相应, 佛讲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又教你, 而身其心? 身心, 与一切法相相应。 所有一切法相是,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事是尊在, 华言经, 上说的。 体一定现相, 它不能不现相。 诸位要晓得, 像是不会灭的, 不会断灭, 但是相会变。 我们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 已经做气, 气气皆经, 黄金事体, 不变, 它的相会变。 我们喜欢佛, 把黄金素一尊佛像。 过几天我们不喜欢佛, 喜欢观音菩萨, 把黄金融化掉, 又做一个菩萨的相。 相会变, 金不变, 还是那么多金。 我什么相都不要了, 它有没有相? 还是有相, 一坨有一坨的相, 一块有一块的相, 它总归有相。 相是不会灭的, 会变, 随着我们的心变。 因此, 身心重要。 你身念佛心, 那就献佛相, 念菩萨心就身菩萨相,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要无助身心, 无助与体相应, 身心与相, 作用相应。 无助是不着有, 身心不着空, 空有两边不住, 这部, 金刚经, 都是说的这个道理, 说这一个事实。 所以要懂得, 与一切法无助而住。 方位信心不逆, 前面讲能做到信心不逆, 就是经上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不逆是非照这么做不可。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经刚经, 讲的是总纲领, 总原则, 不管修哪个法门, 你离开这个原则, 你就不能成就。 你参禅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你才能够得定, 你才能够开悟, 学教不离这个原则, 你才能大开元解, 你才能通达教理, 教义, 你修秘不离开这个原则, 你得三秘相应, 你持戒不离这个原则, 你从戒里面一定得定开悟。 离开这个原则, 戒律持得再好, 你不会得定, 当然更不会开悟。 所以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不逆是非照这个做不可。 然后再, 何丹如来, 就是如来的事业, 如来事业就是教化众生, 自行化它, 为人演说。 由此可知, 信心不逆就是受持读诵, 何丹如来就是为人演说。 前面这个句子我们念的很多, 归结到这个地方。 方能身福灭罪, 真的灭罪, 真正身福, 灭无量罪, 身无量福。 当的菩提, 是以后的事情, 当的菩提是成佛。 三, 三菩提, 下, 亦未彼时未蒙受祭之先, 若心注于无上菩提之法, 希望成如来, 的无上菩提, 便不能正无身法忍, 则并受祭义不可得已。 岂能成如来耶? 三菩提下, 三菩提就是经上讲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句底下所说的, 亦未, 意思是讲, 彼时未蒙受祭之先, 若心注于无上菩提之法, 希望成如来, 的无上菩提, 如果有这个念头, 问题就来了。 事情要做, 世上要修, 不能有这个念头。 世上是什么? 身心。 身心要无助才行, 身心有助是凡夫不是圣人。 无助要是不身心, 是小尘阿罗汉, 四空天人, 于众身一点好处都没有。 必须身心要无助, 无助要身心, 这样才行。 会用功的人, 不仅要把这个原理原则应用在佛法修学上, 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 平常工作, 待人接物都要用。 你说我在学佛法用得上, 我穿衣, 吃饭,